花子虚的家仆看到武侄还打了声招呼 快过年了 买年货的人还真不少 武侄购买完东西 外加一些烟花物品便回去了 武侄回家的时候 花子虚还让家仆给送过来一些年货 武侄健壮也给花子虚府上送了一些东西 同时给县令府上也备了一些 花子虚花太监收到东西都很喜悦 武侄送的东西中除了肉之外还有蛋糕 臭豆腐之类 而杨谷县令看到送来的东西 暗道武侄挺会来世 不由好感更增 很快 杨谷县过年了 虽然外面依然下着大雪 武侄和丫鬟 夫人在房间中倒是热乎快活 当然也包括武松 两人吃着韭菜 聊着一些事情 聊到兴奋出院中传来一阵欢声笑语 过年除了一些必要的菜之外 一般还会吃饺子或者汤圆这种食物 武侄也给赵三 小蝶他们送了一些酒肉 让他们过年也会在一起吃团圆饭 赵三收到酒肉高兴坏了 暗道这个年有过头啊 过年的晚上 武侄和潘金莲 小蝶他们在院中放烟花 喷喷 此刻整个阳谷县冲天的烟花弥漫天空 如万星横空璀璨至极 小蝶抬头望天 好美的烟花啊 太美了 老爷 好美啊 小五也激动坏了 潘金莲看着天空绽放的七彩烟花 那烟花之光倒映在他的双眸中 让潘金莲感慨不已 去年 他还是在张老爷家作为丫鬟看烟花 内心小心谨慎 随时要照顾夫人 一个不好就犯错 如今 他在自家院中 没有任何负担的看烟花 心情好极了 不由看向旁边正在看烟花的五侄 一脸崇拜和爱慕之意 老爷 你看这个烟花好大啊 真美 小蝶他们倒是比较开心 老爷和夫人对他们都很好 所以可以很开心地观赏 全场的烟花 让五侄看着天空感触极深 这种日子太美好了 小蝶咧嘴笑道 老爷 这么美的景色 要不要赢诗一首啊 五侄点点头 没问题 好爷 老爷又要作诗了 丫鬟下人们都激动了 五侄 嗨嗨 这个 有了 春联高挂夫高玄 吉祥降临平安院 爆竹生生辞就岁 迎接开心快乐年 此事一出 配合当下节气和天上的烟花 不由让众人惊呼 五侬也是一脸不敢相信 他哥哥什么时候会作诗了 过年的时候 五侄的店铺关门休息了 而他的手下们 今年可以过个富裕年 尤其是运哥 苏二 王达父子 他们本身穷困 因为在五侄手底下做事 今年都赚到些钱 过完年后 很快苏二 运哥 王达父子 他们买了很多东西 过来看五侄 家里非常热闹 喜气洋洋 院落中也挂满了红色灯笼 即便是夜晚都比较亮堂 五侄拿了一些赏钱给运哥他们 可把他们高兴坏了 本来 过年是有走亲戚习俗的 不过五侄在家里待着挺舒服 金莲也是 所以哪也没去 时间一晃 便是一个月过去 由于休息了十多天 所以五侄的情绪值增长得很少 当继续开业的时候 才开始加大增长 这个月五侄没鼓到什么 这么安逸地过着 白天书写 再看看书逗逗丫鬟 晚上欺负潘金莲 日子倒是自在 很快数月过去 天气早已不是阴冷的天了 变得风高气爽 这天 五侄和往常一样 在街道上逛了一圈 带着家仆赵三 到处游荡 就在这时 前方街道忽然传来一阵骚乱 为首一名中年男子 带着二十几名捕快迅速走来 似乎在抓捕什么 让开 都让开 为首男子苏豹 脸很精瘦 眼睛不大 却蕴含金光 他身穿衙门黑色衣服 腰间有一把佩刀 看上去威风凛凛 带着五侢 曹衡他们四处搜寻 五侄朝着一条巷中看去 刚才他看到有人游窜过去 想必 他们是在抓饭室的人 他也没多管闲事 四周路人纷纷退开 以免冲撞了衙门的人 五侄也准备避让 只是那苏豹发现 五侄还站在这 顺势瞥了五侄一眼 也没多说什么 但那眼神让五侄感觉 此人好大的官威 听说此人就是苏豹 苏豹 什么人 你还不知道吧 这是我们阳谷县的县卫大人 手底下长着不少人呢 众人议论纷纷 对于这个职位 五侄以前看过史书 有所了解 县令主管一县事务 县城属于二把手 县位则是三把手 负责一县的治安和抓捕盗贼工作 虽然是三把手 却实权在握 分量很重 在一县之城 绝对是上层大人物 武松和曹衡就是他的手下 可以说 苏豹是他们的顶头上司 上次花太监过寿 苏豹因为有事并未去 也没见过五侄 而五侄一高人胆大 体魄强横 精神弃足 就这么盯着苏豹 丝毫不畏惧那凌厉的眼神 苏豹何等人物 他出来办公务 谁看到他不是退避三社 不敢招惹 五侄直勾勾的明亮眼神 让苏豹觉得 此人不同一般 苏豹就有点不痛快了 四周百姓看到这一幕 感觉不可思议 本来五侄要退让 结果苏豹一个眼神 让五侄立刻站住了身形 和苏豹盯着看 这有些不妙啊 让开 苏豹瞪了五侄一眼 五侄不发一言 也未听从 旁边有足够宽阔的路 从现场来看不影响 但苏豹心情不好 那就是影响了 五侄的态度 让现场不少人 纷纷看好戏的目光 自古明不与官斗啊 苏豹 我在县城缉拿盗贼 等闲之人都要避让 你为何不避 我看你就像是贼 来人 将他抓到衙门审问 他有可能是同伙 苏豹一句 五侄是贼 就要抓起来 这要真抓去拷问几句 矮板子都有可能 是 身后立刻有捕快行令 几个人将五侄围了起来 且慢 县卫大人 武松见状 赶紧出来小声道 此人是五侄 我哥哥 还请县卫大人 默和我哥哥计较 你哥哥 听到这话 县卫苏豹一愣 想到杨古县 最近出了一个有名的掌柜 他自己还吃过五侄的蛋糕 只是从未见过 原来就是眼前之人 苏豹眼神才缓和了一些 听说花太监很欣赏此人 苏豹想了想 便道 原来是误会 我们走 若不是武松出面 加上知道此人和花太监 以及县令有些交际 苏豹没这么好说话 不过他也不担心 毕竟他是有实权的人物 怎会在意一个小人物 不过是卖手下一个面子罢了 苏豹走后 武松过来道 哥哥莫要生气 刚才之人是城中县位 武职笑道 我没事 我看此人很威风嘛 弟弟你在他手下行事 正是 武松点头 武职问道 兄弟最近城中发生什么了 如此兴师动众 武松 哥哥有所不知 最近县城有盗贼出没 我们出来抓人 刚才有可疑之人出现 所以才 嗯 原来如此 武职点点头 你去办公室吧 武职感觉 这是没这么简单 而武松也不想武职和县位闹得僵硬 也劝慰了几句 让哥哥宽心才离去 众人散去后 武职则是目光微微眯起 看来在阳谷县有钱还不行 得有真正权利 方才为人上人 不然 被人邀五喝六的 多少是个麻烦 虽然他认识花太监 也笼络过县令 但县位是官方授予 属于正式编制 县令一般也很难动得 是实权人物 武职感觉自己有钱还远远不够 得有权 刚才若不是武松出面 自己和这些人动起手来 虽然他当面不会吃亏 一定会将这人打趴下 但事后会很麻烦 看来日子不能过得太安逸 得弄点权力 在手中 只是怎么才能有权力 武职摇摇头 在宋朝当官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当然 如果有足够的钱 笼络一下上面的人 倒也是一条出路 不出意外 武职可以走这条路 只是武职最近听说 科考要在秋季举办 算算时间也不远 他悟性和财气暴涨 对这方面有加成 而且效果非常明显 想到这里 武职道 赵三 这些钱你拿着 将杨谷献书方的书都买过来 都买过来 是的 所有经文 书籍 也是 都买过来 好的 我这就去办 虽然不知道 老爷要这么多书干什么 但赵三立刻去购买 而就在武职回到家的时候 花子虚派人来邀请武职去吃酒 武职正想打听点事 便去了 在一处酒楼 武职和花子虚 还有鹰伯爵 谢七大等人都在 没错 谢七大他们现在 和花子虚在一起 喝酒花子虚便想到了武职 武职也没介意 大家一起吃吃喝 当散去的时候 谢七大他们去了醉仙楼 花子虚没去和武职回去了 在路上 武职随意问了一下 最近衙门的事情 花子虚喝得半醉 小声道 衙门出大事了 听到这话 武职浑身一震 什么大事 这是不能说 不能说 花子虚有些罪意 连忙摆手 我大伯说了 不能告诉别人 武职闻言 赶紧几句好听的话送上 说什么 咱们是兄弟 兄弟之间有什么不能说的 你放心 我绝不说出去 花子虚 兄弟 我跟你说 你不要告诉别人 咱养谷县令的官印 弄丢了 武职目光一震 官印丢了 这 作为一城之县 官印给丢了 这好像是大罪吧 难怪之前那苏豹等人到处寻找 怕不是在抓寻常贼 而是偷盗官印的贼 花子虚 兄弟你有所不知 县令范炎卫这件事情 已经丑死了 如果再找不到官印 是捅出去 被上面敷影大人知道 杨谷县令可能要被贬低 或者革职 非常严重 现在县令快急死了 不过听说他知道是谁 只是没有证据 花子虚的言语 让武职一惊 知道是谁 花子虚也没有隐瞒 小声道 就是县尉苏豹 据说苏豹和县令有些纠纷 他最希望县令出事 绝对是他 县尉苏豹 武职想起了之前那个 嚣张跋扈的苏豹 没想到 此人胆大包天 敢偷县令的官印 这是想要陷害县令 现在县令只能干找解 怀疑县尉却也无用 苏豹有兵权在手 没有证据 即便是县令 也不能乱动 花子虚摇摇头 这是我也管不了 县尉不交出来 谁也没办法 道士上面会来人质问 武职恍然 难怪苏豹这么横 县令都敢弄 又岂会在意他一个小小百姓 他听到这件事情 倒是有了主意 武职毕竟是地球人 见多识广 看过很多案件 像类似这种案件 他看过解法 这件事也不是很难 多谢花兄 花子虚一愣 便看到武职寒暄几句 便急匆匆地走了 他久一夜轻松几分 不由疑惑 这是县尉不拿出来 无解 他能有什么办法 阳谷县衙门 武职来到这里 说要见县令大人 见识武职 一通禀报之后 武职进去了 范延现在其实也没心情 和武职说什么 武职说有要事 便让他说来听听 听说武职有解决方法 范延浑身一击灵 这是谁告诉你的 武职 这不重要 大人若是想要找到官艺 只要听我的 虽然不能完全保证 也是一次机会 范延目光激动了 只要你能帮我 找回官艺 我什么都听你的 我目前怀疑是苏豹 但你 如何才能 让他送回来 范延想来 这好像也不可能 武职又和县令交流了一番 也算是了解了一些情况 县令是个比较低调的人 他最烦的就是县位 因为这个管补道治安的老粗 非常不低调 在县里霸占的房产 不下十个院子 还到处说自己 在南府和京城也有宅邸 他还大张旗鼓地 把自己老家祖宅重修了一遍 连祖坟都扩大了三倍 出去看戏和花酒 逛青楼 一出手就是十两赏钱 还总是晃着随身携带的几千两银票 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有钱 这是县令看不惯的原因 毕竟表面要维持清廉的县令 自然看不惯县位这种行为 所以有矛盾 而实际上的原因是 县令老爷 喜欢闷声发大财 很低调行事 所以经常给在京城的人 送钱打点关系 不求某个更好的官职 至少可以逢凶化吉 也不想把钱放在身边招摇 毕竟大家都是读圣贤书考上来的 用圣人的道理做官 却背叛道理 放到明面上不好看 所以他一直很低调 县位如此张扬 让他感觉要出事 两个人行事方面有冲突 县令经常告诫县位 县位也看县令不爽 这次苏豹直接出手了 将县令弄得很紧迫 本来范言小阿武松 赶紧带着最近弄来的一笔财货 给京城的亲戚送去 还给京城的亲戚修书一封 信里面大概的意思是 我身边这个同事太脑残了 整天就知道炫富 早晚炫出事来 要么就会被上官知道了 派人来查办 要么就会被附近的盗匪杀父济平 也有可能被他冤枉的人报仇 我不能在此地久留 即便是没有肥差 只要差不多的位置 就赶紧给我弄一个 赶快离开这个傻逼 要么就把苏豹调走 把他调走是最省心的 可能是苏豹看出了什么 所以提前动手 想要陷害范言 还真被栽了 一天他早晨起来 发现官印不见 把范言吓坏了 这可如何是后 武侄多少了解些事情 也没废话 便将方法告诉了范言 范言听闻武侄的办法之后 目光闪烁难以置信 这方法倒别出心裁 只是能行得通吗 武侄自然行得通 但是要配合得好 一步都不能插错 只要大人能做到此事定成 失去的官印也能找回来 好 我听你的 范言在这种时候 也只有武侄说的这种办法了 武侄离去后 当天晚上 县位在衙门还未离去 范言在房间交集渡步 手中拿着一道官印盒子 里面是空的 什么都没有 他已经令人去放火了 走水了 走水了 不好了 快拿水桶 忽然衙门内传来交集的呐喊 荒成一团 冬院忽然火光冲天 此刻 县位苏豹正准备从他办公的地方起身离开 忽然范言一脸焦急地抱着官印盒子走了过来 二话不说 递给苏豹 衙门失火了 官印放在你这里保管 以免丢失 明月再交给我 范言说完转身 没给苏豹任何开口机会 等苏豹反应过来 范言已经离开 很快 刚才还行事匆匆地火灾消停下来 苏豹抱着盒子 打开一看 里面是空的 他顿时明白了什么 猛然脸上冷汗直流 这 苏豹心里忽感万分憋屈 烫手山芋 让县令又给扔回他这里了 本来苏豹这几天有些得意 准备看县令的好性 因为东西的确是他偷走 藏在很隐秘的地方 除了他之外 无人知道 如今县令这么一出 让苏豹有些措手不及 无法招架 这一招无解 县令用这狠招 如今范言已经离去 若是明日他苏豹交不出 岂不是要被质问弄丢了官印 第二天 范言早早起来 第一时间跑到苏豹办公地方等着 等苏豹来了后 范言也没客气 身边带着几个牙医 苏豹 昨日院中失火 我将官印交付你手 如今官印是否完好 大人 苏豹心里虽然一万个怨恨 明面上却也不会乱来 他拿出一个盒子 官印在此 不曾动过 哦 范言并未接盒子 让旁边的武松去拿 武松打开之后 里面果然有官印 武松是范言的亲信 因为范言缺人 为了对抗县位苏豹 所以才借上次武松打虎事件 将他提拔成了都头 武松知道事情 一看官印在盒中存放完好无损 顿时有些难以置信 比他更难以置信的是 县令范言 他很好地掩饰了内心的惊喜 绣袍中的手指 却是不停颤抖 失而复得 官印真的失而复得了 官位保住了 看来武职的方法是正确的 不但正确 也非常的高明啊 既然能肯定是县位所拿 想要让他交出来 他是不可能承认的 但采取这种方式 用空盒子套 他县位敢不交 当时火势紧急 谁有闲工夫查验官印 是否在其中 总之 我将官合给你 里面官印没了 那就是你弄丢的 当时和范言一起的 还有他另外一个清醒 这便是人证 县位偷走官印 不是县令 弄丢 也是他弄丢 如今这般以其人之道还其身 苏豹一肚子火 却也无话可说 东西既然已经回归 也说明的确是县位偷走 这个苏豹居然敢陷害于他 范言内心有些恼火 他也不是吃素的 之前范言没打算动县位 县位如此形式 已经是撕破了脸皮 范言不得不反击 否则他这个县令也白当了 第二天 县令便将早已经收集好的许多账本 证据全部准备好 并且 忽然有人状告县位苏豹 贪污受贿 欺占家宅等罪 范言立刻升堂 让人将苏豹捆了起来 苏豹这次算是真灾了 他就算再厉害 范言动真格 苏豹已经没有机会了 之前他只是很不下心对付苏豹 如今苏豹不仁 也不怪他 范言道 苏豹 这些年你鱼肉百姓 抢占人家田地 房屋 贪张王法 有人状告你 证据确凿 可还有意义 一条条罪状 还有状告他的村民 都在衙门堂上 也由不得他 苏豹尽管掌握些权 但武松在此 加上县令有些轻信 苏豹一旦被抓 面对这么多罪状 怕是无法翻身 苏豹是县尾 此事得上报福尹大人 由于证据确凿 所以很快定下来了 苏豹被打入大牢 一切财产没收 恕罪并罚 发配到孟州去服苦义 并且脸上次发配 孟州苦义红字样 防止逃跑 也是给这样的罪人 一生的耻辱 此刻苏豹 在牢中劈头散发 左边脸上有红色的刺子 已经不负之前的威风 今早 他就被牙翼带出来 压往上路 苏豹身穿球衣 脖子带着枷锁 整个人非常狼狈痛苦 县令范妍一身官服走进来 苏豹冷道 你好狠啊 范妍 你自己做了什么最清楚 一切都是你最有应得 本官不过是秉公处理 去孟州府苦义一生 就是你的归宿 范妍摇摇头 苏豹咬牙切齿 脸色扭曲 没想到啊 没想到我苏豹 居然落得这般甜点 范妍 我有件事不明白 说 范妍 苏豹双眼发狠 到底是谁 谁给你献祭的 否则你绝对不可能 想到用湿火空河 来套我的官印 苏豹只有这件事情不明白 其余的他都能认 是我 武侄从远处走来 他看着阶下球 苏豹笑道 苏豹 你的好运到头了 居然是你 看到来人 苏豹浑身一震 怎么可能是你 苏豹完全没想到 那种计策居然是眼前的武侄所出 这么说来 之前自己得罪了他 刚好自己栽到他手中了 武松 曹衡等人也是面色变化 原来之前的计谋 是武侄所出 曹衡有些惊讶 按道武侄奇思妙想 着实让人刮目相看 武松也没想 自己哥哥如此有头脑 苏豹被压着 得知真相后懊恼不已 若是自己不招惹他 也许他就不会心血来潮 帮助县令出谋划策 现在被带走的就是范炎 而不是他苏豹 苏豹后悔啊 他堂堂一个县位 居然栽到了一个平民身上 武侄出的这种计谋 一般人根本想不到 可惜现在说什么都迟了 武侄没再理会苏豹 和县令攀谈起来 苏豹脸上被刺字 这辈子都不可能翻身 以后不可能回阳谷县了 他家的亲戚 得知苏豹落难后 全部有多远逃多远 苏豹押走后 县令大人请武侄吃酒 范炎举杯拱手 感激道 多谢了 这次若不是你 我恐怕要受难了 敬你一杯 县令范炎一饮而尽 直呼痛快 武侣 以后你我也不要客气了 你救了我 以后我们兄弟相称 苏豹被扳倒后 他空出来的县位位 我让你做 不知道武侣有没有这个想法 范炎也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没有武侄出谋划策 他死定了 如今苏豹被发配孟周 他一颗心也落定下来 也着实佩服武侄的能力 县位 武侄内心一动 县位这个位置可不小 比武松还要高一个等级 有正式编制 只是这好像不是县令说了算吧 这个官职县令 是没有权利更改的 武侄 多谢县令大人 范炎白首 哎 叫我范炎即可 以后没有外人 再不要大人大人的叫 你我之间不谈这些 呃 范兄 武侄也不矫情 当即改过来笑道 这个线位位置 想要坐上 好像没这么简单吧 是没这么简单 范炎点点头 随后露出一副意味深长的眼神 但我自也办法 这位置可以停滞几个月 我让你暂待 如果你能做出一点功绩 我再让京城的人活动活动 问题也不大 两个人一交流 武侄也没拒绝 范炎坚决要将武侄弄上线位位置 反正谁坐都比苏豹强 对于武侄来说 如果他坐上这个位置以后 可是官方身份有正式编制 堂堂正正的地位 范炎还告诉他 这次武松压界苏豹发配孟州 也有去京城打点的意思 期间 武侄暂待线位职位 范炎回去之后 就弄好了手续 暂待一职 将许多东西转交给武侄 武侄如今身穿县衙的线位黑衣服 腰有佩刀 威风凛凛 摇身一变 成了线位大人 当这个消息发出告示的时候 整个阳谷县哗然 武侄当线位了 不能吧 这怎么可能 武侄怎么能当线位啊 你们还不知道吧 听说他破了大案 城中线位贪张王法 被线令给办了 还交代之前偷了线令官印的事 要不是武侄设计找回 现在倒霉的就是线令了 因为有功劳 加上武侄有些武力 所以线令 让暂待线位置之职了 武侄如何设计 拿回官印的消息 也散播开来 让当地的百姓直呼 简直绝了 哼哼 你们不知道之前苏线位 呵斥过武大人呢 结果现在被搞下来了 要不咋说武侄厉害呢 我看 他就是得罪了武侄 所以才落的这个下场 这做人还是不要太嚣张的好 这苏线位 不是什么好东西的 还是武侄手段高明啊 整个阳谷县的人 议论纷纷 当武侄的夫人潘金莲 丫鬟小蝶他们 知道消息的时候 也是一脸不可置信 太好了 老爷当官了 包括花子虚 王甘娘 谢西大 英伯爵等人都震惊了 真是厉害了 这就提拔了 而且一来就是县尾 可不小啊 花子虚 武兄果然厉害 不但帮助县令断案 还借此 爬上了县尾位置 太快了 县尾已经不是普通人 如果不是县尾刁难武侄 他也没必要参合进去破案 换句话说 这个位置 也算是县尾送给他的 之前武侄想的是 交接一些权贵人物 他的日子就好过了 现在看来 认识再多 还不如自己掌权有身份来的实在 武侄也很清楚 现在位置只是暂待 上面公文还没下来 如果想要作文 得有一些功绩最好 武侄倒也不着急 便回去了 武侄的店铺这些时日都非常稳定 无论是收益还是情绪值 都稳不紧张 他不用操心这些事情 白天去衙门熟悉一下公务 没事回来溜达 晚上和潘金莲一起睡觉 虽然有了身份 其实很多事情都是手下做 杨古县一天到晚 只要不犯事 县尾多半都是很闲的 武侄可以继续做他自己的事 现在你做了县尾 家里的事 你就不用多操心了 我会看着点 潘金莲在耳边道 担心大郎太累 武侄搂着金莲的胳膊笑道 虽说是在衙门 实际闲得很 只要杨古县不频繁出事 我没什么事 对家里的生意不影响 再说 也不用操什么心 手底下的人都能独当一面 每个月分钱就行了 夫人你就在家好好休息 养养身体 我看你最近似乎有些瘦了呀 大郎 还不是因为你 奴家都有些架不住了 金莲故作交态 拍打了一下武侄 随即背驰咬着下唇 武侄笑道 明天让小蝶炖点鸡汤 给你补补 嗯 金莲点点头 是得补补了 娘子 武侄将金莲扑倒 大郎你真坏 金莲闭上了眼睛 一脸红润 第二天 武侄在小蝶伺候下起来 和往常一样 洗漱完之后去了衙门 他走在大街上 武县卫出门了 县卫大人早啊 武掌柜 县卫大人这么早呢 路过的许多街坊邻居打招呼 相比之前的县卫苏报 武侄为人和气许多 很多人也知道 武侄和县卫之间发生了一些什么 然后县卫就倒台了 不得不说 很有手段 不管如何 他们很敬佩 武侄也没什么架子 打招呼还会多说几句 现在杨谷县都知道 武侄当县卫了 白天基本无事 武侄便回来家里 下午又和花子虚 英伯爵他们去吃了酒 这一顿武侄请 因为 花子虚帮了武侄大忙 而英伯爵 谢西大等人 听说武侄请客 热情的不得了 不过 以武侄如今的地位 他们也想要巴结巴结 自然不会让武侄花钱 武兄真是神机妙算啊 居然知道那县卫偷走了观影 还用如此方法拿回来 顺带坐上了县卫 真是佩服啊 英伯爵举杯笑道 谢西大也敬酒一杯 现在那苏豹发配了 武大人就是县卫 这以后 还得多多关照 关照我们这些弟兄啊 哈哈 花子虚一群人笑了起来 言语间 多有对武侄的恭维之意 之前他只是财主有点钱 现在不一样了 手中有权结交 肯定是没错的 散会之后 武侄回去看书去了 实际上 这段时间 武侄都在看书 任何经书 历史 四书五经 很多东西武侄都在看 武侄看书的速度很快 他悟性和财气提高 导致武侄头脑清晰 不但过目不忘 前世看的书籍 也在脑海中浮现 一字不漏 武侄虽然是一个厨子 前世他看过的书 却非常之多 如今全部记忆起来 加上这段时间看的书 武侄脑海中 简直就是一座文化的宝库 都是财气和悟性加点导致如此 否则武侄以前看书的内容 基本上忘了 如今全想起来 脑海都是文字信息 武侄在看书 小蝶在旁边掌灯 不打扰老爷 有时候老爷睡着了 他会搭上一件披风 给老爷搁着 这天 武侄照常去衙门 不过 今天范炎 衙门的县城和主包 都非常的着急 他们急得团团转 却也找不到解决办法 随后 范炎想到了县位 县城 大人 上次的事情 就是武县位解决 这次说不定武大人也有办法 主包 上次是计策之事 如今可不是计策 能解决的 叫武县位 也是难为他了吧 那这如何是好呢 县令范炎 也是副手而立 来回走动 这时武侄走过来 笑道 诸位大人 不知何时这么着急 看到武侄走来 县令范炎 顿时如见旧星 武县位 你来得正好 范炎着急道 最近我们阳谷县出事了呀 什么事 哎 范炎愁道 我们阳谷县这几年一直风调雨顺 可谁知 最近柳河村闹蝗灾 已经将那里的田地啃食 如果持续下去 附近几个村收成 肯定要受影响啊 此事关乎范炎的政绩 由不得他不着急 武侄一听 原来是蝗灾 他又和众人交流了一会儿 大致意思是 阳谷县附近有好几个村出现蝗灾 啃食老百姓的粮食 那些老百姓没办法都找到衙门来 想要有个解决办法 这是自古以来就不好办 天灾能有什么法子 范炎 县城 主保这些衙门中人 也是各个一筹莫展 他们承认 武侄足智多谋 能将县令的官印找回 但蝗灾是天灾 以前也有过 很难有好的办法 尽管没有办法 几人还是希望 武侄能想到一些解决方案 将目光纷纷看向武侄 武侄思索一番 有些难办 蝗灾处理不好 后果可重可轻 得看情况 在宋朝 各地县令会负责检查 巡视某个地方的蝗虫数量 自古以来 这也是必考课 因为在古代一旦发生灾难 还真没法治 如果发现某个地方的蝗虫密度比较大 就赶紧让当地的百姓进行捕捉 而蝗虫的繁衍 和其他物种的繁衍 有很大的区别 密度达到一定程度 会演变成蝗灾 这个蝗灾根本不受控制 一旦蝗灾彻底成型的话 多少老百姓 都很难起到效果 所以 县令最主要的一点任务 就是将蝗灾扼杀在摇篮里 有些地方发生蝗灾的概率大一些 当地县令需要费心费力 有些地区常年累月不发生 他们就可以轻松些 但县令毕竟不是神 总有可能疏忽的时候 比如 有的地方 县令发现某个地方有蝗虫 然后不想把这件事情给朝廷知道 所以就偷偷地昧了下来 然后老百姓想捕捉蝗虫 县令也不愿意 因为老百姓一旦捕捉蝗虫 就意味着他之前向朝廷的奏报当中 没有蝗虫就已经成为了假话 这么一折腾到这个地方的蝗灾 变得越来越大 转眼之间成为了一个区域性的蝗灾 就完了 解决办法也是有的 首先老百姓会把粮食能收得赶紧收 收不了的就只能瞪眼看 其次 老百姓会捕捉所有的蝗虫 能捕多少 就捕多少 再接下来 就是饿肚子 因为捕捉蝗虫的体量 终究比不上粮食给自己的温饱度 所以很多老百姓在那一年里面都会饿肚子 饿肚子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随之而来 极有可能会产生动乱 见五直也无办法 县令范炎道 我已经发了告示 谁若是能提供解决方法消灭蝗灾 本县会拿出八十两作为奖励 只是蝗虫密密麻麻 成千上万 怕也是无用啊 范炎看向五直 希望五直能说上几句 五直想了想 蝗灾这东西对古人而言确实缺乏经验 但五直思量一番 脑子里也并非没有办法 五直笑道 大人 这事就交给我吧 其实也不难 此话一出 范炎 县城 主保等人恶然 主保激动了 五线为此话怎讲 莫非还有解决蝗灾的办法 县城惊讶 五线为 你有什么方法 范炎双眼死死盯着五直 五直道 自然有法子 解决蝗虫 只要用鸡 鸭 鸟进行投放 便可以消灭蝗虫 听到这里 范炎道 五线为 蝗虫成千上万 用鸡鸭消除 这方法闻所未闻 再者面对成千上万的蝗虫 也是杯水车星吧 县城 这种方法听起来可行 实施起来 就不知道效果如何了 但目前来看 这是最好的办法 五线为可有信心 五直点点头 既然我提出此法 自然有信心 普通几只鸡鸭 自然解决不了问题 但如果大量收集 也未尝不可 我现在就带人去 我跟你一起 范炎一刻也等不得 蝗灾如果解决就是正极 如果解决不了 对他以后升迁 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他是最着急的 范炎 县城 主宝还带着些衙门中人 连同五直乘坐马车 立刻去了柳河村 众人来到这里的时候 好家伙 五直下车一看 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蝗虫 在天地之中飞舞 或者些在农作物上啃食 太多了 看得人头皮发麻 这时 五直问道 这附近可有大量的鸡鸭 由于官老爷在这里 村上的很多百姓围绕过来 听到五直说话 立刻就有一名老汉上来 大人 我们这附近养鸡鸭的每家 每户都有 至于大量的 在村南倒是有一个养鸡的 大概两百多只吧 不够 远远不够 五直摇摇头 这样 你们发动全村的人去找鸡鸭 有多少收多少 大人 您要鸡干什么 老汉惊讶看向五直 我有大用 可以解决黄灾 这个倒是可以收鸡 不过这么多鸡鸭 你们这里的鸡多少钱一只 五直问道 一大娘道 鸡大概十九文一只 要是鸭的话 可能贵点 二十二文 五直点点头 这好说 你们尽管收 钱我来付 五直算了下 大量收对于老百姓 自然是弄不起 但几十两银子就可以弄上千只 这点钱他还是不缺的 五直这一番说辞 众村民听说可以解决蝗虫 也不管有没有效果 立刻动员起来到附近许多地方 开始赶鸭 赶鸡 于是乎 方圆十里八村的都震惊了 这 好多鸡啊 不是鸡 是呀 好像都有吧 我的天 弄这么多鸡鸭干什么 路过的人都震惊了 听说 是咱们养骨县五线位 要解决蝗灾 这才收购的鸡鸭 不知道行不行 五线位 可是那五直 嗯 这五直真是个人才 这能行吗 这个谁知道 五直刚刚上任县位 位置还没坐稳呢 上面的文书没下来 只是赞呆 但这一番大动作 倒是颇有为老百姓着想的举动 管他呢 只要能解决问题 爱谁当谁当 诶 对了 五直家里 是不是有亲戚当大官啊 没啊 没听说过 这就奇怪了 没亲戚当大官 他又不是科举出身 怎么能当上县位的 不说了吗 这位置只是赞呆 事后 还指不定是谁当呢 行了 不说这个了 我只要田里的收成 我也来赶压 只要能解决蝗虫 对我们百姓 来说就是福音啊 方圆很多人 加入了赶压大军 场面非常壮观 前面一大片的鸡鸭 裹裹叫着 后侧方村民 拿着棍子胆 一时间鸡飞狗跳 凡是看到这一幕的人 都惊呆了 由于距离有点远 聚集起来需要花费时间 晚上五直和县令他们 就在附近村民家过夜 第二天早晨 很快 四面八方的鸡鸭 全部被赶到了柳河村 五直这一顿操作 就是范延 县城等人 也是目瞪口呆 这样真能行 大人 大概一千三百只 算起来三十二两银子 这是我们全村 所有人垫出来的 这是账本 老汉拿出账本 五直点点头 就要拿钱出来 老汉道 只要能解决蝗灾这钱 我们村民共贪 不用你们出钱 五直一听 顿时愕然 但还是将钱给了 他不缺钱 对百姓而言 分摊下来 也花费不少 五直的举动 让周围老百姓 一阵感动 五直笑道 这钱是县令大人出的 为的是解决蝗灾问题 钱的事 你们就不用管了 此话一出 旁边范延脸一红 五直无疑是在给县令 增加民心 大人 这真的能行吗 不少村民 很关心这个问题 五直点点头 一定行 现在将鸡鸭 全部赶到田里去 好 走 听大人的 将鸡鸭赶到田里去 这样做 虽然会损伤农作物 但总比被吃光要好 所以很多村民 将鸡鸭 全部朝着蝗虫聚集的田里赶 非常期盼 五线位的方法能奏效 而当一千三百多只鸡鸭 赶到田里的时候 好家伙 这里可谓鸡飞狗跳 畜生大军看到蝗虫 似乎非常兴奋 铺天盖地席卷过去 许多蝗虫被鸡鸭 啄着吃掉了 尤其是鸭子 那大口一口一个 面壮观 到处都是鸡鸭的身影 将这里的蝗虫席卷 才不过半个时辰 许多田里的蝗虫 被鸡鸭全部吃掉了 那些成年的蝗虫受到惊吓 有的飞走 但还有很多被吃掉 这里很快清理出来 鸡鸭到处游窜 还在吃 五只目光略向田里的情况 也松了口气 他看了一下 这里的蝗灾 其实并不是很严重 但如果继续扩大就麻烦了 那绝对不是家伙能解决的 阳谷县周边 都是一小股一小股 很多都是幼虫 家畜可以吃掉 即便吃不掉 很多蝗虫也肥走分散了 而蝗灾的蝗虫因为聚集 变得性情暴躁 身体会变色 导致体内产生毒素 只是这些鸡连蜈蜈都能吃 蝗虫再毒 也没有蜈蜈蜈蜈毒 这些家畜 吃了可以消化 问题不大 反而能养肥它们 蝗虫之灾 只要扼杀在摇篮中 就能解决 古代人对蝗虫的认识不多 他们认为 蝗虫是虫中之黄 是神虫 人们认为 蝗虫肆虐的地方 必定是当地官员失德 才会引发神虫来犯 即便闹灾 很多人等反应过来 蝗虫已经横扫粮食飞走了 之后就只能饿肚子 造成很大的动乱 现在五直出面 利用这种方法 暂缓了局面 之后再进行一些处理 就没事了 而看到这一幕的范炎 县城 主宝 以及在场的牙役和百姓 都震惊了 真有效果呀 这 这五线卫 真是神人啊 这种方法不是没人想过 实施起来的人不多 如今在五线卫手中 真的解决了蝗灾 等到太阳下山的时候 这里的蝗虫 基本已经没有了 范炎在原地激动的手指颤抖 看向五直的眼神 充满了敬佩 他身边能有这样的线卫 简直就是 他的福音啊 他好了 大人 蝗虫真的被吃没了 虽然田里有些损伤 但也大部分保留下来 不至于颗粒无收啊 多谢大人 大人真是神机妙算 这些鸡鸭吃掉了蝗虫 我们有收上了 许多百姓激动不已 对于百姓而言 收成大于天 很多人跪下来磕头 县城唏嘘 想不到五线卫 不但做的一手好吃时 懂得计策 还懂得治灾治法 主宝之前还有些不服气 五直当这个线卫 虽然是暂待的 此刻也是无话可说 不由拱拱手 五线卫足之多谋 今日我算是见识到了 原来蝗灾还可以这么解决 看来之前我们的质疑 都是多此一举 五线卫的计策 我们自愧不如啊 没有人比范炎更激动 提拔五直 当真是最正确的选择 现在他说什么 也要将五直这个线卫 位置扶正 此刻 面对在场诸多百姓的感激 五直则是道 大家不必谢我 一切都是县令大人忧心忧名 我们只是帮着县令 来治理蝗灾 钱也是县令出的 大家要感谢 就感谢县令大人吧 是啊 县令是我们阳谷县的好官 多谢县令大人 大人 今日就留在这里吃了再走 天色也不早了 许多百姓开始议论纷纷 而五直自己做的功劳 推在县令身上 增加县令的威望 不由让范炎感慨不已 按道五直绝非县位之才 至少也是三平以上官员的才能 范炎说了一些场面话 同时让附近村民转告其他地方 以后都用这种方法治灾 同时他对五直道 五县位消灭蝗灾立下大功 由此大功县位位置 复印大人一定能同意 听到这话 五直明白 他这个县位只是赞代 没有上面的文书和鞭策 在宋朝 有各种做官的途径 比如说科举 还有恩应 科举很好理解 恩应 就是我父亲是一定级别的官员 如果我是一男子的话 那么我和我的兄弟们 就可以受到照顾 如果我父亲的官够大 我们都会获得一个当官的资格 除此之外 就是靠举荐 有大官举荐 也有这个可能 但和一般老百姓没关系 如果五直有功 倒不是不可以得到上面赏识 毕竟县位也不是什么大官 范言 这次蝗灾消灭 我也安心了 我会将此事 上报东平府复印大人 再申请上报皇上 如果得到赏识 很快你的县位位置就能入册 多谢大人 五直暂代县位 也想坐实身份 当然 如果不行 也就算了 还有其他的途径 五直倒是不担心 五直他们晚上并未留在这里过夜 倒是和附近村民吃了一顿饭 村民连连感激 吃完之后有人问道 县令大人 这些鸡鸭 要不要我们帮着赶到阳谷县去 鸡鸭是他们买的 肯定是县令所属 县令摇摇头 不必 这些鸡鸭 你们明天赶着去其他村 帮着消灭蝗灾 事成之后送给你们了 众人听到这话 简直不敢相信 大人 这么多鸡鸭 只要我们帮其他地方消蝗灾 就送给我们了 村民一个个难以置信 要知道 这可是几十两银子 就算是他们分 也能分到不少呢 县令此举 让众多百姓更加感激 至于帮着其他村消灭蝗灾 这倒不是什么大事 也答应了 县令他们也没多留 当晚就离开这里 而蝗灾的事情 随着鸡鸭大军横扫 蝗虫很快被吃掉 自然也没了气候 焦头烂额的事情解决 范颜松了一口气 伍植道 县令大人 虽然现在蝗虫暂时止住了 但还不能掉以轻心 要动员附近的百姓 将散落的蝗虫抓起来 才能完全抑制 范颜 你说得很对 虽然家畜吃了一批蝗虫 但也有隐患要解决 只是 想要调动大面积百姓 完成这件事情 有点难度 不过我会下令 这还得看百姓们是否配合 伍植笑道 不用 我自有办法 看着伍植离去的背影 范颜不由冷了半天 随后思量 该如何写作表给上面 才能顺利乘到皇帝面前 此刻伍植回家了 手中多了一百五十两银子 其中八十两 是解决蝗虫的赏钱 还有五十两 是县令补充给伍植 买积压垫的钱 还多了十几两 县令执意要塞给自己 伍植剑推托 不过也没拒绝 其实 伍植知道这次能成功 主要是因为 蝗灾并不大 根本没有成气候 若真是那种大型蝗灾 所过之处 寸草不生 极为惨烈的情况下 用积压这种方法 也是根本行不通的 可以说 过于想当然 但对付小股蝗灾 还的确有点效果 也算是一种侥幸 第二天 伍植立刻散播消息 要抓蝗虫 三十只一文钱 有钱能使轨推磨 而听到消息的百姓 听说抓蝗虫有钱赚 还有些质疑 抓蝗虫能卖钱 这什么操作 但由于是五线 为散发的消息 有一定的权威 所以附近的百姓 总动员了 二话不说 立刻带着自家 所有亲戚 去田里抓蝗虫赚钱 伍植这一招 抓蝗虫赚钱的消息扩散 给当地造成了 很大的轰动 就是一些乞丐 听到消息 也跑到了田里 毕竟钱这玩意太香了 与此同时 伍植召集手下 开始传授他们 炸蝗虫的方法 不错 伍植要卖油炸蝗虫 他回来的时候抓了一些 伍植是厨师 知道怎么油炸 才能让蝗虫更加美味 所以不担心销入 加上他有十家店面 可以分销 伍植此举 既可以消灾 动用百姓去消灭蝗虫 又可以赚钱 还可以收集情绪值 还能更受县令以重 可谓一举四得 而方圆的百姓 听说抓蝗虫有钱 很多人都跑去抓蝗虫了 县令知道消息有些震惊 按道五县位 为了给本县消灾免难 居然自己花钱请人消灭蝗虫 县令感动的双眼飙泪 伍植面前有一口大油锅 低温油将无数蝗虫 扔进去油炸 要将蝗虫炸得外焦里嫩 还是有些门道的 并不是一口锅油就可以 首先 要用低温油将蝗虫炸得成熟 然后再用高温油 将其炸的外皮相脆 分为两道程序 这样每一只蝗虫 都是外焦里嫩 味道极好 若是换做一般人去炸 肯定是难吃的 但伍植各种操作下来 他让赵三品尝了一口 咔嚓 伍植知道 蝗虫的蝗虫是有毒的 但这股小蝗虫 其实也没多少毒性 如果是大型蝗虫的蝗虫 那肯定是不能吃的 所以 这点无需担心 再一个 经过高温油炸 再大的毒也会清零 伍植这可是反复两次油炸 潘金莲也在旁边帮忙 不幽道 大郎 这能吃吗 运哥也是道 伍哥 蝗虫很多人还是不敢随便吃的 虽然没有明文规定 不能吃蝗虫 但实在下不了口啊 伍植笑道 只要好吃的东西 就有人愿意吃 蝗虫也不是什么神灵之虫 多做宣传 加上我传播的收购消息 当这些消息扩散开来 就会有人好奇过来吃 赵三品尝后 咬在口里嘎嘣响 非常脆 味道似乎不错 以至于赵三瞪大了眼睛 老爷 这蝗虫味道太好了 想不到蝗虫居然这么好吃 嘎嘣 赵三很快吃了一个 原本排斥的心态也随着味道而消除 我也尝一个 我也来 看到运哥 小蝶 几个厨师 还有王达父子 都吃得津津有味 伍植情绪值不断地增加 伍植做这些 就是为了情绪值 第一 老百姓吃蝗虫很少见 这本身就是一种野味 还一个 很多人对蝗虫抱着敬畏心理 毕竟蝗虫一出 百姓收成全无 恐怖无比 而这样的东西让他们吃 会产生更多的情绪值 很快 伍植便油炸蝗虫售卖 十个四文的消息 很快扩散开来 而四面八方 抓了蝗虫的百姓 过来找伍植换钱 对于百姓而已 随随便便就能找到很多散落的蝗虫 能换钱 真是太好了 还有这几天 家畜大军在四周扫荡 四周人更多 一个个百姓在田里抓捕蝗虫 哎 到底是不是真的 这东西 真有人花钱要 当然了 先为大人收购 这遍地都是钱 不得了啊 听说已经有人卖到钱了 是啊 这么简单就能赚钱 大家不要闲聊 抓蝗虫要紧啊 抓得多得得多 许多百姓和家畜的加入 导致方圆其他的村蝗灾 也很快消除 人们疯了一般地去抓捕 然后汇聚养谷县 被伍植收购 很快 伍植几个店都堆积了密密麻麻的蝗虫 而手底下的人也回到店中 已经得到了炸蝗虫的真传 开始销售 刚开始 百姓都不愿意尝试 所以伍植采取的是免费模式 结果有人尝试之后 发现味道还不错 加上这种野味很稀奇 所有杨谷县很多人一听 都过去看热闹 看着看着也好奇吃了一口 结果蝗虫外焦里嫩 导致很多人都出手买 原来蝗虫这么好吃啊 以前听闻蝗虫是神虫 切 什么神虫 害我们没有粮食吃 吃了又如何 不错 这味道挺好 嘎嘣 我特么 真脆啊 这是蝗虫 这简直就是美食啊 一百姓吃了之后 连声叫绝 哎 要说咱这县卫大人 真是不得了 不但能除蝗灾 还能炸蝗虫 你们知道吗 县卫大人教的家住方法 很有效果 加上这一收购 好多百姓都抢着去抓蝗虫 我们四周的蝗灾 已经被消灭了 那当然 蝗虫现在就是钱 真能换钱呢 谁不愿意 要不是现在抓不到 我还要抓 我这次赚了几十文了 阳谷县各地百姓议论纷纷 甚至隔壁清河县的不少人 也都在传闻 情绪加三 情绪加三 情绪加四 看着店面口很多人开始吃蝗虫 钱也是源源不断的进涨 算出一切开支和收购的钱 一天的时间 五值就赚了几十两 钱倒是不在意 情绪值最近猛涨 五值高兴坏了 从开始到现在就没停过 几天时间 五值的蝗虫卖得火热 而它的情绪值兑换成属性点 加上之前的 现在已经达到910点 最近几天 增加的情绪值 除了炸蝗虫的之外 还有治理蝗灾等等 让五值短短几天 就暴涨了200点属性 当然 之前当上县位也有 马上五值就可以系统升级 开启记账功能和商城功能 一场风波过去 县令范炎 看到五值一顿操作 时长和主宝 县城他们在一起交流中 聊到五值 言语多有敬佩之意 范炎道 五县位手段何其高明 不但用家畜治理蝗灾 还用油炸销售 进行最后收尾 将蝗灾的隐患全部消除 又通过此举 消除老百姓 对蝗虫的害怕心理 真是神机妙算 县城 五县位乃是我们 阳谷县不可多得的人才 此次蝗虫消灭 他功不可没 主宝 当然 五县位是县令提拔起来 说来县令大人慧眼石珠 也是令在下佩服 哪里哪里 范炎笑了起来 他哪里知道自己 提拔起来的五值 如此机智 原以为他花钱收购蝗虫 是为了消灾 结果居然还可以油炸销售 这五值 不愧是做生意的大掌柜啊 五值帮助他解决大麻烦 让范炎对其印象更深 觉得是个人才 所以他思量许久 精心写了一封奏表 将五值立功的事情 找人快马加鞭 送往东平府 随着时间过去 东平府引陈文昭 先后收到武松的信件 和后面快马加鞭范炎的奏表 大致的事情 陈文昭了解了 只是后面县位之事 陈文昭倒是有些微词 五值一个卖饼的商人 家人无大官 自身无功名 空降县位之职 这是不可能的 他陈文昭 顶多给县令范炎一个薄面 让其赞待 但真正要取代 此事不合法度 所以他是拒绝态度 然而今日的奏表 他看了一番 却是一愣 用积压解决蝗灾 还奏效了 这 居然是这个五值想出来的 陈文昭震惊了 此事可以说是大功一见 而且上面写着 如果奏表当今宋徽宗 大面积推广 也是立民立国的好办法 这让陈文昭来了兴趣 他手中有一封奏表 大致意思是 抚引大人见境内蝗灾 忧心忡忡 为了解决蝗灾 不由私人掏钱买积压 配合一个提出方案的五值解决蝗灾 最后大获成功 将附近几个村的蝗灾一并解决 保住了百姓今年的收成 也让各地税收 减轻了压力 总之 上面总总言语 是以县令角度所言 客观地诉说了这些事情 其中还提到五值有功 现在暂代县位之职一笔带过 但这恰如其分的一笔带过 若是落在皇帝眼中 只要这个皇帝不傻 自会论功行赏 将其转正的 其中撇去了县令自身的功劳 将其功劳 推到了抚引陈文昭身上 县令之职 没资格直接上坐皇帝 只有通过上级转交 而作为义府支掌的陈文昭 绝对有这个权利 这说来 这个陈文昭和五值的弟弟武松 还有些渊源 根据水浒中 由于武松斩杀了西门庆和王婆 潘金莲等人 滋事体大 县令将案情报至 抚引陈文昭处 陈文昭得知情况后 敬佩武松 是个有情有义的汉子 要为武松翻案 只是西门庆死之前 贿赂过蔡金 蔡金命令陈文昭 停止翻案的行为 作为蔡金门生的陈文昭 在将武松的壮改轻后 不得不就此作罢 只好将其发配孟周 算是免了死刑 当然 这一切都是 建立在武松杀了西门庆之后的剧情 如今潘金莲和五值好好的 武松也没必要这么做 所以 后面的事情不存在 现在 陈文昭就要上表送徽宗皇帝 将此事告知皇上 根据宪令的奏表言辞 一来他自己有功劳 二来 也的确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而宪令此举 一来可以给五值请功 报答他几次解救 他于危难之中 二来可以给拂引大人邀功 让陈文昭平白得一功劳 陈文昭得了好处 自然会感激范炎 范炎也可得到拂引陈文昭的另眼相看 而器重他 至少对他照拂一番 做一定的靠山是没得跑了 陈文昭也没耽搁 立刻上了奏表 整个过程下来 需要花费一些时间 五值并不知道这件事 他清点了一下自己蝗虫卖了多少钱 最后一算账 有二百两银子 毕竟蝗虫也不多 卖不了几天 很快店铺 恢复了往日的生意 这段时间 五值铺子经营情绪值少了很多 五值想来 养骨县百姓经常吃他的东西 虽然愿意买 但情绪没刚开始那么猛 好在 五值今天已经挤满了一千熟性点 他内心有些激动 准备升级系统 他打开面板 熟性有一千点 五值怀着激动的心情 选择了面板旁边出来乍到的提升按钮 宿主等级提升 当前等级 牛刀小事 宿主所有属性全开 系统算账功能已开启 商城功能已开启 脑海传来一阵阵声音 面板属性后面的满级也全部消散 可以继续提升 面板左下角出现了算账两个字 右下角出现商城晶圆宝图案 将算账功能点开 脑海出现所有店铺的名字 以及下面每天的营业额 成本 以及收益计算的清清楚楚 五值看了下 大致和每月的收益差不多 这个功能只是作为监察 如果账出现较大出入五值才会警觉 五值将注意力转移到商城上面 点开后 一幅商城图框出现了 里面东西并不多 每一个都需要消耗属性点购买 看看有什么 五值打量一番 上面都是一些图册 书籍 里面有宋朝文化书籍 诗词 圣人古籍 秘方图 制言图解 铠甲制作图 冰刃图 火炮制作图 或者是植物种子 植物种子 目前只有辣椒 红薯 图很多 是对军事有作用 五值暂时用不着 而种子可以用来赚钱 宋朝没有辣椒 如果五值种辣椒进行推广 或者加入食材中 可以大肆敛财 价格不贵 书籍有的 只要花费五六点属性 种子只要二十点 价格不一 五值关闭了商城 打量眼前面板 姓名 五值 等级 牛刀小事 可提升 身高 一百七十厘米 可提升 颜值 八十 可提升 体质 五十 可提升 力量 一百五十 可提升 速度 十米每秒 可提升 物性 八十 可提升 财气 八十 可提升 谋略 八十 可提升 五力 八百零七斤 可提升 对于商城中的东西 五值倒是不着急 它对提升属性有兴趣 属性就是实力 能继续提升 五值才有更好的干净 等级 好像每次提升 会开启一些新功能 这次多了计算和商城 下次不知道是什么 总之可以让我在宋朝 更好的运作 倒是不错 只是系统升级后 情绪兑换属性值比例 好像拉大了 以前是一百比一 现在是一千比一 想来越到后面提升属性越强 需要花费的情绪自然更多 所以 比例变大 倒也正常 它也没介意 只要生意做大 或者做一些其他害人的事情 它照样能疯狂获取属性 此刻 五值一个人在书房研究完后 继续看书 现在它没属性点 想要购买东西 也没花的 这时潘金莲走进来 端了一碗鸡汤 大郎 吃碗鸡汤吧 最近也挺辛苦的 潘金莲知道 最近五值出去消灭蝗灾 来回奔波 亲自给五值煮了一碗鸡汤 潘金莲今日身穿红色长裙 身材高挑 双手捧着一碗热腾鸡汤 那乌黑的长发 被发簪盘在脑上 整个人修长缓缓走来 唇红齿白 面带微笑 这端汤的模样 让五值不由想起了 潘金莲给大郎喂药的场面 大郎 该吃药了 五值笑了笑 也就是想想 如今潘金莲是他的贤内助 五值喝完汤之后 将其搂着 潘金莲小女人的模样 五值则是将门给关上了 大郎 这是书房呢 书房也是咱家的房 怕什么 大郎 好大的虫 快 打他 时间缓缓而过 五值这段时间 就在家里看书 偶尔在院中钓鱼 白天看书之余 逗逗小蝶他们 晚上则和潘金莲打虫 这段时间 他也积累了十点属性 五值放着没用 这天 五值和往常一样 在家里看书 偶尔会去衙门 他比较清闲 基本不用他做什么 今天刚到衙门 范炎等人围了上来 一脸激动之色 手中拿着文书 还有一盘银两 火热地盯着五值 五值一愣 你们这是 五县位啊 不得了 不得了啊 有好消息告诉你 范炎几个人激动地说了半天 五值才知道 原来是范炎上奏服饮陈文昭 陈文昭将事情 上奏皇帝宋徽宗 结果宋徽宗给陈文昭 还有县令 以及五值 都给予了一定的嘉奖和赏赐 陈文昭得到了宋徽宗的赞扬 赏赐 还表彰了县令 至于五值 由于他是提出方案的人 所以给予了二百两奖励 最重要的是 五值的暂代县位之职 宋徽宗直接让五值坐实了 朝廷力部还来了人 见到五值后 很快给五值登记入册 等他们走后 五值的身份 变成了真正的县位 每月有十两银子俸禄 此次范延也得到陈文昭的书信 大致意思是赞扬他此次立功表现 让他好好干 以后有机会升迁 也表扬了五值几句 范延有了五值这个得力下属 很欣慰 非要拉着去吃酒 当然 五值得了赏赢 又坐实现位之职 自然是他出钱一丝一丝一下 五值感觉宋徽宗还挺够意思的 居然给了赏钱 还做了官 而且 宋徽宗将治理蝗虫的方法 已经进行了推广 虽然面对大型蝗灾基本无效 但对于蝗灾的萌芽发展趋势 有一定的遏制作用 还是有点用的 酒桌中 范延敬酒五值 热情的不得了 属于一场愉快的饭局 而消息也很快扩散整个阳谷县 所有百姓都知道 五值位置坐实 还得到皇上恩赐 一时间 整个阳谷县大街小巷 都在议论纷纷 我低个娘爱 五值被皇上赏赐了 你们听说了没 知道 知道 不但赏赐二百两 县位位置也入册了 被皇上封关 我们阳谷县 也算出了人物 哎 这个五值 不得了啊 王甘娘吞了吞口水 这五值 花子虚和花太监 以及殷伯爵 谢熙大等人知道消息后 也是骇人 谁能想到 五值居然还能得到皇上赏赐 作为一个偏远地区的小人物 得到皇上奖励 着实让人哗然 快看 五县位来了 五县位 五大人现在五值走在街上 很多人看到他都非常尊敬 热情打招呼 到哪里都是笑脸 五值也体会到了地位的好处 这一波情绪值五值提升了十五点 已经有二十五点了 回到家后 潘金莲 小蝶 赵三他们也知道 老爷职位 坐实 也很是激动 潘金莲笑道 大郎 皇上对你还不错呢 以后不是暂代职位了 大郎成了阳谷县 真正的县位大人 五值 嗯 这一点我也没想到 不过 虽然我有了官位 但还远远不够啊 这还不够吗 县位在阳谷县很大了 潘金莲愕然 五值摇摇头 本来这是高兴事 但五值想到宋徽宗 又算了一下时间 感觉不太妙 为何 因为根据时间 北宋就要遭难了 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耻 要不了几年 到时候 宋朝一片混乱 人心惶惶 体系崩溃 万民要陷入灾难之中 五值想到这个 感觉自己在这世界 有点不安全 所谓靖康之耻 是指靖康二年 经朝南下 宋徽宗建世威 便禅位于太子赵桓 始为宋清宗 最后 金人宫取北宋首都东京 也称汴京 卢走徽 清二帝 导致北宋灭亡 大量肇士皇族后宫非平 与贵清 朝臣等共三千余人 北上经国 宋徽宗的妻女 被金人所掳 变成了女巫 随后 宋徽宗第九子赵桓 建立了南宋 这不由得 让五值有种危机感 现在宋江还没死 北宋距离灭亡 算算至少还有五六年时间 本来一切和五值没关系 但万一到时候波及自己 金人到处杀戮 自己也很难周全 所以 他的位置要越高越好 到时候 是帮助宋徽宗赶走金人 亦或者是提前战队南宋 开国皇帝赵桓得到周全 就有了自主权 不过一想 这赵桓是投降派 主张投降义和金人 也不是什么豪鸟 先一步步看吧 目前五值要多看书 有系统他成为上层人倒不难 到时候掌握主动权 可以多项选择 而且 想要提升自己 他也必须要更多的情绪值 只有身居高位 才能大有作为 能源源不断获得属性 五值想到 再过三天就要科考了 先考个举人功名再说吧 宋朝是没有秀才制度的 直接就能考举人 考中举人就有了功名 身份绝对光宗耀祖 五值之前买书的时候 就抽时间提前报名了 只等科考 五值在系统中花费属性 购买了古籍 也使 九金 五金等书便开始领悟 书籍购买领悟后 根本不用看 选择学习 脑海就会出现很多感悟 众多文字信息自然知晓 这比五值看书还猛 融入新的书籍后 五值脑袋有些疼 由于这些书籍很便宜 每本才五六点属性 五值花费所有属性买书 脑袋有种炸裂的感觉 除此之外 宋朝很多书籍 比如三室 三礼 三传 明经 明法 孟子 论语等等 五值已经在家都看过 凭借悟性也已经融会 很多东西 五值无师自通 不由感觉精妙 他脑子已经成了古现代的宝库 这也是系统功能提升后的好处 如果是普通书生考举人 几率太小了 和中彩票差不多 五值看了这么多书 又购买书籍领悟 配合他的悟性和财气他 还是很有信心的 既然只有三天就要苛口 五值得准备准备了 好在之前科举消息来的时候 五值便提前悄悄报名了 他若是中了举人 才算是真正的大老爷 不但可以避税 甚至有些可以免税 举人可拥有上百亩以上 免填税 免数十一亿的权利 姚毅就是公家摊派下来的 无偿劳作任务 百姓投身举人 则可免除这种劳作 到时候 很多受不了税赋 还有姚毅的农民 就会投身为奴 投来田地 举人的好处太多 比如百姓见官要下跪 举人不用 甚至可以坐着一起交流 而五值的这一想法 也没有隐瞒家里人 潘金莲直到后 嘴巴成了凹形 大郎 你要科考 五值 嗯 考个举人 潘金莲面容震撼 难怪你这段时间喜欢看书 原来大郎你要科考 可是 怎么 你担心 我考不上 五值笑道 即便考不上 我又不损失什么 不是的 大郎 我相信你 只是我没想到 大郎你还有科考的心思 嫁给五值之前 五值就是一个卖饼的 谁能想到 还能有科考的一天 小蝶他们知道后 也是给他加油打气 小蝶 老爷 老爷你很有才 我相信你 一定能考上 小五笑道 老爷一定行 根据消息 这次科考第一考试解释 由于一些原因 地点就在清河县 所以 五值要尽快赶往清河县 这个地方 五值还是比较熟悉 之前他和潘金莲 就是在这里澄清 最后搬到阳谷县 由于五值要赶路 他还有公职在身 便告知了县令 范延得知后很是惊讶 五值要科考 这可是大事 当即让其放心去科考 衙门的事情 不用他操心 范延道 五兄 以你之才 日后必成一方人物 我在这里等你回来 另外 我再送你一些盘缠路上用 范延立刻给了 五值三十两 这是他私人掏腰包 这些钱已经不少了 五值自然是拒绝 但范延说什么都要给 万一真的高中 这可了不得 虽然考试很难 他其实也不太相信能考中 虽然五值很有能力 但考试是两回事 五值好像没读过书吧 但表面上范延还是恭贺状态 不但是他 县衙的主宝 县城得知 也是赶过来给五值送了一些盘缠 早日巴结 万一以后 此人飞黄腾达了 到时候就迟了 其实他们知道 五值不缺钱 这送的是人情世故 而这消息 很快传递整个阳谷县 当地的百姓知道后 引起了一片不小的震动 五值好像没读过书吧 这也能苛考 王甘娘知道后 差点笑了 五值很厉害 很有能力 他是承认的 也不能说五值就不行 实在是五值没读过几天书啊 五值几乎快成这里的名人了 这点底细 谁还能不知道 一时间 杨山县议论分成了两派 一派觉得能行 一派觉得不行 五值也没在意众人议论 告别县令之后 他将店铺交给了吴猛 五菜等人照顾 如今吴猛 五菜 还有一个厨师 负责主店的经营 五值没有继续开店 所以也给了他们股份分成 完全当了甩手掌柜 由于主店生意最好 他们也能和运哥他们一样分些钱 当然 大头还是五值 有了分成 这些人做起事来才有尽头 这也是五值想过的 而五值也没多耽搁 收拾好东西就上路了 离开阳谷县之前 县令范岩 还有花子虚谢西大 英伯爵等人亲自来送 花子虚拱拱手 五兄 祝你高中归来 我在这里等你 花子虚也给了一些盘缠 而且数量还不小 足足五十两 还说 如果中了举人 手底下的田地 想投在他身上 对此 五值答应了 五值坐上马车离开 县令等人 看着离去的背影 议论纷纷 其实这次能否考中 还是个未知数 可考哪有这么容易 但县位之才 众人有目共睹 所以还是带着那么一丁点的期待 毕竟 这些都是和他比较熟悉的人 五值中举 对他们只有好处 马车上 五值和潘金莲在 赶马车的是赵三 赵三为人憨厚老实 而潘金莲一个人在家 他也不放心 所以带上了 要去青河县 必须经过锦阳港 很快 马车就到了这里 看到一家酒店 五值 店家 上些酒菜来 赶车一会儿 众人也有些累了 好嘞 马上来 店家儿子见有客人到来 赶紧出来上酒 五值目光转了一圈 发现旁边有三碗不过港的字样 这里就是曾经武松打虎的地方 现在应该没老虎了 咕噜 咕噜 酒水上来后 五值一顿喝 不知道怎么地 体魄增强后 五值这酒量也是大的惊人 几乎可以和武松相提并论 其实算来 五值体魄要比武松更强 毕竟身怀八百多精力量 绝非常忍 其实 五值前世就喜欢喝酒 他若是不爱喝酒 也不会昏迷 自然也不会穿越过来 店家儿子过来一看 这位客官 三碗了 不能再喝了 我们这酒后劲很足 很练 喝了 就不能赶路了 不碍事 五值摇摇头 又上了几碗 看到五值 一连喝了七八碗 也是有些震惊 店家儿子一看 顿时摇摇头 随后想到了什么 上次有一个客官 也是酒量惊人 一连喝了十八碗 还打死了老虎呢 只要客官酒量好 喝多点倒也无妨 听到店家儿子的话 五值笑道 你说的可是武松 这时 店家老爹走出来笑道 正是那打虎英雄武松 说来此人可是奇人啊 喝了十八碗 还打死了老虎 五值笑道 店家说的是我弟弟 听到这话 店家儿子和老爹一愣 又看到五值 喝酒一碗接着一碗 这才恍然 老爹听到 原来那位英雄是你弟弟 那想来 您就是杨古县的五县位了 正是 幸会幸会 真是一门两英雄啊 店家老爹一听 顿时来了精神 五县位上次消灭皇宅有功 听说还被皇上赏赐了 也是了不得的人物 您和那武松一样 都是附近的名人啊 原来是亲兄弟 难怪酒量如此好 店家老爹和儿子 都是唏嘘不已 能这么喝的 还真没几个 除了武松 就是眼前的五县位了 喝完之后 武职还能继续赶路 店家老爹和儿子 望向武职他们离去的背影 也是酒酒无语 他们怀疑自家的酒 是不是有问题 但是自己喝了之后 和原来味道一样 没问题啊 店家老爹摇摇头 这武松哥哥武职 也不是一般人啊 经过一段时间赶路 武职他们 也没遇到什么老虎 俗话说 一山不容二虎 武职他们很顺利 回到了清河县 说到清河县 潘金莲还是记忆犹新 这里的记忆并不好 是他作为丫鬟的经历 如今 能以五县位的夫人身份回来 也颇绝感慨 武职他们到清河县 便回了家里 家里完好无损 只是武职他们回来 被清河县的张老爷 和张夫人知道了 有丫鬟看到他们 并且禀报了张老爷 武职没认出来 但潘金莲他们是认得的 不过武职的名声 已经传播到了清河县 说是病愈 身高和长相都变了 还成了武县位 就是不知道 跟着潘金莲的那个男人 是不是武职 想来也不太可能 人再怎么变化 也不可能变成那个男人一样吧 张老爷有些意外 此事当真 丫鬟道 老爷 千真万确 我看到了金莲 那旁边一个男人 我倒是有些认不出来 但根据传闻武职 生病变样的事情 这谁说的准 是不是武职呢 如果不是 那金莲岂不是又找了一个夫家 丫鬟倒是比较倾向 第二个可能 张老爷眉头一皱 快 给我备车 我要去看看 张老爷早就知道武职的事情 其实他关注很久了 一直在想要报复 只是没这个胆子 如今 武职成了武县位 他弟弟打虎英雄也回来 张老爷根本不敢 潘金莲如今回来 还带了一个不认识的男人 他说什么 也要去看看 若不是武职 那就是野男人 张老爷马上就坐车到了武职的家门口 顿时看到一辆马车停在门口 张老爷死死盯着房里的人 潘金莲看向门外 顿时一惊 躲在武职背后 大狼 怎么了 武职见状 朝着门外看了一眼 原来是张老爷 张老爷武职有印象 当初他找了几个人过来找麻烦 被武职打跑了 要不是周围有人认出 这是张老爷的家仆 武职还不知道是谁找麻烦 武职道 张元外 你到我家门口做什么 武职大步走了出去 张老爷看到武职一脸震惊 你是谁 毕竟眼前的武职 个子不算矮 长相和武职也有区别 武职 我就是武职 张老爷震惊 不可能 武职我又不是没见过 你不是武职 难道传闻是真的 你 张老爷想到 传闻中武职病好了 和他弟弟 无论是身材还有长相 都有些接近 这 若不是亲眼所见 他真的不相信 但此人不是武职 又是谁 他自己也承认了 而潘金莲在武职旁边 武职道 张元外 上次的事情 我还没找你算账 武职再次走出 张老爷反应过来 如今武职样子变了 还是武县位 本身开了很多家店铺 已经不是当初 那个卖饼子的大郎了 尽管难以置信 但看着架势 在根据传闻 看来还真是了 张老爷笑道 上次 上次的事情是个误会 我过来是亲自 给武县位赔罪的 这不是上次我的家仆 冲撞了大人吗 其实上次 是我那家仆不长眼 跟我没什么关系 我已经教训了 我那些不懂事的家仆 正想找个机会来陪李呢 这不看到 您回来就过来了吗 还请大人不要责怪 这是一点小意思 张老爷见识不妙 立刻陪李道歉 让身旁丫鬟递过来 三十两银子 他还真惹不起武职这个纤维 何况此人武力强大 万一惹怒了 自己吃不了兜着走 武职见状 让赵三将银子收下了 武职 既然是误会 算不得什么 张员外不说我都快忘了 张员外的好意我领了 我还有事 张员外自辩 张老爷拱拱手 武县位有事就先忙 以后有机会再请大人喝酒 张老爷有些尴尬 赶紧走了 看到张老爷在武职面前这般模样 潘金莲目光一脸崇拜 当初张老爷可是他心中极为害怕的人 却在自己相公面前陪笑 让潘金莲也是感慨 大郎 张老爷现在不敢惹你了 潘金莲道 武职点点头 他一个土财主 只是不愿自找麻烦 得罪我罢了 县位好歹也是一个官 若是我考中了举人 身份地位还能高涨 武职和潘金莲在房间收拾了一下 住上几天他就要磕口了 所以在房间温习 晚上赵三在楼下睡 武职和潘金莲在二楼 入夜赵三睡得迷迷糊糊 他做了一个梦 梦到整个天上地动山摇 嘎吱嘎吱的木板响声持续了好久 也许是赵三喝醉了 等醒来又没听到声音 觉得很奇怪 昨天搭治的是真相 隐约还传来奇怪的声音 也许是喝多做梦了 赵三摇摇头 早上 潘金莲像个乖巧的小猫咪一样 武职说打虫 他很听武职的话 这天 武职在认真看书 他知道科考不能思考 得看主考官是何人 揣摩主考官的心思 写出符合主考官的文章 才能高中 文章写得再好 若是不对口不讨喜 也会被刷下来 武职不知道 这次清河县的主考官是谁 所以他要运筹一番 刚好这天张夫人听说潘金莲回来 想要过来看看潘金莲 心思很复杂 他不太相信 潘金莲如今过得这么好 顺带也是提张老爷 缓和两人之间的关系 又送来一些绸缎 银粮等物 张夫人看到潘金莲 如今身穿华服 头戴华贵饰品 这才相信一切是真的 当初他的那个丫鬟 已经是贵夫人了 所以张夫人态度很好 不会将潘金莲 当成以前的丫鬟对待 武职和张夫人聊了几句 张夫人看到武职如今模样 也是震惊 好一个武职 长得和以前很大变化 脸上多了一些英俊之气 倒是让张夫人意外之极 难道世间真有传闻中 武职的这种病 但想来武松高大威猛 能打虎 作为亲哥哥 得一些怪病长得不太好 如今恢复了 也许有可能 而武职也告诉了他要苛考 想要打探一下 这次主考官是谁 张家平日和县令有些瓜葛 听到这话 张夫人立刻回去告诉了张老爷 张老爷为了和武职言和 所以去了一趟衙门 打听到了 然后告诉了武职 武职得知 主考官是一个叫做增部的人 这才恍然 知道该怎么写文章了 也对张老爷感谢了一番 毕竟也算是帮了他大忙 看到武职的态度变化 张老爷才松了口气 知道武职要科考 其实张老爷也颇感震惊 心想着卖饼子的武职 这是想一步登天啊 一个县位 难道还不够 他们只是觉得意外 但科考人人有份 人往高处走 谁往低处流 也没什么 这天 科考开始了 武职进入了科考的衙门 外面潘金莲和赵三等待 武职虽然满脑子书库文化 还是有些紧张 这是武职穿越过来 第一次经历古人的科考 里面环境不是很好 一间一间的小阁房 他看到很多书生 已经在这里了 大家都很紧张 关于举人的相关考试 内容还是很多的 没两把刷子过来 连题目都看不懂 此刻 武职进入考试状态 一共分为三场考试 有三天的时间 让考生做题 内容有五言八韵诗词一首 测问题目 经史 实物 还包括四书五经内容 师父 测论 经文篇幅 除了三场考试之外 还有副试 第一场是关于诗词 要五言八韵 还有测论四篇 第一首诗词 对于武职来说不难 但这里面有很多问题 却也不能马虎对答 对答过程中会引用典故 但也不能随便用 其中还有精益文章等等 总之想要写得好 其中思路不能单一 完全是别人的论点 要有自己的见解和理论 最主要得符合考官的思想 这个是重点 武职打听到 这次主考官是曾部 此人身居高位 受到宋徽宗宠信 而且是王安石一派 主张变法的新党系 武职对曾部有一些了解 他以前看过很多历史 曾部十三岁时 父亲去世 跟随兄长曾拱学习 得到了王安石和韩维的推荐 曾部得以上书严正 得到宋神宗的重视并被重用 在王安石变法关键时期 发挥了重要作用 后来在试一法的争论中 曾部被认为阻挠了新法 而贬折出外 在外地多方奔波为官 宋神宗驾崩后 高太后垂帘 就党执政 曾部又因坚持不变一法 而未进入权力中心 直至宋哲宗亲政后 才得到重用 重新开展变法事业 被认命为疏密使 但又与同为新党的张敦爆发矛盾 端王召集继位后 张敦因反对被贬折 曾部被徽宗任命为幼仆业 并排挤掉了 作为左仆业的韩忠燕 又和新任左仆业 蔡经爆发矛盾 被一再贬折 最终死于润州 终年72岁 死后追赠官文殿大学士 嗜好文素 可以说 曾部是王安石的坚定变法者 还在前些年 拥戴了宋徽宗上位 如今曾部官职幼仆业 乃是朝堂宋徽宗的 左膀右臂 权力很大 最近南府受水灾 顺带安明星 以免出什么乱子 刚好他老家在这一块 所以就定在清河县担任主考官 很快 试卷发在每个考生面前 每个人都很紧张 题目事实是可知也 此题目来源于孔子 曾经此章问孔子说 今后时代的礼仪制度 可以预先知道吗 孔子回答道 商朝继承了下朝的礼仪制度 所减少和所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 周朝又继承商朝的礼仪制度 所减少和增加的也是可以知道的 将来由谁来继承周朝的礼仪制度 就是一百代以后 也是可以预先知道的 大致意思是 后面的制度 大都是上面传承下来的 但你 如果按照这个题目去说 很容易将自己 说成不支持变法 变革的一派 而这个制度 你也不能随便乱写 若是对其指指点点 搞不好会被当成乱党关起来 这时候 别说什么高中 弄不好小命都得交代了 但是 孔子也并非是坚定不变的一派人 他其实并不反对变革 但这终究是口头上的 内心如何想 就没人知道了 这样的一道题目 伍植在想到 宗布就是支持变革的一派 如果这时候 你写一篇保守的文章 即便你写得天花乱坠 妙笔生花 落在主考观眼中 也是次一样 不可能有成绩 所以 伍植知道怎么写了 文章要写好 中心思想是支持变法 但也不能写得过于张扬 写法要隐晦 因为写出不好的东西 很有可能危害自己的性命 所以一定要严谨 思虑再三 而伍植脑海中有很多文章 思维一番 便有了主意 他将以前看过的一篇文章 直接搬到试卷中 大致意思是 赞扬年轻人敢于创新 有改革的进取精神 孕育了希望家国强大 繁荣昌盛的伟岸精神 当然 还需要将文字改变一番 首先是支持 以此论点上在进行测写 既不张扬 过于夸张 也蕴含了其中的改革之意 而这篇文章 就是少年中国说 伍植写了好一会儿 看到试卷上黑压压的清晰字体 又仔细翻阅四五遍 确定没问题后 才松了一口气 伍植写文章过程中 没有丝毫的停顿 他还是比较满意的 本身 伍植搬过来的这少年国说 就是经典文章 是以前众人公认的 梁启超最具激烈 积极的文章 谁知道梁启超 写这篇文章 多少个日夜琢磨出来的 估计梁启超同志也没想到 有人将他的文章 搬到了北宋的考场上 变成了伍植轻轻松松 短短时间写出来的文章 文章中有一句 比较经典的句子 便是 少年治则国治 少年富则国富 少年强则国强 而且 试卷上的书法 写得也很好 伍植这段时间练习书法 悟性和才气加点 导致伍植书法进步很多 当然 他不会在试卷上写兽晶体 毕竟他不知道 现在宋徽宗 有没有研究出兽晶体 再一个 考场有规定 书法要统一 为了防止考官通过字迹 看出文章作者 防止作弊 即便如此 试卷上的字 写得端正清晰 有一种优美之感 却也不失苍境上境之意 如果不看文章 仅是看字迹 就有一种迎面来的特殊观感 让人印象深刻 此刻武执看了一下 旁边许多考生级的刘汉 正在思虑如何答题 而武执已经写好了 包括诗词部分 总之感觉也不是很难 后续考试主要写好变法 和夸赞宋朝即可 三天过后 武执考完了 不得不说 提前答题之后 显得很无聊 其他考生不觉得三日很长 因为他们答题 还嫌时间太短 武执提前写完 着实很难熬这么长时间 考试中是不能交流的 写完只能自己待着 看着前方的隔板 偶尔听到前后方书生 在小隔中 方便的噼里啪啦声 考场书生一切急事 都得在这小隔间中 所以有些臭气熏天 好在终于出来了 武执出了考场之后 长呼一口气 外面的空气真新鲜啊 大郎 武执刚刚出来 潘金莲便跑了过来 后面跟着一脸激动的赵三 这几天可累坏了 他们在外面等得也是无聊 潘金莲 大郎 考试发挥的怎么样 武执点头 还行吧 赵三激动了 老爷厉害啊 我看其他考生出来都很焦虑 只有老爷你云淡风轻 嘿嘿 不愧是老爷 赵三可敬的拍马屁 赵三跟随武执 因为武执对这个家谱很好 所以赵三一心跟着武执 俨然成了他的跟班 考试完之后 武执和潘金莲便回去了 当晚 武执和潘金莲一阵嘎吱 赵三睡得迷迷糊糊 第二天 主考官看着眼前堆积的考卷 也不由得赞叹 大宋的文人之事 读书人太多了 许多考官都在忙 曾步也在审阅考卷 看了几份考卷后 曾步也没发现什么新意 写得很稳 也看不出有什么水平 这些考官要求很高 若是这些考卷 拿出和普通人文章相比 自然是出类拔萃 但这里是考场 文人聚集之地 很难越众而出 要从众多考卷之中 挑出亮眼的 才算是好文章 看了半天 曾步眉头一皱 这些都不符合他的想法 偶尔有几个好的 但终究是缺了点什么 就在这时 旁边有考官惊呼 这文章妙啊 副考官这一声 让旁边其他考官眉头一皱 纷纷看过来 曾步也望过去 这人立刻脖子一缩 随后自己慢慢欣赏 曾步留心了 既然那考官说是好文章 他倒是想看看如何好 看了这么多份考卷 他都不是很满意 等那考官看完之后 递交到他这里 他才审阅起来 刚刚看到考卷 曾步便注意到了刺激 其实考场的书法是统一的 以免考官通过考卷字迹 认出考生 防止作弊 还一个便是腾禄 也可防止作弊 就是将考生的试卷 全部腾抄过路一遍 阅卷者只能看到 腾抄过后的试卷 彻底杜绝了通过字迹 按语等给人勤奋的可能 和胡明法一样 腾禄法也经历了一个 自上而下的推行过程 只是 这个时期还没有腾禄制度 但进行了随机分送考官 和考生查卷批语的制度 所以也相对比较公平 曾步看着考卷 即便有统一书法 考卷上的字迹 还是让曾步惊叹 统一的书法 考生能写得如此工整 清晰 却也是非常难得 没有一定的功底 写不出这样的字体 限制能如此 若是让这位考生随意发挥 那写出的字 岂不是更加放荡不羁 恢弘大气 他能看出 这字中有一种 深厚书法功底的味道 一般人写不出 当然 仅仅是书法 只是加分项 真正要看的 还得其中的内容 曾步怀着期待的心情 开始阅读其中的文章 曾步本来平淡的脸 随着阅读表情 变得震惊起来 文章开头 乃是实事可知也的议题 随后下面文艺变换 转入极法之上 创新的词句 改革的突破之意 有种词旧迎新 比风锐利的进取之感 整个文章浑然一体 上下呼应 以至于曾步一口气看完 还意犹未尽 内心深处 有一种酣畅淋漓之感 顿时好像有一股 火焰在胸膛燃烧 只有脑海 让人精神一震 顿时生出了 勇猛的变革意念 好一句 少年强则国强 好一句红日出生 祈祷大光 何出浮流 一泻汪洋 妙 实在是妙啊 若不是看到这文章之精妙 曾步还无法理解 刚才那考官 为何如此实态 即便是曾步阅读无数考卷 看到这一张考卷 也是难以平静 这文章绝对写出了他的心声 他自己都不曾写出 如此精妙表达自己思想的文章 这考生居然完全表达了出来 此乃大才啊 曾步属于变革的一派 又是新党 看这文章 简直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何况此文章 也的确充满了锐气 当然 这文章若是落在保守旧派的眼中 怕是要当场跳起来 抓住考生关押 此乃世间一等一好文章 曾步不由如此想到 这是对这位考生的极高评价 他曾步不知道 见识过多少文人默克 士大夫的文章内容 唯独这一份考卷 深入他心 完全符合他内心的思想 引起了他的共鸣 曾步暗道 此人若是在朝为官 岂不是他的左膀右臂 新派之中 又曾一元猛将 曾步又仔细看了两遍 还觉得不够 不由好奇 这是谁写的 看到曾步一口连赞 旁边其余考官 有些坐不住了 大人 这文章 拿去自己看吧 曾步知道众人所想 将考卷递了过去 其余众考官看了之后 恍惚了半天 且不说他们自己的思想是如何 仅仅是从字迹 文章隔掉 内容 那种慷慨的激昂 就不是一般人能写出 这文章真是极好啊 难怪大人如此赞叹 就是我看了之后 也觉此乃大财之文 非一般文人所能做 少年志则国志 少年父则国父 少年强则国强 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少年自由则国自由 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少年胜诸国 则国胜于诸国 少年雄于天下 则国雄于天下 这 如此精妙之文 我毕生罕见 尤其是其中一句 少年强则国强 众考官相互阅卷之后 都是惊叹 少年才是一国之未来 只是能写得如此精妙者 难啊 这天下之人 谁不希望自己家国强大 不受外人欺负 即便曾步如今年老 看到这文章 也激发了他心中的少年雄心 这样的文章 必定出自满腔热血之人 但这一份大财热血 应该为朝廷效力 否则就可惜了 在场的考官都承认 此文章非常好 即便有和文章 思想冲突的考官 也看得很有激情 当然 即便有少许冲突 他们还是会顺着曾步的话说 这文章也的确是好 在场的考官 夸得这份考卷 只有天上有 为了迎合曾步 只是虽然这份考卷好 曾步也不好直接开口列为第一 忽然一考官道 大人 此卷是目前所有考卷中 最为出色的一份 不如就将其评为榜首吧 又一考官道 不错 此考卷的确不凡 可列为榜首 听到这话 曾步知道稳了 但还是要装一下的 嗯 先不着急 其他的考卷还没看完 等阅完之后 再做定夺 接下来 一切按正常程序走 其实大家心中 已经知道了榜首 其余的走个过程而已 免得有人说 他们作弊 注意在前 后面这些考卷相比之下 都有些乏味 当然 也有揣摩到主考官心思的 但和五值的考卷比起来 也差了三分 许多考官选出来的好文章 到了曾步手中 也仅仅是看了一遍 便扔在一旁 曾步选了些考卷 然后和众人开始准备排名 此刻 东方的太阳 已经升腾起来 还有后续的很多程序要走 所以 还需要几天时间 曾步也是尽心尽力 不敢马虎 这时有考官笑道 大人几天劳累 不如歇息一天 再进行放榜 以免劳累了身体 曾步摇摇头 我曾经也是从考场走出 知道考生焦急的心情 还是早日弄完放榜吧 其余考官 又拍了几具马屁 此刻曾步在五直的考卷上画了一个圈 他很满意这位考生 若是将来他在朝堂之上 绝对是他们新党的顶梁柱 若是有了此人 加入他们的变革队伍 大宋未来何仇 要知道 人才是非常难得的 有一位新进成员 在朝廷掌握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力 与保守派进行争夺 会有很大的动摇力 有时候 一些竞争只需要一个人才 哪怕是一个 也可以撼动风云 帮助他们完成变革 曾步想到 王老虽然已经出了朝堂 但心系改革变法 若是我们这一派 能完成王老的变革 他老人家即便是他人入土 恐怕也能瞑目了 若是在有生之年能看到那一天 王老一定很欣慰吧 曾步是王安石的门生 王安石早已被罢关 因为变法不利归了老家 也是他毕生的遗憾 他的变法是以生产 富国强兵 挽救宋朝危机为目的 以理财 整兵为中心 涉及各个方面 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 充实了国库 提高了防御力量 对地主和大商人不法得力 进行了打击和限制 因为动了上层人物的利益 很多人阻拦 其次变法实施途中 变成某些官吏 用来敛财的理由 打着变革旗号 大肆搜刮钱财 压榨百姓 不与配合导致完全弄魂了 所以变法想要贯彻下来 从上到下是很困难的 放榜吧 随着层步一句话 一份榜单已经列了出来 悬挂衙门口 此刻 外面早已等待许多考生 和观看热闹的百姓 自古以来 科考便是所有百姓关注的大事 谁落榜 人生低落 谁又高中一飞冲天 辉煌腾达 都看今日之榜了 伍植 潘金莲 赵三 已经在这里等着了 四周还有许多考生 伍植没有和那些书生一样聚集交流 因为他没读过书 也没有同窗 看到那些人议论纷纷 伍植很淡定 书生会因为这次考试 而改变命运 如果不中 需要等待三年 如果三年之后 还考不中 还要再等 几次便过了十年 岁月蹉跎 自古以来 不知道多少书生 伤春悲秋的故事上演 所有人心情不安 潘金莲此刻比伍植还激动 他希望老爷中 也知道几率太小了 如果大郎不中 他也不会失落 会宽慰伍植 让他想开点 若是中了自然更好 皆大欢喜了 赵三此刻也很激动 榜单已经出来 众人一拥而上 伍植内心也是有点紧张的 因为这次失败 伍植以后也懒得考了 伍植比一些书生强壮 众人都在挤 他也在挤 一些书生挤不过伍植 本来想要瞪一眼 一看伍植比他强壮 则闭嘴了 看榜之后 现场很快传来了 哭天喊地的声音 有的人跌倒在地哭泣 有的人高兴得脑袋晕眩 正在慰问他的祖宗 喊爹喊娘 现场很是混乱 伍植被吓坏了 按照这也太恐怖了 看到这么多人 神情因为落选和高中 表现出来的姿态 伍植也是小看了苛口 很多落选的 甚至恨不得当场撞死了才好 而在榜上的考生 看到自己的名字 恨不得激动地撞墙 这一点也不夸张 活生生的命运转折点 让人无法掩饰内心的情绪 还有的人笑得跟疯子一样 其中就有一年轻书生 仰天长笑 那笑声中蕴含哭腔 双眼飙泪 爹娘 我中了 我中了 哈哈 而且还是第三名 太好了 爹娘 孩儿这么多年寒窗苦读 终于高中了 此人上榜前三 直接就是老爷身份了 和之前的自己 可谓天差地别 这样的成绩 以后怕是 还能高中进士 他以后是要做官的官老爷 官名天地之差 他这一走上去以后 青云直上 再也不是普通百姓 命运也会因此 得到巨大改变 光宗耀祖 让家族极为风光 而伍植此刻抬头看去 再找自己的名字 他的名字写的是伍植 他首先看的就是第一名 此刻伍植呼吸急促 他也希望自己忠 但真到了这一刻 他还是有些紧张起来 他死死地盯着第一的位置 便看到了他的名字 饶事伍植早有心理预期 此刻看到 也是浑身一颤 真的是第一名 他中了 他中了第一名 绑手 伍植惊呼 旁边不少人感受到伍植激动的神色 顺着目光看去 他们看到了第一名 第一名是伍植 此人是谁 不认识 我认识 他是清河县的人 小名武大郎 听说此人跑到了阳谷县 如今已经成了武县位 还听说此人得病之后好了 你说的 可是那被皇上赏赐的武县位 不错 正是他 众人纷纷看向伍植 听到伍植念叨 自己是第一名 不少见过伍植的人惊讶 伍植中了第一名 又不是你 为何你说自己是第一名 对啊 莫非是眼花了 伍植 我就是伍植 听到这话 旁边几个人目光呆滞 伍植不是很矮吗 你倒我没见过 你不是伍植 现场沸腾了 居然有人冒充第一名 主要是伍植外貌变化有些大 这些人不认识 也不奇怪 但现场也有阳谷县的人 他就是武县位 我见过 他长相是变了 据说是变好了 不错 我也认识他 虽然有些不可思议 但他的确是伍植位啊 没想到 这次伍植位中了榜首 恭喜伍植位高中啊 恭喜伍植位 旁边有几个阳谷县 看热闹的人 拱拱手 四周轰隆一声 直接炸锅了 他居然是伍植 我的个娘儿 这变化也太大了吧 而且他还高中了第一名 榜首啊 现场所有人知道 是眼前的伍植中了之后 沸腾了 所有人交头接耳 纷纷将不可思议的眼神 投过来 有人见过伍植 不曾想伍植变了模样 也是震撼的无言 更有人过来恭贺他 大郎居然是榜首 太好了 潘金莲看到榜单 一张小嘴 已经合不拢了 赵三更是蹦了起来 他家老爷重了 这 这什么概念 还是榜首 伍植以后要是高升 他赵三是跟班 还能差了 赵三比谁都兴奋 仿佛是他高中一样 潘金莲更是激动地抱住伍植 毕竟自家相公高中 这是天大的喜事啊 这时有人赶紧过来拱手 恭贺谢元公 谢元公 许多人开始称呼伍植为 借元公 谢元公就是第一名的意思 更多的人知道 伍植中的借元 过来打招呼的 除了一些乡绅百姓 还有就是些重榜的考生了 那些落选的考生 倒是没这个心情 在一边待着惆怅 重了的 赶紧过来和伍植拉好关系 至少混个脸书 万一以后在朝威官也好 有个照应 尤其是第一名借员 官职前途肯定比他们大 必须抱大腿 伍植拱拱手 给他们回礼 也恭贺其他重榜的书生 现在的伍植 已经是举人身份了 是预备官吏 其实 伍植已经是官了 但和举人还是有些差别 资格和身份不一样 举人身上有睡免症 县位没有 一些地主为了避税 可以将田地挂在伍植名下 给予一点好处 田地多了 伍植不用做事 都能收到不少钱 这也是为什么 那么多人 想要可考出人头地的原因 要知道 很多人一辈子 能考个举人就到头了 即便如此 也足够他们翻身 不过 举人有不好的地方 就是 虽然有官可做 很多到死 也只能六品到头 其中也有例外 有的举人出身 也可做到一品官职地补 但这太少了 许多考生 他们也不是真正想要 中举做官 他们只是 想要当一个地主 赚够钱 比如你中了举人 很快会有人将田地给你 给予你好处 白捡的钱 其次还有落魄的人来 投奔你为奴 很多人也会巴结你 甚至为了能将田地免税 巴结送房子 只需几个月 家中的家仆 房子 田地 钱财 米粮 都会一应俱全 和普通人 和普通人是两个概念 许多人苦读书 为的就是这一天 何况 武之中的是第一名 如果再进一步 就是进士了 更是不一样 所以 有很多人提前讨好 巴结他 此刻 武之成为了整个 清河县的焦点人物 所有人在议论纷纷 羡慕不已 由于人太多 武之带着潘金莲 和赵三 离开了这里 然而 立刻有人拿着锣鼓敲打 武之走到哪里 这些人跟到哪里 如同明星一般 还有人呐喊 让开 让开 第一名谢员工来了 都让开 借员来了 武老爷中了榜首了 一时间 到处都在敲锣打鼓 而此刻 张老爷也注意到这一幕 他也好奇来看榜了 首先是看谁能高中 其次是看那五线位如何 结果得了第一名 这可把张老爷震撼了 第一名榜首 张老爷呼吸都不平了 他赶紧回家 将消息告诉张夫人 什么 张夫人惊得从板凳上坐起 武之中了榜首 这怎么可能 他之前觉得武之科考也就是好玩而已 他能有什么文化 科考哪有这么容易 张老爷带回来的消息 让张夫人好久回不过神来 快 带上银两田气 恭贺谢员工 武之当场就收到了很多人的热情橄榄枝 想要投田给他避税 不过武之根基在阳谷县 在清河县倒是没必要 都推辞了 不过听闻消息的武村人一个个都赶了过来 一群武村的人听说武之中了榜首 个个激动地赶到清河县 其中有许多武村老乡 武之堂系亲属 大伯 大伯儿子 堂系亲属等等这些人 他们纷纷恭喜 还说什么 打小就看武之有出息 不一般 说着自己都不相信的话 武村的人全部炸锅了 毕竟戒员出在他们村 而且是最不可能成为举人的武之 很多武村的人宁愿相信狗能当状元 都从未想过武之能有这一天 所以听到消息后震得如遭雷击 太不可思议了 武之拉着潘金莲回到了阳谷县 既然已经中了 也没久留 主要是人太多了 而当武之回到阳谷县的时候 消息早就传了回去 好家伙 武之他们的马车刚到阳谷县 顿时便看到远处县林范延 主宝 县城 曹衡 花子虚 殷伯爵等人在门口迎接武之 还有许多围观的百姓 密密麻麻拥挤在一起 飞压压的人头 凑着脑袋望向这边 看到武之的马车过来后 全城百姓县令都呐喊起来 一排锣鼓队在前面噼里啪啦吹啦弹唱 唢呐和锣鼓声远远传来 充满了喜庆 震耳欲聋 看到这一幕 武之有些傻眼 他只是考了一个举人啊 这阵仗 感谢太鸟V屋107点B打赏 风流的俊哥 207点B打赏 M300月点打赏 今天就到这里了 明天继续哦老铁们 等以后 上架了 我会天天爆羹 现在毕竟还在新书期 希望大家多多点点最新章节 支持一下武大郎 本书的每一点点成绩 都是靠大家堆积的 感谢大家的支持 看到武之来了后 县令范延亲自过来 拱手 恭喜武兄高中介员 恭喜恭喜啊 主宝也是赶紧拱手 武县卫真乃大财啊 之前我就猜测 以武县卫的才能 一定能高中 果然 武县卫不但高中了 还是榜首啊 县城笑道 能高中就很好了 武县卫能得到榜首介员 真是了不得啊 旁边的曹衡 也恭维了几句 曹衡督头当初 和武之有些小冲突 好在花子虚出面解围 才没有将武之彻底得罪 曹衡旁边 还有曹豹这个小混混 如今胆战心惊 额头觅出冷汗 要不是曹衡拉他过来 曹豹都不敢出现在武之面前 曹豹也是在旁恭贺 曹衡想来 也是有些后怕 且不说武之现在是举人老爷 即便不是 县位也属于他的上司 也是得罪不起的 一张笑脸说着好话 希望能缓解之前 他和武之的关系 而花子虚也恭喜道 武兄高中榜首 是我们杨古县的大事啊 恭喜恭喜 众人围绕武之恭贺连连 四周百姓也是呐喊不断 潘金莲在旁边心情有些忐忑 这阵仗太大了 武之恭手 多谢诸位太爱了 只是中了一个举人 诸位如此迎接 着实是有愧啊 范言笑道 诶 武兄这是哪里话 你可是我们杨古县的科举界员 这可是光宗耀祖的好事 就连我们杨古县也跟着沾光啊 是啊 谢元公就不要谦虚了 这可了不得啊 他日武兄若是高中近视 到时我们在场诸位 还得仰仗武兄吗 对对对 以后武兄一定能高中近视 以武兄榜首之才 近视指日可待 众人纷纷恭贺 也语多蕴含对武之的抬举 这也的确不夸张 以武之榜首成绩 重近视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一个举人 虽已不是普通人 但前途终究有限 如果能高中近视 那以后绝对是朝廷重点培养的对象 都是金官 前途无量啊 而在回来的途中 花子虚道 武兄 你我也算是认识很久 都是兄弟 如今兄弟你高中举人 我也没什么好送给你的 我在阳谷县有一套三进房子 大致还算整洁 还有八十两 作为武兄高中的鹤里 还请武兄收下才是 武之一听 赶紧推了 这房子可不是小树木 送这么大礼 武之也有些惊讶 一个举人的名头 想来还真是不可思议 不过花子虚更看重武之以后 高中近视的潜力 这点钱不算什么 若是他日武之真中了近视 绝对是朝廷的重臣 能提前结交这样的人物 花子虚觉得 这点东西还远远不够 关键武之是榜首 很具上进潜力 而且 这次主考官是曾步 乃是宰相 榜首是主考官排的 曾步自然是非常看好武之 如果有这样一层关系在其中 武之以后的潜力更加恐怖 毕竟曾步看重 武之相当于是他的门生 这还了得 花子虚人可不傻 他就在阳谷县 能接近这样有潜力的人物 他日武之起来 就是他花子虚最大的靠山 虽然花子虚 不想仗着关系 为非作歹什么的 只想求个靠山 人生也有保障 花子虚道 对了武兄 我家在阳谷县外面 还有一些田产 也送给武兄了 花子虚此举 乃是送 不是为了避水 听到这话 武之当然是要矜持一下 婉言谢绝了 但是花子虚不干 他道 武兄如今贵为举人 手底下免税田 至少上千亩 我这点田产算什么 若是武兄嫌少了 我可以帮你 筹到更多的田地 以后你我兄弟二人 可以在阳谷县好好发展 见花子虚热情似火 武之也不好拒绝 加上他和花子虚关系 的确不错 所以 武之答应了 花子虚百亩的田产 并且愿意接纳 他其他的田产 享受避水优惠 花子虚大喜 他感觉认识武之 很幸运 他日武之 若是成了近视 到汴京为官 此刻 宋田的还不少 不仅仅是花子虚 杨谷县的香绳们 看到武之 就如同看到了香波波 纷纷要将田产给武之 仅是宋宁两的 武之就有上百两入账 而这些田产 每年香绳 也会给他许多好处 坐等收钱 而武之的情绪值 尽管是一千比一的兑换比 武之打开面板一看 也是有些惊讶 短短时间 他属性已经有二百六十点了 武之暗暗想到 没想到高中举人情绪值这么猛 看来还是得做大事 才能属性高涨 很快 武之手底下的田产挂满了 还有投身为仆的 希望得到举人庇护 对于这些武之倒是拒绝了 他不需要这么多家仆 武之在街上走 整个全城百姓在两边看热闹 现场人声鼎沸 所有人纷纷投过来目光 口里不断欢呼着 大家都喜欢凑热闹 何况这事也的确大 人就更多了 其中就包括王甘娘 王甘娘愣愣地站在门口 依然磕着瓜子 看到武之走过来之后 尴尬地笑了笑 内心很震惊 谁能想到 一个卖饼子的 如今成了谢元公 唉 真是造化弄人啊 当初可没看出来 这武之还是个大人物派头脸 路边还有小蝶 小武 李武 包括王达父子 运哥 吴蒙 武蔡等人 他们高声欢呼老爷忠举 小蝶脸色激动得通红 太好了 老爷忠举了 还是谢元公吗 小武 我就说老爷一定重 老爷是有才的人 老爷真厉害 武之的手下 武蔡等人更是激动的挥手 感觉他们大掌柜太狠了 这榜首可不是谁都能考上的 他们知道 杨古县就有一些书生 寒窗苦读七八年 都未曾考上举人 更何况是谢元公 太难了 西门府中藏着的李平儿 也是在楼上眺望 目光极为震惊 武之中介元了 这 潘金莲看到武之被众人如此恭维也是有些不敢相信 他虽然知道举人不是一般人 却也没想居然有这么大威望 而他自己还成了举人夫人 他以前不过是一个小小丫鬟 何曾想过自己有这一天 潘金莲登在武之旁边 很多人说他好福气 可不嘛 潘金莲其实很容易满足 他起初只是希望自己能嫁一个青年才俊 不用多有钱都可以 现在他也实现了 武之无论是身高 个子 还是才能 亦或者是赚钱的能力 其实早就远超他心里对相公的预期了 武之还中了举人 且位居榜首 连同他也成了杨古县 有名谢元公的夫人 就在这时 范延县令小声提醒到 武兄 如今你高中戒员 是榜首 按照规矩 你还要去拜见主考官增部 你从他的考场里面出来 是他清点的戒员 这说来你就是他的门生了 范延多少懂得一些 毕竟他是杨古县令 虽不是多大的官 一些规矩他 还是明明白白 担心武之马虎大义 好心提醒了一番 作为杨古县令 他也希望武之以后能飞黄腾达 以他们的关系 说不定还能得到武之照顾一番 升迁到其他地方 所以 范延绝对是第一个希望武之越来越好的 毕竟杨古县太小 若是以后能到大洲上任 亦或者是到 便京都城去做个官 那繁荣之地 总是比小地方要精彩得多 武之一阵 点点头 我明白了 不过他若是上门拜访 送些什么东西合适呢 武之思维了一番 增部性格正直 如果自己送出一些 不符合自己身份的东西 反而会让增部不喜 若是送得太轻贱 也显得没有诚意 没准还得罪了人 第二天 中举的热潮还没有停下来 武之便又赶往了清河县 现在增部还没走 他也在等武之过来拜访 若是武之不来 那他增部就要失望了 如果连这点规矩都不懂 以后怎么再朝委管 按照地球的话说 情商太低 要不得呀 得罪人了还不知道 如何周旋于朝堂重臣之上 此刻 武之的马车已经到了驿站 通报之后 他便在门口耐心等待 武之也知道 他从增部门下出来 以后就是增部的门生 无论他愿意与否 受到增部提拔 以后就会占他 这一派成为变革的一员 根据武之所知 这个增部好像得罪了蔡金 之后被一再贬低 蔡金同志 可谓老早就看他不爽 几番争斗下 最后纠结一批人 给失事的增部 加上贪污的罪名 还命开封府 逮捕了增部的家人 罗织罪名严加审讯 一年内 增部这位天子宠臣 从朝廷赴宰相 实际的宰相 沦落到近乎家破人亡 老迈的增部 也被一扁再扁 最后被降为连州私户 堂堂宰相被扁到私户 就差让他去守城门了 增部争斗了一辈子 如果武之成为新党的一员 增部失事 他也不太好啊 不过如今的增部 还是非常有势力 暂时没问题 武之要利用好机会 改变这个局面 增部就是武之的梯子 只要他爬上去 才能做其他的事情 此刻他拜访增部 就是为了以后做打算 而这次要送给上面的礼物 其实是杨古县令 帮他准备的 已经让人带到驿站休息处 现场很多考生 也想见增部 都被拦在外面 武之过来的时候 旁边一些书生认出 便道谢员工 这就是榜首谢员工 幸会 幸会 他们这些书生来拜访 已经被拒之门外 他们又不愿意离去 说不定能等到机会 接触到增部 只是增部不愿意见这些书生 虽然他们已经高中举人 但还不入他的眼 再一个 笼络天下世子 那是皇帝要做的事情 他做了 可能会引起上面的不满 被人抓住小辫子 他们看到榜首过来 也想看武之能否进 很多人议论 增部乃是宰相 我们这些举人他都拒了 即便是榜首 恐怕也很难进吧 一书生道 认为他们这些人不能进 武之虽是榜首 恐怕也不被允许 此刻 府邸深处 增部听到来人禀报 道 让他进来 增部倒是想看看 能写出少年强泽国强的读书人 是什么模样 那字迹和文章很丰锐 勇猛 让增部很是欣赏 他也不曾想到 自己会对一个小县城的举人 如此看重 门外 谢员工 大人有请 一人在门口道 此话一出 所有人顿时羡慕不已 感慨 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太大了 榜首还是比他们有分量的 武之跟随进入里面 而后方人群一轮起来 榜首就是榜首 他能得大人召见 而我等却不能 毕竟是大人看中的第一名 自然与他人不同 也说得过去 这差别太大了 哎 依我看 只能以后考上近试 才会得到大人重视吧 现在留这里也无用 散了吧 一群人叹息 也无可奈何 只能全部离开了 武之走进去 不多时 便看到一名年纪 有些大的男子坐着 面色颇具威严 一看就是大人物的派头 他抬头看了一眼武之 首先打量其外貌形象 这个很重要 即便有再大的才能 一眼看去让人生厌 前途也会受到阻碍 说直白点 如果皇帝看你不爽 也是不会重用你的 怎么举荐也是白大 好在他看到五直 让其眼前一亮 五直的长相和身高 还有气质都不差 甚至说 有一种越重而出的感觉 尤其是一双眼睛 乌黑 且充满了神采 要知道 一个人的双眼 是否有神 清亮 这非常重要 是一个人的 适合外在的气场 一个畏畏缩缩 目光浑浊 精神涣散的人 很显然精气神不足 这样的人是不堪大用的 所以身体也非常重要 看习惯 他知道眼前之人名为五直 今年三十二 年纪到不小 但也并非很大 凑合 形象方面 曾步比较重义 感觉五直的文章 和他的外貌 有几分符合 没有失望 看到英俊的青年 自然多了些许好感 如果这时候 他看到的是 原先的五大郎 曾步不说立刻赶出去 那也是没多少交流心思的 毕竟一个很丑的侏儒 你想要提拔他 上了朝堂 也只会成为笑话 而五直的身材虽然不是非常魁梧 也挺拔直立 较为壮实 很阳刚 曾步很满意 他还会说话 五直便礼貌上前拱手 学生五直 见过恩师 曾步点头 并让他坐下 让人端了茶水 曾步笑道 你的文章我之前看过了 只觉一气呵成 拥有强烈的变革上进之意 本官认为 你便是大宋需要的人才 听到这话 五直赶紧谦虚了几句 按道这曾步 还挺看得起自己 这么高的评价 说的五直都不好意思 五直心里嘀咕 若是曾步知道 我那文章是搬过来的 不知道会咋想呢 曾步又问道 你对王金公变法 有何见解 五直按道 一上来就问这种敏感问题 要知道 王安石可是因为变法出了问题 所以被霸相 至今只能在老家待着 不过五直对曾步了如指掌 这不是什么问题 曾步是一个主张变法的人 同时也是一个 求稳徐徐渐进的人 所以 只要说出这方面的见解 和他吻合 基本没什么问题 若是此刻答错了问题 怕是印象要减几分 五直回答道 昔日王宫变法 学生认为 本意在于强国立民 但实施过程中 过于匆忙和涌静 所以贯彻下来 出现了地方不与配合的现象 曾步文言 点点头 继续 五直 比如上面要压制非法的商人 下面则用官商 完全替换了私商 反而导致结果不利 比如用新法雇佣代替姚毅 减轻民众负担 但官员 却大肆趁机敛财 作账吞了上面的银两 如此等等 各种变法机制虽好 执行下来 却结果相反 所以 变法反而造成了不好的效果 问题就在于 执行过于激进 学生认为 应该稳中推进 从下面着手 听到这里 曾步微微点头 你说的这个问题 本官也考虑过 只是提出来 反而遭到了激进派的反对 倒是引发了新的斗争 但你的想法 和本官不谋而合 很好 曾步笑着 和五直又聊了一些 对五直的回答都比较满意 越看越喜欢 这时 曾步忽然问道 如果他日 你上了朝廷会议 是否有信心 五直点点头 学生不惧 信心十足 听到这话 曾步喜悦地站了起来 好好好 曾步今日 虽只是和五直短暂聊了几句 却感觉到 此人果然不俗 很符合他的性子 而且 他现在年事已高 现在如果能提拔一名大财上位 以后晚年也有人照应 他需要的 就是五直这样的人 要一个对人情事故有所精通 具备高才能的人 这样 他以后不至于无人庇护 曾步随后便说 以后在汴京等他 五直也答应了 这也算是他和曾步的第一次见面 至于五直送的礼物 曾步并未拒绝 收下东西表示曾步愿意成为五直的老师 他的领路人 当然 这只是开始 以后的人情是非常复杂 要经历的东西多了 告辞一番 五直便离开 而五直拜访曾步的事情 也传开了 让很多人震惊不已 毕竟能进入的 就五直一个人 可见曾步对他的看重 这以后 是要清云直上啊 路上 这次五直只是带了赵三 他坐上马车 心满意足的回青河县 途中 五直愕然 因为他看到 前方出现了一辆马车 窗帘掀开 一张英俊的面孔在张望 看了过来 青年身着身绿官服 袍上袖有花鸟图案 且头戴青色官帽 面容也带着几分得意和威风 马车旁边有两名官兵守卫 看样子 是有官员赶路回城 五直一眼就认出 此人正是西门庆 看样子 是在汴京笼络了大人物 得到了一些职位 根据某平梅来看 应该是李行傅千户 相当于派所的所长级别 此刻的西门庆 在马车中 可谓是春风得意 他这些天都在汴京疏通 以他女儿西门大姐夫君家为翘板 认识了蔡京的管家 送上了不少钱 管家给蔡京 上缴了三千多两银子 这钱可不少 一般人拿不出来 蔡京健壮 便给他安排了一个职位 西门庆舍得花钱 从上次被武智暴打之后 西门庆就耿耿于怀 他想过 动用县令关系诬陷此人 只是那武智身强力壮 加上那段时间 自己得罪了花子虚 武智又和花子虚攀上关系 他没敢下手 现在不同了 他有关在身 此人见到他 也要行礼 低他一头 若是不行礼 触犯了律法 他会上报朝廷 或者是将此人抓起来 以前他不敢和县令 一起弄这种案子 后台也不够硬 如今他后台硬了 花子虚 他也不在乎 武智嘛 不过是一个草民 随便编造一点罪名 就能将他发配边疆 甚至弄死 到时候 潘金莲还不是他的囊中之物 任他蹂躏 想到这里 西门庆笑了 他看向武智 目光充满了阴险的味道 而武智看向西门庆 内心也有很多念头 他九月就要去汴京省事 如果这西门庆老老实实的武智 也许不会将他如何 只是看西门庆的眼神 想到此人是个威胁 尽早除掉为好 武智并未避让西门庆 直接从他旁边过 西门庆却是停下马车 走了出来 大人 旁边两个守卫拱手 西门庆看向武智 站住 何事 武智也让赵三停下马车 倒是要看看这西门庆想如何 他如今谢元公在身 又是阳谷县县位 上面是当朝宰相 曾步如今可是如日中天 西门庆冷笑 武智 之前我们的事情还没完 你不会以为我就这么算了吧 武智 哦 那你想如何 西门庆冷笑 现在本官乃是山洞里行父千户 从七品 见到本官还不行礼 西门庆得意洋洋 等着看武智卑躬屈膝 见武智不为所动 西门庆一愣 怎么 你敢触犯大宋法律 武智并未说话 旁边赵三道 如今我家老爷有功名在身 见官可不行礼 功名 什么功名 西门庆有些疑惑 赵三 我家老爷昨日考上了戒员 听到这话 西门庆愣住了 他知道 最近大宋举办了科考 但武智成了谢员工 这不是扯吗 武智没读过书 怎么可能参加科考 还中了 还是谢员工 西门庆都觉得好笑 他不相信 赵三道 你若是不信 去杨谷县打听一番 自然就知道了 再说了 咱家老爷不但是戒员工 还是杨谷县的县位 也是一个官 借你何须行礼 西门庆双眼一震 谢员工 县位 不可能 这短短几个月没回来 武智怎么又是谢员工 又是县位 不说谢员工 县位也不是那么好当的 这是有正式侧户的 没有朝廷封策允许 一个百姓不可能当上县位 西门庆 着实是被整蒙了 也被弄笑了 想不到 武智居然还挺会扯 旁边两个守卫立刻站出来 见到李行傅千户不行礼 还口出狂言 妄言自己是借员工 是当朝官员 这是大罪 你们好大的胆子 如今大人回乡 他们一起陪同 自然是要好好表现 西门庆冷笑 先将他抓起来 说完之后 西门庆便是后退了几步 武智虽然武力高强 这两个守卫乃是朝廷中人 若是他敢殴打他们 怕是罪名要落实 到时候 武智铁定完完 他在动用关系 此人必定栽在他手中 西门庆是乐意见到这一幕的 只是武智听到这些笑了 这西门庆撞武智枪口上了 正好收拾一番 两名守卫就要上来拿人 武智几拳轰出 哐当 两个人哪里承受得住武智的拳头 胸口剧痛 倒在地上 西门庆眼前一道影子闪过 他面前一花 眼睛剧痛 被武智捶了一拳 踉枪倒在地上 武智的速度太快了 快得他们反应不过来 你居然敢殴打官员 你 武智 你死定了 你完了 西门庆捂着眼睛 既憋屈又是兴奋 只要敢动手 他就有法子治罪啊 这人太莽撞了 而莽撞是要付出代价的 武智 我是戒员工 也是养骨县位 你们贸然动手 本官只是防卫 你们两个将西门庆抓起来 本官不跟你们计较 可以放你们一马 若是不然 你们三个都要进入大牢 两个守卫被整蒙了 不知道该如何 但如果武智说的是真的 他们会吃亏啊 武智看着两个守卫 也不敢对西门庆动手 毕竟是他的上司 也罢 武智道 赵三 你去衙门叫人 请拿西门庆 我要将他治罪 是 赵三听令 立刻驾着马车跑了 不多时 远处一大群牙翼赶了过来 其中就有曹衡 还有武松 武松发配苏报 至今已经有一段时间 他回来了 武松见到哥哥便道 哥哥 可是初老师 武智首先和武松寒暄了几句 得知武松在外一切都顺利 也是松了一口气 看来武智穿越过来 改了武松的命运 这样武智也安心 他就这么一个兄弟 不出事最好 武智点点头 西门庆想要抓捕我 我将他们打倒了 现在立刻将他们抓起来 先关押大牢 是 武松 曹衡等人立刻动手 现在武智功名在身 又是武县位 在阳谷县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西门庆虽是个小官 在这地界也容不得他放肆 西门庆此刻看到这阵仗 脸色惊恶 全是真的 他成了武县位 还考上了谢元公 西门庆顿时有种入火坑的感觉 而那两个守卫健壮 意识到不妙 得罪谢元公可不得了 他们在武松还未过来的时候 便立刻转身 将西门庆抓了起来 送到武职面前 其中一名守卫道 大人 之前是我等多有得罪 现在我们将功折罪 希望大人原谅我们刚才的无礼 他们算是看出来 西门庆在这里 怕是要栽跟头 谢元公是科举榜首 以后少说也是一个进士 这种大人物 他们得罪不起 即便西门庆没事 回去他们地界 自己顶多就是不干了 得罪此地的上层人物 天高皇帝远万一被人打死了怎么办 他们还是狠分的轻刑士 全部抓起来 武职没理会 将一脸惊慌的西门庆等三人 抓了起来 送往阳谷县衙 西门庆很是惊慌 我是父牵户 你们不能抓我 不能抓我 尽管西门庆不断地嚷嚷 吓得冒冷汗 但武松 曹衡他们根本未理会 管他是什么 得罪了谢元公 统统抓起来再说 西门庆知道自己干不过武职 被几个人捆住拉走 心里虽然憋屈 却也并未害怕 他知道武职只是警告他一番 不可能对他如何 大不了关几天 他就出来了 想来西门庆也是有些憋屈 他在外面好一番疏通 就是为了回来要武扬威的 结果还没进阳谷县 反倒是被武职抓了起来 自己这小官 在谢元公面前 根本不顶用 路上 武松道 哥哥 听说你考中了戒园 我之前回来的时候 听人说我还不相信 我们武家居然出了戒园 武松也是难以置信 刚刚到衙门 沿途中就听说哥哥中了戒园 他还不相信 以为搞错了 回到县衙的时候 全城都在议论这件事情 很多人围过来 恭喜武松 武松才知道 原来是真的 当时武松呼吸急促了 哥哥没读过书 却考中了戒园 虽然哥哥最近在看书 还认识字 但也不曾想哥哥 能考上举人老爷 得知是真的后 武松别提多高兴了 自家哥哥中了戒园 这可是武家光宗要组的事情 又得到赵三过来禀报消息 武松立刻便带人赶了过来 武之点点头 主要是考官看中 才侥幸得了戒园 听到这话 曹衡立刻出来拍马屁 笑道 大人谦虚了 那层大人可是朝廷大人物 他能看中的文章 自然是考生中最出色的 这也证明了 大人您的才能 当得谢员工 绝不是侥幸 曹衡如今拍起马屁来 还很顺口 众人都笑了起来 而西门庆一张脸色铁青 包括两个守卫 感觉自己真是倒霉 本来就不愿意 跟着西门庆 跋山涉水这么远过来 结果碰到这种事情 还被抓了起来 不由得看西门庆 也很是不爽 当一行人到达阳谷县的时候 众人都看到西门庆的窘迫 这什么情况 不知道啊 好像是被谢员工抓了 西门庆居然被捆了 发生了什么 一群百姓看到西门庆 被抓也是 有些摸不着头脑 他们之间有些过节 谁知道什么情况呢 周围的百姓议论纷纷 消息也没有刻意隐瞒 很快众人知道 是什么情况了 西门庆想要殴打谢员工 这胆子也太大了吧 百姓知道后 纷纷看傻子一样的眼神 这西门庆 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在宋朝这个 众文轻武的年代 第一名借员工 分量还是相当重的 敢抓谢员工 这要是传到官家上面 绝对要治罪 搞不好要说他造反 虽然众人也知道 西门庆好像是升官了 但也不过是 一个小武官 怎么能和文考 第一名的谢员工 相提并问 我看西门庆活腻了呀 谁说不是 不过抓了也好 西门庆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七行罢事的事情 又不是没做过 只是没人敢得罪他而已 如今他犯在谢员工手中 怕是要脱成皮 虽说如此 西门庆也就是关几天 说不定就给放了吧 那得看谢员工怎么处理了 如今他也是养骨县位 又功名在身 据说还是增部的门生 这一个西门庆 还是没问题的 现场的百姓在查铺 酒楼议论纷纷 交头接耳 大部分人觉得西门庆 虽然被抓过不了几天 就会放出来 而武侄回到衙门之后 便思维怎么处理西门庆 武侄想到 这个西门庆 一定得让他不得翻身 得给他搜集一些罪名 至于罪名是真是假都不重要了 不过西门庆嚣张这么多年 坏事做的也不少 不用假罗罪名也能治他 武侄如今正好利用机会 干掉西门庆 免得这西门庆出来作妖 此刻 县城 主包听说了这件事情后 连同县令也一起过来 商议这是怎么处理 这事本应该是县令来审 但得先看武侄什么意思 如果武侄只是想要教训他一顿 范延知道该怎么做 如果武侄想要弄得狠点 他也能做到 虽然西门庆和他有些关系 平日里西门庆也没少给他好处 但给他好处的多了 他不会因为西门庆 而得罪谢袁公 要是这么做 他也白混了这么多年 西门庆和武侄两个人孰轻孰重 一眼便知 完全不在一个层次 他心里跟明镜似的 一番交流后 众人对视一眼 知道谢袁公的意思 是想来狠点 范延知道西门庆完了 既然如此 那就按照这个章程来 县令范延到想了想 便道西门庆派人殴打谢袁公 虽然没成 也可将其状告殴打 打科考谢袁公 这是一条大罪 其二 西门庆常在阳谷县七行罢市 欺压百姓 占据他人家财 房屋 这又是一大罪 其三 西门庆隐藏田产树木 漏税欺瞒朝廷 也是一罪 其四 西门庆调戏梁家妇女 抢抢名女 也是一罪 其五 西门庆家中发现有反师 此人意图谋反 第六 范延说了一大堆罪名 滔滔不绝 将西门庆的罪 全部列了出来 听到这些五职也是一阵 按道范延不愧是官场打拼 多年的老油条 这随便一说 西门庆算是完了 范延说完 看向五职笑道 谢员公可否满意 五职点点头 这些足够了 范延又笑道 这些罪名中 单欺压百姓 就可以罗列十几条出来 这都是西门庆的实罪 当然 若是再加一些子虚乌有的罪名也行 不过实罪足够治他了 主包提醒道 西门庆好像升官了 在牢中 说他和当朝左仆叶蔡经有关系 如果是真 得多方考虑 县城 他能升官 估计有一点关系 但也是贿赂之交 即便蔡经得知他这一条条罪名 恐怕也不会理会 范延点点头 西门庆的罪名 蔡经也很难翻案 况且 谢员公上面有全清朝野的曾大人在 其实范延知道 他此举巴戒谢员公 是有风险的 西门庆上面有蔡经 虽不是什么亲戚 只是钱财拉扯上的一些关系 但轻易招不得 范延经过仔细考虑 还是站在谢员公这边 五职知道 闹得太大用 反是将其弄死 可能会惊动蔡经 万一那蔡经 真的护着西门庆 为其翻案 搞不好会惹祸上身 反而不美 因为曾经武松一案 陈文昭要将其翻案 蔡经就出面阻止过 很难说 他不会为了西门庆告知陈文昭 让他彻查 反是捏造的罪名 搞不好就会查出来 惹上麻烦 并不是五职想要的结果 现在他羽翼未封 得折中处理 死刑有风险 不值得 但也不能让西门庆好过 要让他翻不了身 瞬间 五职就有了主意 西门庆醉喜良家妇女 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非常适合西门庆 五职做出决定后 现场众人也是拍手称绝 县衙大牢中 曹衡带着人 走入黑压压 臭气熏天的大牢 西门庆此刻棚头共面 大牢中还在大声嚷嚷着 什么他是父亲户 谁要是感动他如何如何 说的激动处 双眼遍布血丝 等他出去 他还会想办法得到潘经莲 他要将五职的娘子 变成他的玩物 让他跪在地上求饶 令他 想到这里 西门庆又大笑了起来 潘经莲一直是他惦记的美人 他有空就会想到潘经莲 而且西门庆也不害怕 顶多关几天他就能出去 再说 杨谷县令和他有些交情 不可能让五职胡作非为 只是随着一名大夫 和阉割手的带来 还有曹衡那阴冷的面孔 黑压压的几个人将他围绕 他感觉到了不妙 你们要做什么 西门庆被压在木板上 随着一声剧烈的惨叫 阉割手快刀弱下 瞬间碗中流血 旁边大夫早就准备好帮助止血 等他们离开这里后 西门庆撕心裂肺 到最后声音都沙哑 这比杀了他更绝望 不 西门庆只感觉人生完了 他没想到 自己居然是这样的结果 而更残酷的在后面 期间 范延一纸奏表 递交到了东平府陈文昭处 陈文昭一看奏表 西门庆如此作恶多端 且还敢殴打谢元公 也是有些震惊 这不是活腻了吗 陈文昭大致看了一下 这上面得罪名不足 判死刑 而且判死刑 还得惊动上面 这也是范延他们想好的 判死刑惊动上面 反而可能出现变故 虽然谢元公上面有人 还是小心为上 在一个伍之目的 不是为了让他死 最后判决结果下来 西门庆最大恶极 强抢名女 七行罢事 喜好调戏良家妇女 漏税等等罪 判其抄家 没收一切财产 发配边疆摇曳终身 发配的地方条件险恶 是终身做劳工 怕是回不来了 这样既不惊动上面 又可以处罚西门庆 也没有提到谢元公 而陈文昭也知道 武职考中了谢元公 颇为震惊 这个当初治理皇宅的武职 如今中了谢元公 这是他没想到的 而且 今年科考在阳谷县的 好像是那位大人吧 他清点的谢元公 怕是那位大人很好看武职 所以陈文昭在判决中 没有提到武职 很好地避开了 陈文昭的权力还是很大的 处理一个西门庆 绰绰有余 就这样 在牢房中休养了一段时间的西门庆 左等右等 终于等到了消息 结果 让他面如死灰 抄家 发配边疆做摇曳 居然是这个结果 完了 西门庆瘫软在木板上 一脸死灰 得到了他应有的结果 发配边疆 还不如死了 在那里天天做重活 被人殴打 饭也吃不饱 他能熬几年 而且也无法逃走 一旦逃走被抓回来 后果更严重 即便是逃到其他国 那也是不可能的 简单来讲 你没有录影之类的官方文书 你走到任何地方 都逃不过被审问的下场 而你想要活下去 就得去有人的地方 不说进城 你就是进村 别人看你一个陌生人 热心的大爷就会过来询问你 一看你呀不是傻好人啊 立刻招呼几个青年汉子 过来抓你 所以没有文书 你哪也不能去 当然 也可以落草为寇 但一旦被抓死得更惨 西门庆基本完了 接下来 他便被发配 带着枷锁 一脸绝望 本以为回来可以春风得意 弄惨五直 不曾想回来试入了坑 反被治了 街道百姓纷纷扔过来 许多垃圾杂物在他头上 显然西门庆 还是做了不少坏事 有些被欺负的人 可尽了报复 殷伯爵 谢熙大等人 包括花子虚 他们在街道上看着西门庆 也是唏嘘 花子虚倒是乐意见得 他不喜欢西门庆 而谢熙大 殷伯爵他们 不过是将西门庆 当成免费饭票 如今西门庆栽了他们 也只是感叹 没什么想法 倒是看到谢元公 一个个非常热情 做人得分清楚形势 何况这西门庆也是找死 得罪谁不好得罪谢元公 王甘娘看到西门庆的下场 也是傻眼了 西门大官人居然栽了 她当初可是勾结西门庆 想要勾武侄老婆的 如今看来幸好没成 否则她也没好下场 西门庆完了 这是老天有眼啊 当初她还打过我 现在遭报应了 是啊 西门庆不是傻好人 说来武大人还是厉害 本以为西门庆官 几天就出来了 居然给抄家发配了 脸上还要刺意 这辈子完了 街上百姓都议论纷纷 都说西门庆不冤 判得好 而此刻 武侄正忙着抄家 她带着武松 曹衡等人在西门府底 没收她的家财 铺子 以及所有值钱的东西 都要炒掉 不得不说 这西门庆家里银梁很多 各种家具之类的 都是比较好的 房子就有好几套 综合起来也值大几千两 更不用说家中的药铺 其他商铺 门帘 各种药材 还有田产 存储的家财 粮食之类 根据某媒的描述 西门庆攀上大人物后 家业更大 至少也有八九万两的银子 只是目前 她还没有这么发达 加上几百亩田产 家财 产业等等 三万两银子 还是有的 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在一处地下室 武侄他们发现了许多 箱子装的白花花银两 还有许多银条 曹衡 武松 武侄 还有一些牙翼在 曹衡小声给武侄禀报 大人 这里的银子 就有两万一千两啊 曹衡震惊 这西门庆 也太有钱了 看着白花花的银子 真是让人眼馋啊 明晃晃的银白之光 着实让人呼吸急促 她思量着这钱 是不是能弄点花花 不过 还得看谢元公大人 怎么想了 嗯 武侄点点头 你负责清点 其他的我不管 这账码 你自己看着办 大人 小的明白 听到这话曹衡大喜 哪里还能不懂武侄的意思 她曹衡苗懂 抄家 不能全部便宜了上面 他们负责抄家的多少有点好处 武侄不管 他曹衡运作就可以了 武侄 差不多就行了 别整过了 嗯 是是 曹衡心里狂喜 只要武侄有这个态度 其他都好说 就怕武侄一点好处都不给 那这家抄的真没意思 此刻 西门府的人吓得到处乱窜 一大群人涌入西门府抄家 让他们很惊恐 府邸至少一百多人以上 包括丫鬟 家仆 管事的等等 都知道西门家完了 正气吴月娘 还有她的贴身丫鬟 此刻不知如何是好 吴月娘虽是千户之女 但嫁给西门庆 至今也没个子嗣 如今西门庆被抄家 她该何去何从 如果回老家 还不被人笑死了 吴月娘是一个明白人 其实西门庆座的一切 她都知道 也默认了她的行为 大家就是维持表面功夫 没多少感情的 而她旁边的丫头 也很焦急 说来 此人在某眉中 也是非常有名气的 她名庞春眉 如果说吴月娘生的面若银盆 眼如性子 举止温柔 持重寡言 那么庞春眉这个丫鬟 便是略显羞涩和懵懂 她有一双很小的脚 身穿丫鬟衣服 站在吴月娘旁边白皙的脸 很是害怕和迷茫 一双大眼睛眨巴着惶恐 知道一切都完了 这时的庞春眉还不大 只是一个丫鬟地位 并没有嫁给西门庆 没有靠山 以后可怎么生存 其实庞春眉也是个可怜女人 她原是庞原外的四侄女 周岁死了娘 三岁死了爹 北宋正和二年 黄河下游发大水 只有15岁的庞春眉 被叔叔庞原外 从洪水中所救 庞原外却被洪水冲走了 庞春眉被人救出苍州地界 过南皮 上运河 到林青 进入阳谷县城 后被十六两银子 卖给西门庆家 为吴月娘丫鬟 此刻西门庆府中 还藏着一个女人 那就是李平儿 好家伙 如果算上五只家的娘子潘金莲 三个就都凑齐了 现在西门庆被抄家 我也得回去了 此刻吴月娘焦虑过后 做出了决定 吴月娘还是有出路的 虽然回家丢脸 毕竟还有个千户老爹 吴月娘由于片刻便跑了 也顾不上谁 只留下庞春眉 李平儿在这里傻眼 庞春眉没了去处又没有钱 很可能流浪街头 除非他在找一户人家 而李平儿没了西门庆 更是绝望 靠山没了以后怎么生活 李平儿不曾想西门庆有今天 更不曾想 那五大郎势力 在阳谷县已经滔天了 他们没有了出路 现在全城的百姓 都在议论 关于西门庆和借员公的话题 吃着瓜子 喝着茶 不亦乐乎 西门庆今日的结果没人同情 反而遭到很多人的叫好 而抄家之后 曹衡 大人 这是抄家的一点收获 武智在衙门 曹衡小心翼翼塞过来 两千六百两银票 其实这段时间 店铺的收益积累 到现在 武智少说 也有大几千两银子 如果算上 这笔钱他 现在也有万两了 不谈那些香绳 将田产给他之后产生的利益 武智现在妥妥的富豪 万两银子 还是非常多的 至于武松 还有其他的牙役 也都得到了血 大家都是一起的 多少会打点一番 他们的并不多 但十几两 数十两银子 却也足够他们发一笔小财 而主宝 县城 县令自然要多一些 有几百两 武智最多 如今西门庆已经栽倒 家业也没了 发配边疆以后 翻不起什么浪花 他若是能在边疆活着 就已经是幸运 西门庆脸上 已经被衙门刺印 姚依身份 这是挥之不去的烙印 何况已经被烟 体力衰减 回不来了 西门庆也是罪有应得 没什么可说的 西门庆 其实还只是一个小人物 以后武智到了朝堂之上 要面对的都是狠人 比如北宋的高球 杨俭 蔡金 铜冠 梁诗城等人 相比这些 西门庆不算什么 而经过这次事情后 武智获得了270点属性 根据比例 这也已经不少 而且 武智发现 只有见过他 认识他的人产生的情绪 才会比较高 若是陌生人 即便听闻了这件事情 听闻了解员工的名头情绪值 也很有限 即便如此 武智如今 获得属性点速度快了很多 他现在有530属性点 武智回到宅子中 他花费2点属性 将身高170厘米 提升到了172厘米 又花费28点属性 加在体质上 随后 财气 悟性 谋略 武智 分别提升20点 都从80提升到了100点 现在还剩下440点属性 武智先存着 以后若是要买东西 也不怕没用的 他自身面板属性还可以 不着急提升 身体传来阵阵酸痛 他的身高提了点 人更为挺拔 体质加点 让武智五脏六腑 精气神也得到提升 武力也增加数十斤 达到了835斤 他的头脑有些眩晕 随后脑海更为清明 思维也更清晰了 这些都是财气 悟性 谋略加点的效果 此刻 武智打开面板属性 性名 武智 等级 牛刀小式 可提升 身高 172厘米 可提升 颜值 80 可提升 体质 78 可提升 力量 150 可提升 速度 10米每秒 可提升 悟性 100 可提升 财气 100 可提升 谋略 100 可提升 武力 835斤 可提升 武之第一 强的便是武力 第二个便是脑海中的文库 都远超常人 怕是古代那些骁勇善战 以一挡百的大将军 武智恐怕也不曾多让 他不会武功 所以最近 在请教武松 配合他自身的力量 悟性 还有速度 完全能当大将冲锋陷阵 武松也是有些震惊 各个学东西之快 他只是随意指点一番 武智就能在院中 砰砰挥舞拳脚 老爷功夫不错啊 小蝶 小五他们在院中 看到老爷施展拳脚 也是张大了嘴巴 他们老爷既会诗词 又能武 太不可思议了 武智摇摇头 可惜大宋众文轻武 武将的地位 其实并不高 否则凭借武智一身蛮力 和最近学的武艺 怕是也可以有一番作为 当然 如今他是谢元公 前途也很广大 所以无所谓了 做完这一切 武智心里只想着 九月二次科考的事 只要武智中了进士 就能清云直上 这段时间 他得多多准备 就在武智练武的时候 潘金莲走来 他旁边有两名女子 手中端着果盘 嗯 武智看到后 顿时一愣 这两女子 什么时候进来的 仔细一看 两个身穿丫鬟衣服的女人 却掩盖不了 那比较风润的身材 秀丽美貌的五官外表 他们偷偷看过来的目光 充满了畏惧和小心谨慎 只是这两人 分明都是姿色上加的美女 不正是那李平儿吗 另外一个武智不认识 长相绝对不疏李平儿 武智问道 金莲 这二人怎么会在我们府中 金莲笑道 大郎 这是府中新来的丫鬟 李平儿和庞春梅 庞春梅 李平儿他倒是知道 给花子虚戴帽子的那位 只是这庞春梅 不是那某梅中的庞春梅吗 这 武智有些愕然 他们怎么跑到这来了 武智看去 庞春梅面容白皙 眼神动人 虽身穿丫鬟衣服 却颇有姿色 面容带着含蓄修意 还是一个不大的姑娘 脚似乎也很小 但是不该小的地方 却是夺人目光 很有料 至于李平儿 这个给花子虚戴绿帽子的武智 早就见过 潘金莲笑道 大郎 西门抄家后 庞春梅两人没地去 这些人需要安置 庞春梅自小无父无母 也很可怜 县令将这二人给送到了府上 他们也愿意成为老爷的丫鬟 希望有个落脚处 而李平儿 县令大人和花子虚说过这件事情 花子虚倒没说什么 潘金莲也想过 如今老爷谢元公身份 又是五县位 家财丰厚 若是考中近世 那更是不得了 古代有权有势的老爷 三妻四妾 是无法避免的 县令既然送上门来 他就答应了 武智经潘金莲一说才明白 庞春梅倒先不说 李平儿这个专业绿帽王 武智首先不说 他是自己兄弟花子虚的人 即便不是 这绿帽王武智 要了也很危险 要知道 花子虚可是被这个女人弄得钱财两空 在自家 说不定就给他戴几顶绿帽子 还惹一些麻烦 他家有金莲这个上等美人 对于女人武智不缺 他也担心 李平儿对自家娘子不利 破坏了他的家庭 而那庞春梅之前是吴岳娘的贴身丫鬟 目前还没有被西门庆得逞 倒是比李平儿干净 武智立刻带着人去了花府 告知了这事情 其实 花子虚因为这件事情 心里还是有点疙瘩 虽然他在县令面前表示同意 多少有那么一点点别扭 如今 武兄亲自过来 告知他这件事情 看到武兄如此仗义 顾及他花子虚的感受 顿时让花子虚感觉 武兄还是很看重他的 不由有些感动 内心也万分感谢 古代非常看重这些事情 若是谢元公真的这样 他花子虚能说什么 然而 谢元公居然对他如此 花子虚顿时有一种想哭的冲动 花子虚感动到 武兄能过来也算极为看重我花子虚了 多谢武兄 对了 我看今年九月就要省事 武兄得早做准备啊 嗯 武智点点头 时间也的确不早了 再过几天我便去汴京 晚了一年误了考试 花子虚 以武兄的才能考上进士 倒是不难 就是最后 要过电视面见皇上 才是最难的一关 说话间 花子虚邀请武智进去喝酒 吃了点菜 两个人交谈甚欢 花子虚知道 眼前之人是能决定他人生走向的 虽然花子虚后面有花太监 但花太监已经老了 其实花子虚非常想要去汴京 花太监退休后 他也待不住 只好回来 相比阳谷县 汴京才是真正的繁荣花花事件 说来 北宋有四经制 比如东京开封府 西京河南府 北京大明府 南京应天府 其中 东府是首都 位于汴梁 西京及洛阳 其中 开封府汴京 乃是八朝古都 经历了八个朝代 还有后面的京朝 也是以此为都城 尤其现在汴京 已经达到了历史的顶峰 这里的经济非常发达 不过从兵事上来讲 这里并非一个合一之地 汴京的优势在于曹运 对于北宋非常重要 好比曹运水路发达 处于枢纽中心 可以屯兵 调集粮草 非常方便 这样 加固了忠心集权 以免他方出现 割据为王的现象 没有天险可守 就以兵为祖 不过这样的措施 还是有劣势 因为地势平原 以兵为祖 导致后来国库严重消耗 加上北宋末年 兵马素质低下 根本抵抗不了 金国的进攻 从而直接瓦解 汴京很大 岂是小小杨谷县 一碗之地能比 但想要回到那里去 没个身份也待不住 所以 还得看武兄 喝酒之后 两人聊得很痛快 随后武职便回去了 府中 武职将旁春梅留下了 如此一来 武府又多了一名丫鬟 潘金莲是夫人 小蝶 小武 还有旁春梅三个丫鬟照顾 除此之外 还有赵三和李武两个家仆 还有武松也住在这里 倒是非常和气 这几天 武职让旁春梅伺候潘金莲 然而潘金莲却是让他过来伺候武职 比如 武职在书房看书 旁春梅则会在旁边 只要他有什么需要他 也很听话 春梅 老爷有什么吩咐 你去拿点磨过来 好的老爷 旁春梅立刻去柜中拿出磨来 小心翼翼端过来 旁春梅身上有一股清香 而且身材很丰 有些玩意非常之大 老爷我帮你磨磨 老爷 我给你按按摩吧 看书这么久也累了 旁春梅伸手过来 顿时感觉肩膀一阵轻柔 旁春梅知道 以后要靠武职 才有好日子过 除此之外 他还会讨好潘金莲夫人 如果潘夫人不喜他 他也没好日子过 忙完之后 潘金莲还召见了他 你若是想要在武府待着 以后好好伺候老爷 老爷马上就要苛口 累了疲了你 伺候老爷饮食起居 如果老爷想要对你做什么 你得照做 潘金莲现在作为主母 拿出了主母的态度 现在潘金莲不再是之前 守着大郎的小娘子 要管理很多事情 自然要有一个态度 旁春梅乖巧点头 夫人 我明白 一定会伺候好老爷的 老爷长得一表人才 还是借员工 以后的近视 家大业大 还有关在身 若是真能攀上老爷 他也挺高兴的 他不喜欢西门庆 但如果是谢员工 还不大的旁春梅 是可以接受的 有一次 武侄在书房 旁春梅偷苗塔 过来倒水的时候 故意弯腰靠近武侄 吐气如蓝 呼吸打在武侄脸上 让武侄有些发麻 他转头看去 怎么感觉旁春梅是故意的 老爷在看什么 可是小梅脸上有东西 旁春梅的脸 出现两朵红蕴 蔓延到他白皙而长的耳根处 他低下头来不再说话 武侄笑道 没什么 武侄摇摇头 继续看书 而到了晚上 大郎 好大的虫啊 潘金莲传来笑声 武侄 快 打他 好 老爷身体壮实 奴家 夫人怎么了 武侄问道 潘金莲 奴家这几天有点感冒了 可能身体有些虚 明天让旁春梅陪老爷吧 听到这话 武侄笑道 夫人难道不会吃醋吗 潘金莲扑斥一笑 吃醋肯定是有点的 只是老爷身为借员工 以后的近视 这样的人物 自古以来都是三妻四妾的 我可不能设规矩 再说了 老爷身体强 奴家一个人 也有些遭不住 让旁春没照顾老爷 这样老爷也好专心看书 武侄倒是有些意外 不过他也知道 这是古代不是现代 古代很讲究这些东西 武侄如今是借员工 的确有这个资格 武侄在古代生活久了 见多了 倒也感觉没什么 武侄 嗯 以后再说吧 武侄有金莲 倒不怎么饿 毕竟他家金莲 也是人间少有 这天 武侄已经收拾好了东西 准备去汴京 这次 他只带了家仆照三 而家里 则交给潘金莲打理 有武松在 家里他倒是不担心 武侄想着 等以后有势力了 再将一家人 全部搬到汴京去 不过在出门之前 武侄去了城外田地 田地很宽广 是之前花子虚送给他的田 花子虚对武侄还是不错的 如今他在田里 旁边站着一群电农 武侄将他们召集起来 自己私人花费点钱 给自己的田种点新鲜东西 武侄旁边有几堆 红薯种子和辣椒种子 堆积的小山一样 刚从商城购买得来 红薯有很多种类 比如红芯红薯 黄芯红薯 紫芯红薯 其中红芯红薯水分比较足 吃起来比较香甜 所以武侄购买的是 属于红芯红薯名字四号 种出来很大个 又香又甜 而辣椒也分为很多种 比如生椒 七芯椒 长椒 圆椎椒 甜式椒 这些种子武侄都有 他选定的是一种红辣椒 很长很细的那种 非常开胃 这种辣椒 可以作为美食佐料用 如果开一家酒店用这种辣椒 对于大宋百姓的味蕾 是一种很大的刺激 绝对受欢迎 在宋朝没有红薯 也没有辣椒 为了购买种子 武侄花费了将近一半属性 现在还剩下200点属性 好在这些种子买一次很大一堆 武侄才能购买这么多 加上辣椒种子 将它的200亩田种上也差不多了 这点并不多 武侄主要是想要弄出更多种子 第一是为了赚钱 第二 以后可以算它的一大功绩 对它的前程有很大作用 当然 如果大肆购买田地种植 每年随便都能赚得大几千两 一群电农有些惊讶 看着武侄旁边的种子 有电农问道 武大人 这是什么种子 武侄拿起一颗颗种子道 这是红薯种 电农 红薯 什么东西 在场一群电农不是很明白 也从未见过这种种子 感觉非常稀奇 不少人观看了一番 也拿在手中研究 看不出什么 就是一颗颗黑黑的种子 其实 种植红薯有很多方法 用种子 或者是牵插种植都可以 由于没有植苗 起初只能用种子 等以后种出来大量红薯 便可以培育幼苗 不需要种子了 众人又研究了一下辣椒种 感觉非常稀奇 不明白谢员工 从哪弄来这么多稀奇东西 接下来 武侄教这些人怎么种植 对于这些电农来说 只要播种 后续就简单了 实际上 就算不管这些种子 还是能种出来 只是精心照顾会更好 这些都可以作为 武侄赚钱和抓工技的手段 尤其是红薯 当然 武侄还有土豆种子 暂时没弄 土豆也是非常不错的 武侄说的头头是道 讲解种植这些东西的诀窍 是因为武侄还购买了一本 农作物杂术 书籍领悟 武侄只要想学习的东西 都可以通过商城购书学 经过武侄一番讲解之后 众人也是颇为意外 谢员工居然还精通弄农事 实在是让人佩服 是啊 谢员工乃是文科第一 如今又找来这些种子教我们 很多东西比我们还了解 许多电农在一起议论纷纷 感觉谢员工对农事 比他们还专业 着实震惊 按说 难道科考还要研究农事 而武侄则是道 这些就教给你们了 如果种植的好 我不会亏待你们 谢员工放心 这些交给我们 绝对保证出产量 一群电农专业种田 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做完这些后 武侄才放心离去 而赵三见识到老爷的其他手段 着实无法想象 老爷怎么什么都懂 武侄离开的时候 范炎 曹衡 武松 小蝶 潘金莲 庞春梅 包括花子虚等人都过来亲自护送 大家说了一些场面话 也祝贺武侄高中 便注视着武侄离去了 潘金莲眼中含泪 有些不舍 而庞春梅刚刚进入老爷家 还准备巴结老爷 结果老爷去汴京了 也是有些郁闷 他们在现场议论不停 直到武侄坐船远处 武侄走的是水路 这样比较方便 一路上武侄都在看书 在水路上也没遇到什么劫匪之类 不过即便是遇到 凭借武侄如今的武力 怕是倒霉的是那些劫匪 武侄的武力值真不是盖的 来几十个人不够他打 因为速度和力量 还有他最近学了武松一些功夫 所以一路上武侄倒是不担心什么 不过他经过的路中 看到了梁山水坡 一眼望去 一望无际的梁山水坡 水面上漂浮着一些杂草 湖面荡漾 看不到什么人 对于梁山中的所谓好汉 其中只有几个倒是不错 但大多数都是打家劫舍 杀人之辈 所以武侄对其没什么感觉 以后他若是成了朝中官员 可能还会与梁山发生冲突 不过很快静康之耻就要降临 这些梁山中人倒是打仗的好手 若能为其所用对抗金国 不失是一门梁策 可惜水浒的人都被奸臣害死了 失去了一些冲锋陷阵的好手 时间缓缓而过 武侄和赵三便到了汴京开封府 这里果真繁荣至极 高大的城墙 两边都是密密麻麻来往的人群 关道上也有许多马车 更不谈四面八方交通发达的水路了 城中两排商铺 基本高达三层 非常广阔高大 增部就在汴京城 既然来了 还是得拜访一下才行 武侄思维一番 对于这位轻点他的增部 武侄还是知道一些礼数 只是 这里毕竟是皇城之地 增部依然是这次的考官 恐怕是要避嫌不好见他 武侄的礼还是要做到 所以他准备了一些礼物 去了趟增府 礼物已经被增府收下 增部并未见武侄 又担心武侄想得太多 于是派人送了一封信 大致意思是 让他一切安好 少言 少欲 多学习 多做学问 武侄看完后 便将信毁掉了 一路走来 武侄发现 这汴京的青楼之地非常多 很多人 甚至考生 早就已经来到了这里 聚集一处 吟诗作对 文化交流 研究考题之类 很关心这次 他们能否考中 而这次考试 曾不能帮武侄的 顶多就是让他重进士 能否是会员 那得看宋徽宗的意思 电视才会分出 谁是状元 得看宋徽宗的意思 对于宋徽宗 武侄看过历史 知道他是典型的艺术皇帝 在艺术上颇有造诣 在治理天下上 完全一窍不通 宋徽宗同志 亲手将大宋亡国 他灭国的本事 还是挺大的 如果去采访宋徽宗 如何将一个国给灭掉 他一定说得头头是道 有很多心得体会 对于这个皇帝 武侄还是比较了解 所以 能否考上状元 得从这个皇帝下手 从皇帝身上下手 最重要的就是艺术 之前说了 宋徽宗同志 是一个非常看重艺术 也很欣赏艺术才能的人 那高求因为 球踢得好 便踢成了高太位 想一想 宋徽宗登基之后 面对满朝文武陌生的面孔 他能相信谁 自然是身边亲近的人 加上喜欢搞艺术 所以这些身边的朋友 都一个个身居高位 最终导致朝廷混乱 而想要引起皇帝的注意 武侄现在就有一个好方法 那就是字体 虽然考场规范了字体 但用受精体稍微引用 并不妨碍 到时候宋徽宗一看考卷 立刻就有亲切相似之感 铁定对武侄的考卷上心 当然 不能写得太过 稍微带一点点受精体的意思即可 之前第一场考试没敢用 现在要从皇帝身上下功夫 不得不如此了 好在宋朝是没有预抄制度的 就是考场有人先抄一遍考卷再呈上去 没有这个制度 武侄就可以拿字体做文章 至于曾部 只要顺着他的思想写 基本不会有问题 武侄想要的不是进士 而是第一状元 想要越重而出 得下点心思了 由于科考还有一段日子 武侄倒也没着急 对于考试内容 他脑海中的文库已经没什么问题 倒是等着又有点过于无聊 现在肚子也饿了 他和赵三便去了一家酒楼 他们一路走来 眼前酒楼最为高大 就这家了 赵三 老爷 这家酒楼很大 肯定非常贵啊 要不我们换一家吧 武侄摇摇头 走吧 咱不缺钱 赵三 两人走了进去 里面果然奢华至极 武侄选中的是 汴京城有名的樊楼 汴京的繁华地段 樊楼又名樊楼 是有名的风雅之地 樊楼装饰华美 既有美酒又有佳肴 还有数不清的家人 城内的达官贵人 总喜欢去樊楼玩乐 这其中 就包括君临天下的宋徽宗 徽宗的后宫非平如云 却经常暗中潜入樊楼 与花魁李诗师见面 当然 现在的宋徽宗 可能还没得手 李诗师是有名的 卖一不卖身 宋徽宗也不会强行 而关于此楼 还有一个故事 朝中奸臣高求的儿子高崖内 一直对林冲的夫人垂涎三尺 他的手下 为了能够帮他将林冲夫人夺来 特意将林冲骗到樊楼吃酒 对于这些武侄倒是不关注 他进入里面后 感叹这里之繁华 里面随便一点茶水和饭菜 都是几百文钱 甚至是数两的层次 恐怕也只有那些大财主和官员 才消费得起 樊楼也是汴京72家酒楼之首 据当时记载 樊楼的生意十分火爆 每天上缴给官府的酒税 就有两千钱 至于每年卖出的酒水 甚至达到了五万斤 樊楼独家酿造两种美酒 一种名叫梅寿 一种名叫纸 两种酒各有各的味道 口感醇厚 令人浑迁梦绕 总之 此楼很繁荣 有一首诗词 就是描绘此地 城中酒楼高入天 烹龙煮凤味肥仙 公孙下马闻相醉 一饮不惜费万钱 昭贵客饮高闲 楼上升割裂管闲 百般美物真修味 四面栏杆彩画颜 汴京城中的酒楼 一般都只有三层 唯独樊楼是一个例外 由于来此 消遣的客人太多 樊楼在徽宗时期 直接改建成五座三层的主楼 可谓是富丽堂皇 气派无比 为了方便让几座主楼里的客人 进行交流 樊楼内部 特意建造了很多的飞桥栏杆 这些栏杆之间相互联通 灯火如昼 走入酒楼 五值惊叹连连 两位客观用善啊 由小二过来笑道 五值点点头 扔去一点碎银 小二脸色欢喜 态度更为周到 将五值引入靠近河边的位置 通过窗户 可以一眼看到旁边的汴京河 贯穿整个城池 交汇一起四通八达 这里就是历史有名的清明上河图中的两岸之景 微风吹拂 看着窗外的美景 的确是让人心旷神疑 五值又点了眉兽 质量中酒品尝了一番 入口极为香醇 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时 五值看到三个人走来 在不远处坐下 都是三十几岁的男子 其中一个身材健壮 面容俊朗 神态看起来应该会功夫 来这里的人都是锦衣华服 此人身穿的倒是比较朴素 俊朗男子道 今天我们小饮即可 喝多了我担心 我家娘子不喜 听到这话 旁边陆迁笑道 林冲兄弟怕什么 你功夫高强 难道还怕你家娘子打你不成 哈哈 陆迁乃是林冲的损友 而另外一个 便是高求身边的人福安了 福安道 林兄是何等人物 怎还会怕娘子 来 先喝三杯再说 陆迁点点头 对对对 先喝三杯 林兄酒量好 这点酒算什么 两人想要灌醉林冲 林冲摇头道 今天真的要少喝点了 上次我家娘子被高崖内惊吓了 若是再往回去 铁定要挨骂 我马上得回去了 福安和陆迁对视一眼 福安道 林兄莫及 少喝两杯也行 吐露一下心中的不快 咱两兄弟陪你喝 此刻武侄在旁边听到三人交流 顿时一愣 那俊朗之人是林冲 如果真是这样 他可是碰到水湖有名的场面了 那高崖内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高崖内 高崖的义子 原为高崖的书败弟兄 为了达到自己能想富贵不择手段 不惜给高崖当儿子 足以证明 崖内这个人是个无赖 而陆迁此人也是够坏的 为了巴解高崖内 在这里拖延林冲 估计马上林冲的媳妇 就要被人骗去陆迁家 好给高崖内提供方便 只是按照正常剧情 林冲会识破他们的诡计 赶回去刚好撞见高崖内 想要对他娘子图谋不轨 不过万一出了差错 那林冲的娘子就要被玷污了 武之目光微微眯起 思维着自己要不要做点什么 只是帮了林冲 自己岂不是要得罪高崖内 高崖内高崖 乃是高崖的义子 得罪他和得罪高崖没什么区别 武之先等了一会儿 如果林冲自己回去 他倒不用做什么 只是那林冲口里说着 不能喝多 喝起酒来 却是一口一闷 有点喝得云里雾里 本来刚开始 还是聊着娘子的事情 结果聊着 变成了当今大宋的局面 各方面措施等等 越扯越远 喝到兴奋处 林冲一拍桌子 还说要一个人前去 一枪将敌国首领脑袋给捅了 好家伙 这林冲喝多了酒 满口牛皮啊 武之暗道 你家娘子 马上就要被人污了 还满嘴牛皮话 要不要告诉他呢 对于武之而言 这只是举手之劳 但他又不想出面得罪高崖内 不过办法嘛 还是有的 第一 他可以跑过去扯皮 弄散了这桌酒宴 以免林冲喝多了 单个实际 但是有风险 自己会得罪高崖内 不划算 第二嘛 就简单了 武之让小二拿点笔纸来 写了一个字条 让小二给塞了过去 这一幕也没人注意 至于武之 喝了点小酒 也差不多可以散了 便在暗处观察了一番 那纸条上大致意思是 你家娘子在陆千府 他们要骗你家娘子 去陆千家 给高崖内提供方便之类 林冲何等人 只看内容辨知 是好心人在帮他 他看了纸条有些恼怒 也对书信人很是感激 虽然他没见过此人 不管真与假 他立刻告辞回去了 留下陆千两人 一脸无法理解 他们对视一眼 知道计划落空 不知道是如何被林冲识破的 只能叹息行动失败 看到这一幕 武之才离去 反正酒楼很大 他到处观看了一下 楼里许多姑娘来回走动 大多都是酒楼内的风尘女子 姿色嘛 倒是还可以 不过武之家有金莲 侧有丫鬟旁春梅 对于这些胭脂俗粉 倒是没怎么多留意 武之和赵三走在楼里 走廊非常宽阔 上面很高大 虽然这里只有三层 却堪比五层楼的高度 整座九楼乃是五座高楼 互通连接在一起 有飞桥从河道之上 呈拱形连接 此地聚集了汴京的文人 贵人 富商 包括来赶考的许多举人 包括清河县中和武之同考的 此刻的赵三 跟着武之就如同相巴佬进城 东看看西看看 也感叹这里之奢华 络绎不绝的人来来往往 武之停留在窗边 目光略向外面的景色 就在这时 旁边台阶走上来了两名男子 看神态不是常人 为首之人身穿华服 看起来三十几岁 旁边跟着一名身材健壮的年轻人 只是稍微靠后 神态时刻注意前方男子 显得小心翼翼 此二人大有来头 为首的便是宋徽宗赵吉 旁边则是有名的全幻同观 此人体貌魁梧 塞下生有胡须 倒很难认出他是宦官 同观是北宋全幻 六贼之一 姓巧妹 善逢迎 是历史上掌控兵权最大的宦官 获得爵位最高 也是第一位代国出使 被册封为王的宦官 每次出来完 宋徽宗不是戴菜经 高求等人 就是同观 同观道 公子 李诗诗就在运验阁楼中 这次偷偷出来时间不多 还得快点才是 召集点点头 二人不由脚步加快了一些 宋徽宗的长相 也许是他的艺术气质 让他看起来似翩翩公子 气度风华 如今看年纪也不大 面相也颇为儒雅 不过看起来儒雅 实际上宋徽宗是出了名的 喜欢逛这种地方 还有一副好身体 尤其是妖子 入京之前 宋徽宗至少有38个儿子 33个女儿 加上入京国之后生的14名子女 全部子女 至少80余人 说他是供给中的打装机 也不为过 二人从远处走来 武侄和赵三在窗户边 过路的人很多 所以也没在意 赵三看着外面的景色 不由笑道 老爷 这里的美景 我赵三还是第一次见 要不是跟随老爷过来 这辈子 恐怕还来不了汴京 光看到这般景色啊 所有高楼之间 都有红色灯笼 天空绽放烟花 即便此刻天色渐晚 也是日夜如白昼 武侄点点头 这汴京乃是皇城之地 自然是最繁荣的 那些赶考的人 以后都想留在汴京 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四周来来往往的人 有一些年轻人 还会在窗边迎诗作对 嬉笑谈恶 不过赵三听了 觉得不咋地 赵三道 我也想迎诗一手了 可惜肚中没墨水啊 对了老爷 您诗词造诣很深 这样的美景 老爷 你小子 武侄笑道 诗词骂不难 如此美景 的确需要一首诗 就知道老爷大财 让赵三现场迎诗一首 那是要他的命 但是老爷 就不同了 本身是借员工 诗词还不是小意思 这时武之道 城中九楼高入天 烹龙煮凤味肥仙 公孙下马闻香醉 意饮不惜费万钱 昭贵客 饮高贤 楼上声歌列管贤 百般美术真修味 四面栏杆彩花颜 赵三听的眼珠子放大 仅从诗词声音上听 赵三也感觉 此诗配合现场 樊楼绝对名副其诗 不由震惊 其实这首诗 就是出自宋朝 不过属于无名作者 首先不说 是否出自未来年月 还是当今 即便是当今 听过的人 恐怕也是屈指可数 所以 武之用这首诗词 也是没问题的 这样的诗词 他脑海中还有很多 这时 忽然一道雄厚的声音传来 公孙下马闻香醉 意饮不惜费万钱 好诗啊 旁边赵吉和铜冠路过 刚刚听到这首诗词 不由得让赵吉一愣 连声称赞起来 铜冠也是点点头 赵公子 此人所作诗词 形容的 就是此刻的樊楼 的确会声晦色 将其中的精髓描绘了出来 有些才能 怕不是进京赶考的举人吧 赵吉最欣赏有才能的人 他看到武之便道 兄台做的诗甚厚 不知 这位兄台哪里人 文言 武之回道 我乃东平府下 清和县人 武之 阁下是 赵吉道 在下赵义 清和县居然有这样大才之人 幸会幸会啊 普天之下 能做出这样世词的人不多见 武之兄来汴京 可是来科考的 赵吉的脑瓜子还可以 一个清和县的人 跑到这汴京 看武之也就二十七八的模样 便猜出了一二 赵三笑道 我们家老爷就是来科考的 在清和县刚中的谢元公 哦 武兄居然是清和县的借元公 赵吉听后颇为意外 同贯对武之也是多看了一眼 难怪此人能做出这样的诗词 如果是谢元公 倒是能理解了 两个人交流一番 武之也不是太清楚 这二人是做什么的 看来头应该不小 他们二人只说自己是经商之人 其他的也没透露 武之和赵吉聊得倒是很愉快 因为武之脑海是个文库 知诗词文化 而赵吉是一个艺术皇帝 聊的东西就多了 到最后 两人从诗词文化 名声又从古朝聊到大宋 再聊到当今官家宋徽宗身上 赵吉将话题引到皇帝身上 武之内心一震 而同贯也是注意力在武之身上 他担心武之说出什么大逆不道的话来 虽然赵吉是偷偷出来 但乱说话肯定是聊不下去的 既然聊到宋徽宗 武之想了想 要说到大宋官家 武之道 这不是一般人啊 哦 武兄此话怎讲 赵吉来了兴趣 同贯则是谨慎起来 不知道武之想说什么 这宋徽宗自然不是一般人 武之想说 此人是战斗中的打装机 更想说 他是皇帝中的败类 乱用全臣等等 但这能说吗 武之又不傻 什么时候 都不能说一些负面的话 否则会招惹麻烦 之前武之聊天的时候 都忌讳乱说 尤其是这种风雅文人汇聚之地 只要说好的就没问题 武之笑道 当今官家 据我所知 乃是一名大才子 在艺术方面颇有造诣 算是当今一流文人 一般人比不上 文言 铜冠脸色稍微好看许多 宋徽宗也是点点头 其次 武之接着道 官家不但才气惊人 也颇为有义气 少有人能比 听到这话 赵吉疑惑道 这诗词话术 当今官家的确有些造诣 但这义气又从何说起 铜冠也是不解 武之笑道 当今官家自然是很讲义气的 当初跟他一起的朋友 只要有才能的人 皇帝都会提拔为以重任 此乃兄弟之意 而且 皇帝身边的人都颇具艺术才能 可谓惺惺惺相惜 是众多才能之人的伯乐 有夫同想 岂是一般人能做到 武之就差说 宋徽宗是个昏君了 朝堂之上任人为亲 是要不得的 当然 现在大宋局面暂时稳定 不出靖康之耻 武之这么说也没毛病 武之是故意如此 因为他官眼前之人 形态举止不一般 在汴京多的是达官贵人 王好的说是没什么问题的 既夸了皇帝之才 是伯乐 慧眼十诛 又赞美皇帝身边的 也是能人 尤其是在眼前宋徽宗 和童冠面前 更是给足了面子 当然 武之并不知道 眼前的人是宋徽宗 总之 真话是不能随便乱说的 宋徽宗和童冠对视一眼 都是相视一笑 看武之的眼神 多了一丝欣赏 童冠暗道 这谢员工挺会说话 夸官家身边的人就是夸他 童冠心中还是很愉悦的 不由觉得这个谢员工很上道 不过 他恐怕不知道眼前的人 便是官家吧 而武之这么说 其实也没错 比如童冠他一个太监 却能把持兵权二十年 没被人弄下来 且不说他为人怎么样 就这份功力 也是有很大能力的 只是名声不太好 童冠赶紧道 这位公子说得极是 当今官家的确非常义气 也很有才能 寻常人不及万一 诶 不能这么说 召集道 我看武兄之才 就非一般人能比啊 召集面带笑容 他感觉武之之言 说道 他心砍上去了 召集他之所以用身边的人 是因为朝堂之上 都是陌生面孔 谁知道他们心里怎么想的 没有一点心腹 怎么把持朝堂 所以他提拔的 都是身边的亲信 自己也觉得 对身边人不错 武之这么说 让召集颇为受用 人都是喜欢听好话的 召集甚至觉得 武之还算挺懂他的人 颇有一种遇到知音的感觉 毕竟朝堂之上 还是有些闲言碎语 说他提拔身边之人 有些胡来 听武之这样一说 他心里宽慰了 可不是吗 同贯 高求之辈 那都是身边亲近的人 他上位之后都提拔起来 乃是有福同享啊 之前武兄之言 我也觉得很有道理 看来 你我想法相同 说来也真是相见恨晚啊 召集有些激动了 行了 咱们也别站着了 今日我要去见便 精明女礼师师 武兄 可愿 随我一同前去 同贯莫不作声 他没什么意见 若是平常 他可能会劝官家 武之一愣 李诗师 武之自然知道 李诗师的大名 李诗师乃是汴京人 擅长歌舞 深谙诗词 他原本是汴京城内 金银染防王银的女儿 三岁时父亲 把他记名佛寺 老僧为他磨顶 他突然大哭 老僧人认为 他很像佛门弟子 因为大家管佛门弟子叫诗 所以 他就被叫做王诗诗 他四岁时 父亲因醉死在狱中 因此流露街头 最后被猖怨李韵收养 并随其姓为李诗师 并教他琴棋书画 歌舞世人 后来 李诗师成为汴京之名 青楼女子 是文人雅士 公子王孙 竞相争夺的对象 最后连宋徽宗也闻其名 而想一睹芳容 没想到 李诗师就在附近 武之反正无聊 便答应了 随后一行人 立刻前往运雁阁中 他们进入运雁阁 里面很宽广 有很多座位 由于宋徽宗和铜冠 是偷着出来的 一般人也不认识 就混在其中 此刻武之 在这里发现了两个熟人 王涛和李树 两个年轻人 坐在不远处 他们都是青河县的举人 武之如果没记错的话 这王涛是青河县二甲 而那个略显兽的青年李树 则是三甲举人 当初武之在现场看到此人 因为中举而高兴地喊爹喊娘 痛哭流涕 没想到他们也在这里 应该是听闻了一些消息聚集而来 反正现在科考还有一段时间 王涛和李树也意外看到了武之 二人走来 王涛拱手 谢元公 幸会幸会 想不到在这里遇到了谢元公啊 李树也是拱手笑道 谢元公 咱们都是同乡 在这汴京碰到 也算是缘分啊 几个人寒暄一番 旁边召集并未说话 同贯也静静地等待 看来武之是借元公 是真的了 现场众人交头接耳 都在谈论 就在这时 忽然里面有人走来 引起现场一阵轰动 一名身材高挑修长 乌黑长发 一身白衣裸裙的女子 缓缓从其中走了出来 此女面容 带着白色的纱布 遮蔽了鼻梁到嘴巴的轮廓 一双明亮瞳孔扫过来 带着些礼貌的笑意 有一股才女的气息 在旁边两名丫鬟的衬托下走来 她一出来 将现场瞬间引爆 王涛和李树也是目光看去 包括武之 旁边的赵吉与同贯 李诗诗 无论是美貌还是才气 都是非常有名 在五只眼前此人是历史上的才女 这就是李诗诗 果然是美啊 虽然遮蔽了脸 还是惊艳 我第一次见到李诗诗呢 盛名的李诗诗 说来今天也没白了啊 王涛笑道 不愧是李诗诗 果然惊艳无双 李说 早就听闻李姑娘大名了 今日有幸一见 难得呀 真是天下第一美人啊 现场瞬间热腾了起来 赵吉和同贯也看向李诗诗 赵吉之前就看过李诗诗 李诗诗现在还不知道 赵吉就是皇帝 至于同贯 他一太监也只能干瞪眼了 五只打量少许 李诗诗的确是美 不过要说天下第一美人 那只是一种赞语 要说美貌 他家金莲还有丫鬟旁春美也是不差的 五只扫尸一圈 阁楼中全部是男人 都是慕名而来 可见李诗诗魅力之大 五只感慨 这大宋美人还是非常之多的 不过文无第一 五无第二 而美貌也属实 难分谁是第一 只能说各有特色 不过眼前的这特色 五只连整张脸都看不到 这种情况下 又怎么能见到李诗诗真面孔 不过想来 这是一种手段 越是这样 李诗诗名气只会更大 更有吸引力 连赵吉都慕名而来 可见一般 倘若谁都知道他长什么模样 也就没那么吸引人了 不得不说 李诗诗的运作团队 还是挺有头脑的 李诗诗这时稍微行李 端坐上台 面前就是琴桌 上面放着一把古琴 他轻轻地俯了一下琴弦 调了下古琴 白皙如玉的手指 在上面开始弹了起来 缓缓的悠扬情声 传来回荡整个阁楼 所有人都安静下来 静静地听着大明之下 李诗诗表演才艺 只是一听 五只这个外行 也觉得的确非同一般 怕是李诗诗放在地球的古乐中 也是绝对的一流大家 旋律比较优雅 并不急躁 让人听了之后 心情也安静下来 他的手法娴熟 上下挥动 优美琴声不断 拨动琴弦后 偶有琴调蕴含残留韵味缭绕 的确可以让人沉静其中 很快 一首古琴演奏完毕 现场王涛立刻鼓掌起来 李姑娘真是弹得一首好琴啊 李树 琴声当真是好 李姑娘 可否再来一首 感觉不够啊 不知是谁喊了一声 又有人道 让李姑娘休息一会儿 弹得不累啊 李诗诗笑了 一些年轻人看醉 随后悠扬的琴声再次传来 李诗诗每次演奏 自然是要献上汲取尽兴的 弹奏之间 李诗诗轻柔的声音 传来歌唱之声 他的声音充满了婉转动人的音调 有一点点的雌性 附带轻柔的穿透力 嗓音很是独特 一听便知道是家人之音 让人魂牵梦绕 他歌声唱完之后 顿时现场有人叫了起来 好 唱得好 曲子好 人更美啊 不错 曲子歌声第一次听闻 李姑娘不愧是才女 现场众人议论纷纷 而此刻 李诗诗微微一笑 便起身行礼 就在这时 王涛站了起来 见李诗诗要走 他便道 李姑娘 我这里有诗一首 想要献给姑娘 不知能否停留两步 此话一出 全场众人看向王涛 五指也是看去 按道这王涛 是想要追求李诗诗吧 亦或者是再次显现自己的才能 召集 同观看向王涛 两人面色有些古怪 这一幕被五指捕捉到了 李树则摇摇头 王涛这家伙很爱显摆 他一点也不意外 何况李诗诗的确是才貌双全 让人想要表现一番 只是李树出来乍道 也不敢太表现 万一出丑 可是要笑死人了 不过自古闻人给一些有名的才女 作诗作词 也是常有的事情 而李诗诗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也不好拒绝 便是行李留在原地 称谢了一番 楼中之人拿过来了笔墨纸 这也是现实的基本操作 要留下诗词字迹 王涛也不耽搁 拿起笔墨在纸上写了起来 很顺畅 众人围绕过来观看 给李诗诗写诗词 那自然是赞美 或者是关于爱慕之意的诗词 很快 在众人目光中 王涛写下来了一首诗词 有人按照上面文字念了出来 秋风清 秋月明 落叶聚海散 寒鸭七复经 相思相见之何日 此时此夜难为情 若我相思门 知我相思苦 长相思稀长相义 短相思稀无穷极 早知如此半人心 何如当初莫相识 这首诗在王涛的意思中 就是为了展现才能 还有今日见到李诗诗之后的爱慕之情 仿佛今日一见 魂都丢了 但想要得到李诗诗 那是万难 所以 还真不如不要见到 虽然不是太应景 也勉强符合 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情 此诗一出 全场震动 长相思稀长相义 短相思稀无穷极 这这这好诗真是好诗啊 不愧是举人 王涛果然厉害 能考中举人的 没一个简单的 王涛兄富有诗词 精妙文章 在下佩服 果真是好诗啊 现场众人念到诗词 也颇觉意境极好 即便是李书念到之后 颇觉美妙 而李诗诗听了之后 内心有些古怪 为何 李诗诗广读诗文章 这首诗词是古人所作 他以前看过 就在这时 赵极笑道 这位兄台 这首诗词感觉很熟悉 如果我没猜错 这是上朝李白所作的诗词 秋风词吧 赵极可是艺术皇帝 对于诗词很是了解 这王涛分明就是班的李白诗词 在古代 很多诗词传播 并非想象的那么广 多半都是靠书籍 而很多人未必看过 即便看到 也不一定记住 在场很多书生 有几个也感觉熟悉 一时间也没想起来 赵极一说 众人才恍然 搞了半天 这王涛是班李白的 这 王涛被人点破 脸色有些难看 本来想找个诗词装个文采 虽然他自己也可以作诗 但哪里有李白的诗词来的精妙 这还是他一次 无意间翻阅李白的诗集找到 本以为众人不知道 谁知闹了个笑话 你应该是弄错了吧 这首诗词 王涛尴尬 也自知李快说不下去了 行了王涛 就不要狡辩了 这首诗我也见过 你好歹也是一个举人 居然用这种方法 博得姑娘放心 你莫非以为在汴京 都是偏远区域的百姓 没读过几篇文章吗 就不要在这里丢人了 立刻就有人站出来笑道 王涛面子上挂不住 便道 好诗就应该献给 像李诗诗这样的才女 难道这首诗 不能代表众人的心思 只要是好诗就行 话说回来 在场谁能做出 比李白诗更好的 或者相当的 我将好诗献给李姑娘 也没错吧 王涛有些着急了 想要挽回点自己的面子 随后看向赵吉 这位公子 你能做出与此相比的诗 如果不能 又何必如此呢 大家都是乐何而已 李白的诗词文章 那肯定是非常好的 他赵吉虽然有才 在多方面有所研究 也能做诗词 但想要堪比李白的诗 太难了 王涛分明就是为难他 想要让赵吉当场出丑 旁边同罐眉头一皱 这王涛 怕是找死啊 对对对 大家都是乐何 就当玩玩 不过王公子所言也有道理 在场诸位都可以迎诗作对 也不是一种乐事 又一人笑道 我看就从这位公子开始吧 我观公子气欲轩昂 想必也是富有诗词的才子 献上一首 再由其他人献诗 大家共同交流吗 现场众人议论了起来 将焦点转移到赵吉身上 这帮人起哄 让赵吉有些尴尬 赵吉若是作诗 无法超越李白 会遭到众人鄙夷 若是作不出 那更是丢人 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见状 武侄站起来 拍了拍他的肩膀 本来 他是不想出风头的 因为在这种地方出风头 未必是好事 尤其是李诗诗在此 受到众人爱慕 你现实讨好李诗诗 若是诗词不好倒也罢了 若是好 就显得其他人没面子 这不是遭人恨吗 但武侄和赵吉 也算是有所交流 眼看这位兄台窘迫 便出来道 赵公子之才在我之上 这小句诗词 和劳赵公子 我做诗一首 提供大家乐呵乐呵 诸位看如何 你 你谁啊 旁边有人问道 李书赶紧道 这位是咱们 清河县的借员公 武侄 武侄 谢员公 此言一出 不知道的人立刻投过来 惊讶目光 上下打量武侄 谢员公可了不得 能考上的 那都是才能上等之辈 武侄将众人的风头 拉在他身上 旁边召集 这才松了一口气 坐下来 刚才差点出丑了 有武侄出面 也算是替他解围 想不到武侄兄如此仗义 没有让他当众出丑 若是平日玩乐献诗 倒也罢了 主要是王涛提出 要与李白的诗词相提并论 时间仓促 这要是献出自己的诗词 很容易被人笑话 李书道 谢员公之才 做诗肯定没问题 如果谢员公能显露一首 也算是我们的幸运了 一男子笑道 那是 不过能超过李白 或者是相当的 怕是很难吧 其余众人点点头 而这时 赵三道 之前咱家老爷就迎诗一首 我看虽然不能超过李白 也是能相当的诗词了 哦 是什么诗词 写出来让大家看看 之前所作 就算了吧 武侄道 诶 武侄兄乃是介员公 之前所作诗词如果好 拿到现在来 也可以让大家欣赏欣赏啊 对对对 武侄兄尽可写出 立刻就有人笔墨伺候 武侄无语 只好想了想 随后弯腰提笔 写了两首诗 第一首 自然是之前召集听闻的 众人看了之后 全场震惊 因为这首诗词的确是好 绝对能和刚才王涛的诗词 相提并论 甚至更应景 以至于现场传来阵阵叫好 就是王涛和李树 也是内心一阵 而第二首 武侄笑道 我这第二首 也是描绘方圆之景 武侄笔走龙蛇 在纸上纵横挥洒笔墨 很快第二首写了出来 立刻就有人念出 齐树名霞武凤楼 一门自古帝王州 衣冠繪文昌府 荆棘僧森罗不娶侯 美酒名欧陈广坐 宁家夜谷送华州 秦川王灿和为者 憔悴萧尘坐白头 前面说的是汴京繁荣之景 后面则是感叹 可惜自己逐渐老去 此诗一出 王涛喃喃自语 这诗 他本想此举挽回面子 结果武侄无论是第一首 还是第二首都惊艳了众人 全场传来震震惊声 召集惊叹 齐树名霞武凤楼 一门自古帝王州 衣冠繪文昌府 荆棘森罗不娶侯 好 好诗 不错 铜冠也点点头 李诗诗听到之后 也是目光一震 这两首诗 他都未曾听过 真是那武侄所作 这 全场众人沸腾了 仔细研究诗词 无论是对账 还有意境 已经描绘的东西 都符合当下 便经樊楼之景 不愧是谢元公 所作诗词太好了 是啊 笔之李白也是 各有特色 不遑多让啊 诗却是好 众人沸腾的议论 武侄知道 这些人不认识这两首诗 第一首是无名作者 第二首嘛 其实是金代理粉所作 王涛想要说什么 也的确找不出毛病 诗词的确是好 如果是召集难堪之前 武侄这样做诗词出风头 肯定会让赵吉心有不渝 然而 武侄词举 乃是为了给赵吉解围 所以赵吉不但很高兴 甚至尤为欣赏武侄的才华 他想来 第一首诗词 可能是武侄侥幸所得 然而这第二首出来 恐怕无人能及了 就在这时 又有人道 还得是谢元公啊 既然已写诗两首 且众人都颇绝妙极 但这都是描绘繁楼之景 今日李诗诗再次给大家演奏 谢元公可否给李诗诗也献上一首 如此佳人 如果能复诗一首 以谢元公的才能 一定能在汴京掀起不小的动静 王涛也赶紧道 对对对 谢元公若是再做一首 岂不妙哉 王涛想看武侄出丑 他就不幸找不到毛病 当然 他不会说谢元公 毕竟不想得罪 但众人眼睛血亮 若是武侄做错了 大家自然有说他的 这 武侄看了看众人 又看到远处李诗诗期待的眼神 着实是有些不好拒绝 召集道 谢元公大才 如果有幸多闻几首妙诗 也是在座的荣幸 好的诗词 的确是让人想要欣赏 尤其是见识过武侄文才的人 武侄点点头 行 在下就献丑了 请在谢元公好诗 众人拱拱手 武侄这才拿起笔墨 再次写了起来 武侄挥洒了好一会儿功夫 现场落真可闻 就盯着武侄一个人在上面写着 当写完的时候 好大一长篇落入众人眼中 字迹挥洒不羁 苍尽有力 立刻李树便念了出来 朵梅鸾记垂云壁 掩入名谋秋水意 奉携伴者小公公 英语一声娇滴滴 才云简雾至山穿 树速仙妖恰一诺 桃花未脸欲为击 费尽丹青苗不得 人生若指如初见 何是秋风悲化善 何如有幸李诗诗 比翼连之当日愿 武侄所作 上半部乃是诗奈安在水浒之后 为李诗诗所作 此刻拿出无人认识 后面则是拿木兰花随意改的 这一整首前半部分描绘了李诗诗 后半部描绘了对李诗诗的初见之情 当然 武侄是没什么情的 只是拿出来乐呵 这首诗 当众人念叨 全场一时寂静无声 对思想造成了强大冲击 随后现场炸锅了 王涛本想要找些毛病 结果一看傻眼了 躲眉鸾记垂云臂 掩入名谋秋水意 奉携伴蛇小公公 英语一声娇滴滴 这可不是在描绘李诗诗姑娘吗 简直形象至极啊 王涛都忍不住惊叹 李树也是嘴巴张大 赵吉 人声若只如初见 何事秋风悲化善 说到赵吉心砍上去了 他当初第一次见到李诗诗 便是如此 即便赵吉 也写不出这样的诗词来 妙 实在是妙啊 这让赵吉不由地看向武侄 目光欣赏 甚至有了一丝崇拜之意 之前咱们说了 赵吉是一个艺术皇帝 他对于艺术有非常执着的要求 也很喜欢有才能的人 而武侄这些诗词 都是上家之作 尤其是这一首 完全写出了赵吉 对李诗诗的印象和感情 好像是为他内心所作一样 只是他无法表达出来 武侄却通过笔墨描绘而出 同贯笑道 借元公文才 堪称在世李白啊 如果我没看错这 可以分成两首诗 被谢元公合并为一 既描绘了李诗诗 又表达了其中的印象感情 好啊 之前提议武侄在作诗的那人 也是目光圆瞪 难难自语其中的诗词 武侣之才 在下佩服 提议的这人拱拱手 表达自己对武侄的敬佩之意 诗词好 谢元公能中介缘 真才实学 在下不如 王涛也是道 谢元公 我服气了 难怪你能第一名 而我只能第二 李树也是拱拱手 咱们清河县的老乡 居然有如此诗才 说来这次主考官果然会演诗诛 会演诗诛啊 召集文言心中一动 这次主考官清河县的 不是那曾布吗 曾布能将这次戒元公定为武侄 的确是有眼光 而李诗诗 也在原地棱住了 一双乌黑的双眼 充满了对武侄的敬佩 他自觉完全配不上这首诗词 但武侄之才 却让他内心如滔天霹雳 自古才子爱家人 家人又何尝不爱才子 这一番 李诗诗对武侄的印象 可谓是深入灵魂 全场沸腾 都是对武侄的赞扬和敬佩 要知道 大宋对于诗词的热爱是疯狂的 武侄的诗词 越是琢磨 便越是感觉有一股难言的味道 即便他们想要找毛病 也着实找不出 加上武侄的字迹 显得这一首诗词 更是有一种悦然纸上的精美之感 武侄想来 这些诗词都是打磨了很久 被武侄短短时间写出 众人如此强烈反应 也就不足为奇了 李诗诗震惊过后 笑道 今日有幸让诸位公子提诗 多谢 小女不才 也有一首削曲献给在场诸位公子 说是献给在场的人 李诗诗的眼睛 却是不由多看武侄一眼 而此刻的召集 还在观看纸上的字迹 甚至现场有人开始抄录了 不出意外 武侄所作之诗要广为流传了 不知要是被以后的作诗人知道 会不会吐血啊 此刻 听到李诗诗要献上削曲 现场又是一阵火爆 随后 李诗诗拿出一杆长销 动听婉转的销声 在现场响彻了起来 众人逐渐安静 武侄也坐下来 静静享受着李诗诗的吹销 一首销曲缭绕 动听悦耳 出自李诗诗之口 更是让人流连忘返 甚绝好受 演奏完毕 李诗诗再次行礼 众人又热闹起来 这首曲子 颇为登仙之感 不错呀 好听 李诗诗的销曲 当真是好啊 李诗诗吹的一首好销啊 武侄笑道 李姑娘不但琴弹的好 这销吹的也是甚妙啊 只有李诗诗知道 他是在给武侄而吹 因为武侄献上的几首诗词 他都很喜欢 也算是一种回忆 一场聚会 在欢声笑语之中 很快结束 大家见到了李诗诗 同时也见识到了 武侄经验之才 更知道这位武侄乃是谢元公 在场不少人在结束之时 过来拱手道 谢元公之才 今日得见 实乃荣幸 不知是否能交个朋友 又一人道 虽然第一次见 不过我对武兄有一种 相见恨晚之情 明日我们可否喝一杯 谢元公他日必定是近视 人也是气与炫耳啊 对了 谢元公如今是否婚娶 是啊 谢元公 如果没有娶妻的话 我家有一小女 今年十六岁 若是谢元公有意 四周众人都开始 想要认识谢元公 毕竟马上科考在即 武侄一个近视是少不了 不免想要攀上这层关系 武侄自然不会说什么 都打马慧眼推辞了 然后迅速到了外面 赵吉和同贯在旁 赵吉笑道 多谢武兄刚才替我解围 武侄公公手 客气 也不算是解围 说来还是我抢了赵公子的风头 真是惭愧啊 听到这话 赵吉更是感慨 武兄明明是替他解围 却说自己是为了出风头 可谓是给足了赵吉面子 赵吉笑道 依我看 以武兄之才 以后一定能为朝廷所重用 武侄笑道 这个以后谁说得准 这次我若是能考上近视就不错了 至于是否得到重用 还得看自身的造化 同贯道 我看武兄以后一定能仕途大展 武侄 多谢二位吉言 赵吉和同贯对视一眼 这时 赵吉又问道 对了 武兄刚才诗词之言 莫非是对那李诗诗 有什么念想 文言 武侄笑道 这倒不是 诗虽有情 做诗词的人未必真心 我也不过是取乐而已 倒是对李诗诗没其他想法 我家有妻子 这次过来 一心只为了考上功名 听到武侄这么说 赵吉双眼一亮 随即点点头 寒暄一番 这才告辞离去 临走前 赵吉道 以后我们 还会再见面的 看着两人的背影 武侄也没多想 说来这次显摆 武侄得到了一些情绪值 不过也不是很多 虽然在聚会上诗词 让人产生了不小的情绪 但毕竟人太少 相比武侄现在的兑换比例 也不过才得到二十几点而已 武侄和赵三 也要离去了 而他不知道的是 在三楼窗户边 一名曼妙的身影 望着武侄远去 旁边丫鬟道 小姐 莫非是看上了 那武侄谢元公吗 李诗诗轻声道 休要胡说 丫鬟 我看小姐就是看中了 那谢元公 不过可惜啊 那谢元公是来科考的 本身有功名在身 他日便是近视 此刻一别 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个机会啊 李诗诗摇摇头 他是我遇见 无论是样貌 还是才能 都属含有之人 这样的人必定重近视 我与他 我一介歌女 哪里能攀上这样的人 可惜不能与公子 单独聊上几句 李诗诗放下窗户 武侄已经走远了 丫鬟道 小姐可是汴京的名人 多少达官贵人 都想要一睹方言 他虽然是介元公 但如果小姐有意 并非不可 李诗诗笑道 他这样的人 多的是家人爱慕 算了 以后的事情再说吧 李诗诗也是嘴角 带着些许苦笑 在这样的地方流浪 又何尝是他所愿 只是没有家事 流浪在外 虽有众人抬爱 却也只是流浪歌女 人家对他未必上心 由于天色已经渐暗 武侄找了一家酒楼 便住下了 而此刻的曾布府 曾布坐在椅子上 正在翻看书籍 一名手下来报 曾布道 如何 大人 那武侄刚从樊楼出来 曾布 樊楼 他在樊楼 是的 大人 属下亲眼所见 他去见李诗诗了 听到这里 曾布眉头一皱 李诗诗的大名他 自然听过 是汴京一代才女 虽然卖一不卖身 却也是风尘女子 武侄去见李诗诗做什么 曾布摇摇头 现在科考在即 他居然逛青楼 曾布对武侄的行为 是不喜的 这种事情 也不看了时间 科考在即 他应该多读文章才是 如果武侄是这样的态度 让曾布有些担心 他写出的文章 不能得官家重议 这样一来 扶持起来 难度变大了 他在里面还做了些什么 曾布问道 手下便将其中发生的事情告知了 大致意思是 众人见李诗诗 迎诗作对 包括武侄诗词经验众人的情况 他调查得很清楚 曾布问道 所作何诗 属下已经打听了一份 抄在本上 大人请过目 此人调查的武侄 不可谓不仔细 毕竟是曾布吩咐 曾布拿书纸一看 这上面有很多诗词 看到这些诗词 曾布顿时一愣 他发现自己 还是小看了武侄的诗词才能 这每一首诗词 都非常不错 真是那武侄所作 曾布倒是有些意外 这武侄 似乎对于诗词 有很大的才能 不过也是 自己清点的谢员工 能做出这样的诗 倒也符合 但还是让曾布感慨了许久 虽然如此 曾布还是觉得 武侄在科考期间 去逛樊楼 不合时宜 曾布这样想 其实也不是说他有多好 实际上 曾布家里 也是那了很多妾 也经常去这种地方 但武侄是他的学生 他去 在曾布心里 难免会有不好的印象 不过想来也无伤大雅 曾布也没有太多的念头 在大宋 这种情况也很普遍 也就没再多计较 武侄根本不知道这一切 他不知道 曾布派人观察他 也不知道他遇到的两人 一个是当今官家 一个是历史上有名的铜冠 其实 武侄只要打开面板 就能通过情绪获得列表 知道赵吉和铜冠的信息 为何 因为他的情绪获得 系统是有提示是谁的 有名字 武侄若是看到赵吉和铜冠的名字 自然会认出来 只是信息过于繁杂 武侄并没有任由器提示 加上信息很多 人很杂 密密麻麻的信息 也着实看不过来 好在武侄在聚会期间非常谨慎 并未说什么不好的话 也不会得罪谁 第二天清晨 此刻便经皇宫朝堂上 许多大臣战力 商议了一会早朝的事情 随后曾布离去 走到一半 却被铜冠叫住了 曾大人留步 官家召见 曾布倒也没多想 他身为大臣 皇帝有事找他商议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只是一般是朝堂上就可以说了 官家亲自召见 不知所谓何事 他来到大殿 宋徽宗正在批阅奏折 看到曾布进来 笑道 曾布你来得正好 我有件事情想要问你 官家请说 曾布行礼 静后一旁 召集 武侄你可知道 武侄? 曾布内心一震 莫非是自己 有意想要提拔武侄 被官家发现了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如果曾布有意提拔下面的人 借助科考之名 逊私舞弊提拔自己人 那自己这个考官是不合格的 虽然武侄是凭借真才实学 也不能完全算他在提拔 但毕竟他们两人有所交流 曾布有些着急 虽然他在朝中势力如日中天 被抓住小辫子 也是要不得的 认识 曾布也没有否认 此人是他轻点的 自然知道 此刻曾布有些忐忑 打量赵吉的表情 赵吉笑道 这武侄正很欣赏 这次派你去主考倒是对了 此人被定为谢员工 你也确实会眼识珠 曾布内心先是一阵 随后有些无法理解 官家并不认识武侄 不过他怎么见过 莫非 想到这里 曾布哪里还不明白 官家分明是去了樊楼 见过那武侄 若不然 这些诗词 怎么可能被皇帝看到 曾布并未多言 而是颇为喜悦 不曾想那武侄去那种地方 还能得到官家赏识 这小子 好造化 这可是大好消息 曾布内心欢喜 官家 陈乃是这次主考官 为朝廷选拔人才是陈的职责所在 我官他的文章 便知武侄颇有才能 所以定他为谢员工 这件事情 你办得不错 很好 赵吉夸赞了曾布 曾布内心更为喜悦了 按道那武侄 居然还有这般造化 哎 此乃天意 天意啊 赵吉 对了 那武侄的考卷 你可还记得 念给朕听听 曾布点头 武侄之文我关了几遍 所以印象深刻 其中有一段词诗觉得很好 陈这就念给官家听 曾布将少年国说 当下背诵了出来 曾布记性很好 何况他看过几遍 一字不漏将其背出 可谓是滔滔不绝 而坐在椅子上的赵吉听了之后 立刻站起来 越听越是震惊 少年强则国强 好好好 这文章妙啊 不愧是武兄所写 武兄 听到这话 曾布目光一凝 随后手指颤抖 内心更是狂喜 好家伙 这都和官家称兄道弟了 赵吉内心也是颇为激动 他发现了一个人才 一个胸怀大才的人 他也亲眼见识过武侄的诗才 尤其是听到这文章之后 更是满意 交流一番 曾布怀着激动的心情离去了 且对武侄去樊楼 也没有任何的想法 看来此人自有造化 即便不是他提拔 恐怕也是青云直上 说来真是巧啊 他居然能碰到官家 还得到官家赏识 看来朝廷要增一名高官了 宋徽宗在书房还在念叨文章 增不走后 一名妙龄少女走了进来 她身穿华丽的衣装 一张可爱的脸蛋 武官也是颇为秀丽 带着少许天真 少女笑道 父皇 你在看什么呢 哦 福金啊 来 你看看 这是怎么样 来人是宋徽宗的四女 赵福金 这赵福金也是历史上有名的人物 但也是一个悲剧女子 赵福金在经历靖康之变后 被福金国 根据记载 赵福金是因为被众人侵犯 最后导致骨道破裂而死 由此可见 赵福金生前遭受了多少屈辱和折磨 堂堂一国公主 最终以这样的方式 结束了自己一生 令人唏嘘不已 赵福金是宋徽宗最漂亮的一个女儿 也号称宋朝第一美女 她长得实在太漂亮 宋徽宗觉得公主称号配不上她 将公主称呼改为帝基 所以 赵福金称茂德帝基 有名富康公主 当然 现在一切还没发生 她也没嫁给蔡金的我儿子菜条 靖康之耻也还没有到来 赵福金看到诗词之后 有些惊讶 父皇 这诗词很好啊 嗯 朕也觉得 此乃清河县界员工武职所作 赵基点头 武职 赵福金仔细看了诗词之后 这一篇篇诗词每一个都非常有意境 父皇 这诗词当真好啊 我想抄录一份 拿去吧 时间缓缓而过 武职和赵三在逛街 却也没能将整个汴京走完 太大了 而这几天 武职又进行了一次加点 花费了12点 加在了体质上 体质78加12 体质提升到了90 武力职从835 提升到了847斤 武职现在的力量 可以随手打死一头牛 他的体魄惊人 非常人能比 可惜 目前没有用武职地啊 还是准备科考吧 武职想了想 现在其他的属性 他也没着急 还剩下260属性 他存着 本来他应该只有210点 不过最近他的店铺 正常营业 每天还会产生一些属性 所以才有这么多 很快 科考时间到了 武职等这一天很久了 这天他早早起来 去了省市考场 考试的题目 虽然在不断变化 但最终离不开册 诗词 经文等 而到了电视 一般都是试册 这次的主考官 依然是增部 武职和众多考生排练 他还能看到 那王涛和李树 之前王涛和李树 都在武职之下 所以这一次 他们也希望有个好成绩 李树上次的第三名 他希望这次能考中近视 至于王涛 他心倒是很大 想要夺取状元 亦或者是榜眼和探花 总要得到一个名次才行 而科考分为状元 榜眼 探花 近视 举人 秀才 宋朝没有秀才 所以是从举人开始 而想要得到状元 必须得在整个大宋朝 所有文人考生之中 夺得第一名 竞争之激烈 是极为残酷的 很多人读书多年 就是为了有功名 状元很多人倒是不敢想 在场的人很紧张 这一关更重要 是只能做一个举人 还是可以考上近视 更上一层 就看这次了 很快 考题下来 五直看向考题 这考题是属于大学里的内容 大学之道 在于明明德 在清明 在止于至善 这个题目其实很简单 但凡读过书的 都知道怎么回事 只是越是这种 简单到容易的题目 想要写出心意就难了 一个人或好或坏 明德本性 却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明明德 就是始终保持警惕 让自己处于清醒的认知状态 让本性一如既往 保持清明状态 王阳明这样认为 明明德者 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 清明是让君子 像父母对待子女一样 对待他人 做到真情实义 至善 也就是永远不能舍弃之善 是从我们出生时 已经具备的善 通过修养 而致力于达到 无意豪人欲之思 这考题想要写出 让人眼前一亮 倒是有些难度 在文中写出 关于变革的思想 写得不对 立刻就变成了陷阱 只有以其至圣 才能跃众而出 武之想了想 便开始提笔了 如何清明 就需要从如何管理天下 做文章了 不然何以清明 就要写出变革 以施天下 还不能是硬扯的那种 管理天下 作为君王希望自己独权 作为臣子 希望权在首 而宋人是比较反对君王专权的 让曾不堪的文章 自然是写宰相 是天下读书人科举而出 代表公道 君王虽然无上尊贵 却也不能兼宰相权 宋人认为 君王当锤拱 以权赴宰相 以监测之 就是要放权给宰相 共同治理天下 不可独立专行 但对于宋徽宗而言 你写这样的文章 他看了之后 肯定不写 这家伙喜好面子 身为君王 自然是一力独断 宋徽宗不悦 虽不会杀了你 但竟是怕是得不到了 所以 如何写的 让曾部觉得好 又让皇帝不敏感 就要看功底了 不能写的太直白 对于曾部 武之依然是变革之意打动 引起共鸣 和上次利益一样 但不能一成不变 对于宋徽宗 武之自然是要用受精体来 将其打动了 其实 对于拿到第一名状元 武之也不敢说 自己绝对就行 但该怎么答题 还是要思虑再三的 现在受精体武之 已经掌握得很好 宋徽宗喜欢字体 绝对能让他耳目一新 这家伙是昏君 但是艺术造诣高 喜好艺术才人 他的字画和书法 是一流的 武之下笔写了很多 很快考卷密密麻麻 写了一大堆 不过时间还有很长 武之要多读 进行审阅 达到最完美的效果 天下之治 有应有疾 其余屈时是治而已 治事不一道 变国不必法骨 事意则被变 穷则变 变则通 通则久 治理天下的办法 有继承有变革 但都是为了 能符合时代需要 达到治理的目的 治理国家 不要拘泥于一种办法 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事不一样 原来的举措 也要随之变化 到了尽头就要发生变化 变化了就能通达 通达之后才会长久 指的是 任何事物 都有一个从发展到衰落的过程 只有寻求变化 才能继续发展 下面内容还有很多 武之检查得很仔细 由于考场统一书法 正好让武之的受精题 显出少许 却又不和宋徽宗完全一样 这样才能达到好的效果 字体也算是投其所好了 而其中的文章内容 武之也不全是变革 有些许中和之用 顺着变法可以 不能写得太过 否则宋徽宗看了未必爽 不过宋徽宗对书法很是喜爱 他若是看到这受精题 不知道会是什么表情 绝对亮眼 只要最后电视没什么问题 前三甲就妥妥了 即便没有前三甲 好歹也是一个进士 但也要得过曾部这一关 不然你怕是见不到官家了 不过他和曾部有些交流 问题应该不大 时间缓缓流逝 武之已经确定了考卷内容 又从上到下看了几遍之后 觉得没什么问题了 才松了一口气 等到考试结束 武之才离开考场 现在只要回家等消息即可 而武之成为进士 可谓指日可待 考卷已经上交 等下面的考官阅读完了之后 曾部便会查看 曾部这次有些期待 虽然官家和武之有些接触 但你写出来的东西 要是那么回事才好提拔 所以武之考卷内容 还是很重要的 不知道以这位谢员工之才 在会事上能写出什么精妙文章 是否能在电视中得到状元呢 曾部在审阅考卷 因为这是前面的程序 所以考卷上已经被胡名 只有最后才能得知考生姓名 这也是为了公平 不过上次武之的字迹 他倒是能看出来一二 所以 他在等武之的考卷 只是审阅了很多考卷 他都没有发现武之的 武之的字迹也没看到 上次虽然也是统一书法 但有少许不同 此次再看他 绝对能认出 看半天 还未见到武之的考卷 曾部有些着急了 这怎么回事 武之的考卷呢 他发现自己找不到 莫非是被其他考官给刷下去了 如果是其他考生被刷下去 曾部也就不管了 但由于关乎武之前途 所以 曾部开始从刷下去的考卷重新查看 但依然没有结果 曾部无奈 倒是手中有几份写得非常不错 但各种文才剧集 有几篇都是非常好的 有一篇甚至让他很是赞同 觉得很妙 写得字体偏瘦 在统一书法上居然能别出心裁 其中内容也是让曾部叫好 只是看不到名字 若不是要提拔武之 这文章他肯定要排第一 不能确定是谁 曾部很是着急 但想来 他也只能决定武之是否是进士 却无法给出最终排名 他定出的排名 只能作为参考 决定的还是宋徽宗 也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武之这次下功夫 在于宋徽宗 他的文章 曾部看了重镜事是没问题的 但武之既然科考 就要拿下第一名 所以他要的是宋徽宗认为第一 曾部此刻看着一张考卷 上面无论是文章还是字迹 都让曾部觉得很是满意 只是胡明之后 他看不清此人是谁 所谓胡明 在宋代常称为迷风 就是要把试卷卷手的考生姓名 籍贯和出定等地 都要封住或者才去 以防评卷官迅思作弊 只有排名过后 曾部才能查阅 这一点他也不能更改 算了 曾部也无办法 凭借武之之才 过这一关还是没问题的 还是看当今官家怎么裁决吧 这武之明明知道 用上次的字迹 我能将其通过 却偏偏改了字迹 让我找不到 武之怕是对自己的文章很有信心 能重近视 既然他避开了我 莫非他的文章 是在倾向当今官家 如果真是如此 那此人之自信 怕是没几个人能比 曾部感叹一声 也不找了 而此刻的武之 在客栈中喝酒 和王涛 李树小酌几杯 看着窗下人来人往 客栈也有一些其他的考生 聚集在一起交流 他只认识王涛和李树 今天二人过来找他 武之也不好拒绝 几人便在一起喝酒交流 其中大部分内容 就是此次考题的内容 王涛和李树 有些患得患失 而武之倒是没什么压力 王涛 我看武兄如此轻松 怕是对这次科考很有自信 武之笑道 考卷已经上交 即便我此刻再担心也是无用 还不如静等结果 倒是两位 这次考题发挥的应该都不错 重镜事不是问题 听到这话 李树笑道 武兄 承你急言了 我若是能重镜事 他日定要再和武兄喝几杯 可惜啊 我李树多年读书 但这天下读书人太多了 有才之人也太多了 我能不能重镜事 也是有些悬啊 而武兄之财 怕不是镜事这么简单 说不定这次前三甲 定有武兄之名啊 王涛点点头 确实 当日在樊楼 武兄之财众人所见 到时候 武兄若是中了状元 可是青云直上 以后再朝为官 还得多多照顾我们一二 王涛虽然口里这么说 也佩服武兄之财 但他还是抱着一丝侥幸心理 毕竟考试最主要的是题目 而不是诗词 万一他自己写出的文章 被官家看中了呢 这也是不一定的 自古以来 有才华而高中者 比比皆是 才华一般 却能近视极地的 也不是没有 这其中 就得有一点点运气成分了 如果王涛有自信 才能超过武职 他便觉得 是才能而不是运气 现在他觉得自己 的确有些不如武职 如果在考题上面 他发挥的刚好被官家喜欢 而夺得前三甲 也未可知 所以 他希望自己的运气好一点 武职拱拱手 一定 一定 若是你们二位中了前三甲 以后 也得多多照顾一番 几个人在一起交流 倒也算是和谐 他们都是清和县的人 所以大家彼此之间 有些老乡之情 总归是自家那边的 不然 他们也不会找武职聊天了 何况 武职是最有潜力的一个 再过两天 他们就要 进行电视 而武职 倒是对汴京皇宫 非常好奇 作为地球人 他虽然去过现代故宫 但宋朝的皇宫 他还是没见过的 此次能否去电视 非常重要 只要能参加电视 基本上就是过了 以前宋朝还有在电视期间被淘汰的考生 但最后 那些考生心中冤屈 所以投敌膝下 导致给宋朝造成了很大动荡 所以宋朝吸取了教训 现在只要能参加电视 基本不淘汰 后面只是一个名次问题 能入电视 以后有官职在身 一招从民众变成统治层 这是所有科考之人期待的一天 以后是一腔热血 报效朝廷 大展宏图 还是落榜回归乡野 全部靠这次机会 武职看王涛 李树两个家伙 此刻着急的额头都是汉 坐立不安 他们在想象自己以后 平步青云 也想着回家乡光宗耀祖 享受诸多荣誉和地位 若是落榜 虽然他们还是举人身份 但有机会上去 却停滞不前 有点可惜了 上下落差太大 此刻 曾步已经审阅了所有考卷 也定了排名 他不知道 武职是哪一张考卷 还是排定了名次 定名次之后 可以看考生名字了 会是 无疑比介事更严格 此刻关系武职名次 他曾步也紧张了 所有程序走完 排名定出 这时终于开始 要揭开名字了 曾步有些紧张 拿着已定下的名册 不确定第一名是不是武职 虽然他的排名只是参考 最终决断是官家 但再怎么说 他的排名也是很有影响力的 只要稍微左右了宋徽宗的判定 结果就迥然不同 所以他自己定的名次 也很想知道 第一名是不是武职 随后 他看向名册守卫名字 第一名 武职 看到这名字 曾步浑身一颤 他刚才审阅非常满意的文章 是武职写的 曾步激动了 果然是武职 这 此人真是极度自信 极度自信啊 全绕开我儿的第一 曾步不得不佩服武职 即便是改编了字迹 不知道是谁所写 曾步还是将其定为第一名了 看到这里 他算是放下心来 按道这武职 的确非同常人 即便不用他的照顾 也会排第一 只是能否成为状元 得看最后官家了 不过武职和官家称兄道弟 想必也有加成作用 当今官家最喜才能 如果有意提拔武职 问题应该不大 之前还觉得此人逛青楼 有些不妥 现在想来这青楼逛得好啊 逛了一个仕途前程 岂不妙哉 虽说如此 也不能大意 曾步知道 不到最后一刻 谁也不知道结果 这世界唯一不变的 就是变化 谁也不敢笃定 就是武职成状元 既然名次已经定下 曾步等人也不敢耽搁 天还未亮 就早早进攻给宋徽宗定夺 天未亮 按照平日的时辰 此刻宋徽宗还在睡觉 被众人吵醒 他也是颇为无奈 只是科考是天下大事 他也没耽搁 起来面见曾步等人 此刻 曾步将名次考卷 还有排名册 全部的交到了宋徽宗手中 曾步 官家 这次会是所有名次已经出来了 一共选拔325名进士 随后曾步立刻补充道 前三名已经定下 请官家裁断 宋徽宗精神有些迷糊 此刻他可以轻飘一句话 便准允了 只是一想 科考也算是大事 而他才是大宋朝的主人 这么大事 自己都不过问 让下面的人决断 自己这个官家 哪有权威和意义 再者 武之他很看好 倒也想看他的名次如何 宋徽宗坐在笼椅上 开始翻看考卷 当然 宋徽宗不可能将所有的看完 他还没这么勤快 他打开这些考卷 看到密密麻麻的字 他只是随意瞥了一眼 也没细看 他主要是看字迹如何 研究书法是他的喜好 所以第一印象 自然是书法的好坏 一连看了些考卷 宋徽宗觉得很无趣 文字都还可以 但并不能让他心动 至于内容 他也稍微看了下 大致差不多 一份 两份 这时他翻开一张考卷 随后便是眼前一亮 这份考卷 从第一个字开始 让宋徽宗有一种特殊的感应 导致他浑身一震 双眼惊恶 这字迹怎么这么书写 宋徽宗最近研究了很多古朝书法大家的字迹 想要创造属于自己的书法 对于这些 宋徽宗绝对是疯狂的 而且最近他已经有了一点苗头 那就是兽晶体 还需要多多研究 才能尽善尽美 创造出完美的兽晶体 但他还缺少一些灵感 此刻看到这考卷的字迹 让他脑海轰鸣 虽然书法并不是完全的兽晶体模样 却很有韵味 每一个该有的字法 技巧都有 颇具观感 兽晶体运笔灵动快捷 笔记兽晶 智寿而不失其肉 其大字有可见风姿绰约处 因其笔画相对兽印 故笔法外露 可明显剑刀运转提顿等运笔痕迹 是一种风格相当独特的字体 五值并非完全按照兽晶体而写 只是透露出其中的韵味 却给宋徽宗强烈的冲击 让他获得了更多的灵感 而在兽晶体上 虽然五值有才气和悟性 最近也练习很久 但想比真正的宋徽宗书法 还是有一点差距 宋徽宗在书法上 绝对是一流 所谓天古求美 意趣矮然 意思是挺瘦秀润 瘦直挺拔 不乏运趣和审美趣味 又具有强烈的个性色彩 如曲铁断金 五值的书法达不到这样的地步 宋徽宗看了之后 却有强烈的信心 完善他的书法 五值这种写法 无疑给了他更大的灵感 又不完全窃取宋徽宗 让他出现重复 可以说 五值帮助了宋徽宗 更快创造属于自己的书法创作 对于宋徽宗而言 不亚于帮了他大忙 管知 考卷上的字迹 似乎生动活跃起来 映入宋徽宗的脑海 让他有一种名物 而一看考卷的名字 五值 是他 更是让宋徽宗猛然做了起来 官家 可是终于此份考卷 曾不问道 其余考官等人 也是疑惑 是谁的考卷 让宋徽宗如此激动 宋徽宗大笑 好 好啊 这五值果然是个人才 朕果然没看错 首先不谈内容 就这字迹 就无人能比 按照宋徽宗的想法 这名次 他肯定是要打乱重牌的 不然全部被曾部锁牌 要他做什么 毕竟他才是大宋朝的主宰 绝对不能让臣子随意安排 可是如今看到五值的考卷和字迹 他认为五值当得第一 而这次排名榜首 也的确是五值 宋徽宗并未反驳 反而非常赞同 这时 宋徽宗才开始仔细看考卷里面的内容 致时不一道 辩国不必法骨 事意则被辩 穷则辩 辩则通 通则久 文章深入浅出 威威道来 虽然朴实并不华丽 却也是让宋徽宗频繁点头 首先他对五值本身印象就好 有意提拔 如今考卷内容和字迹 颇得宋徽宗喜爱 宋徽宗 文章甚好 甚好 朕很满意 宋徽宗拿着五值的卷子 很是激动 曾部一看 赶紧道 官家盛名啊 曾部 官家 那这次的名次 官家是否还需要重新 宋徽宗手一挥 不必了 朕很满意五值的文章 这第一名 非五值莫属 按照往常 他必须要改名次 但这次他不改了 加上他着实欣赏五值 即便不是他第一 他也要将其弄个前三名 其中最主要 就是这个兽晶体 让他惊艳了 名次就这么定了 宋徽宗一句话 曾部这才松了一口气 刚开始还在担心 宋徽宗会不会改名次 结果那五值的文章 却是让宋徽宗极为喜欢 就在曾部等人领命 就要离去的时候 宋徽宗道 来人 拿笔墨来 朕要将这文章抄录下来 此言一出 全场震惊 抄录 官家居然要抄录五值的考卷 这 宋徽宗看了五值文章后 对兽晶体有了更多的灵感 他已经感觉自己 可以创造出来了 五值给了宋徽宗 非常大的灵感 在他笔下的兽晶体 要完美演绎 而出了 他首先拿起笔墨 抄录了一番 以攻以后他找灵感 宋徽宗不愧是宋徽宗 他抄录之时 还增加了自己的笔迹 比五值的兽晶体 更为完美 首先不说 五值并没有完全展现兽晶体 即便他完全展现 和宋徽宗笔下 还是有所差别 这一点 五值是承认的 可见 宋徽宗书法之才 还是极为过人 乃是这方面的天才 除了抄录之外 他还写下了这次的名次 属于清典 清刺五值 为会是榜首 而且 是按照兽晶体而写 宋徽宗得到灵感 他的书法更加完美 哈哈哈哈 宋徽宗大笑起来 看到对比的字迹 还是震慎一筹啊 妙疾 妙疾 就好像一个在平井多年的人 忽然醍醐灌顶 开窍得到了突破 全场全部呆滞了 来人 把朕的大印拿来 有小太监拿来大印 宋徽宗右手一挥 狠狠盖在了卷面上 第一会员榜首 亲辞的考卷上面 多了一份官家的大印 皇恩后大 全场众人倒吸一口凉气 这么多考官 头一次看到宋徽宗如此激动 众人知道 五值怕是要清云直上了 得到官家赏识的人 他日必定一步登天 只要五值不犯魂 很快就能进入朝堂高升 成为大宋新的红尘 而此刻还有一人更激动 他比宋徽宗还激动 就是曾布 为何 因为他担心 这次名词会有问题 但他还是小看了 官家对五值的喜爱 尤其是这次五值的字迹 颇受宋徽宗喜欢 还亲赐了他的考卷 一旦五值踏入上位 新派就曾一元猛将 对他们施展变法 极为有利 如果五值能成为他的得力议员 他以后在朝堂上 话语权也更重了 压力也小了许多 五值这次 可谓是皇后大 对于科考的人来说 有什么能比官家 清风恩赐来的大 曾布转念一想 五值后面换了字迹 莫非他一开始就知道 宋徽宗喜欢这种字迹 所以投其所好 如果真是这样 那这五值心思之巧妙 还真是让他刮目相看 而之前打算改了名次 展现自己权力的宋徽宗 也没动名次 可见对五值的欣赏 来人 将这份考卷放榜那天 亲自送给五值 还有朕的笔记给他看 宋徽宗忽然有一种 想要和五值一笔高下的意思 看看是谁的受精体 更为出众 毕竟天才都是惺惺相惜的 宋徽宗也想要在五值面前 卖弄一把 可见其看重 事情就这么定下 然而 宋徽宗忽然道 等等 曾布申一顿 官家 可是有新旨意 宋徽宗道 刚才好像有个叫做王涛的 他是这次的二名 却有一个叫做王涛的 文章倒也不错 曾布点头 此人可是清河县的王涛 是的 官家 和五值一样 都是来自清河县 曾布被问得一头雾水 宋徽宗点点头 此人 朕觉得他的文章 不足以排列二名 我看李树 此人名字不高 但文章朕觉得不错 定为二名 替换掉这个王涛吧 之前樊楼中 王涛让宋徽宗难堪 而李树 对他还算是礼貌 为人谦虚谨慎 临走之前 还与其热情招呼了一番 这一点 宋徽宗有印象 曾布文言 松了一口气 还以为宋徽宗改变主意了 只要不动五值 其他的倒是没差别 曾布领命 重新定了名册 将王涛的名字 让李树排了二名 王涛被划掉不说 还被排到了近视之尾 此刻天色渐亮 五值才刚刚睡醒 对于宋徽宗 和曾布考官之间的事情 他是不知道的 但想来 问题应该不大 这点自信还是有的 不过从放榜到至今 还需要一段时间 考官还有很多事情要忙 而考生们这段时间 比较清闲 只是心理压力很大 五值和王涛 李树 赵三几个人 经常会逛汴京 时间缓缓而过 放榜时间到了 整个汴京城来赶考的考生 全部赶往榜单面前 包括四周的百姓 五值刚刚出门 他还没到 忽然就有一名太监走了过来 五值可在 小太监扫尸客栈四周的人 众人看到是皇宫中的太监 纷纷投过来惊讶的目光 不知道太监来客栈做什么 我是五值 五值道 小太监闻言 看向一脸英俊魁梧的五值 面无表情的脸色便是笑道 官家有指 五值接指 五值接指 五值行了一礼 他心里也是莫名其妙 怎么官家还给旨意了 五值隐约猜到什么 心里一喜 看来宋徽宗着实是看中了他的自己 不过五值也有些警惕 不宣指 他也不敢绝对肯定 小太监压脖子的声音传来 借员工五值 文章甚好 郑官之很是喜爱 特赐会是榜首会员并赏笔墨一份 五值愕然 亲赐会员 还赏赐笔墨 随后小太监送来笔墨 恭敬递给五值 五值便看到了 自己考卷上面写着 官家亲赐榜首 这 即便是此刻的五值也是有些傻眼 虽说知道宋徽宗一定喜欢 但亲赐笔墨提名 也可谓是极大的荣耀了 普天之下 有多少考生 能有这份待遇 这道口谕一出 全场客栈的人 包括街道上的人 全部投过来 骇然目光 榜首 眼前的五值 居然是榜首 还是官家亲风的 瞬间 所有人只觉得 五值身上大放光芒 以后前途无量 可谓是一步登天啊 小太监笑道 五值 这次官家还特意 让我拿来笔墨 你看看 五值仔细看了看 上面有宋徽宗的字迹 是更好的兽晶体 五值瞬间就明白了 宋徽宗这是写的兽晶体 要和自己的笔个高低吗 亦或者是一种书法较量 宋徽宗自己 的确是有一种特殊的观感 即便他将兽晶体 全部发挥出来 也是有所不如的 这一点不得不佩服 五值心中一动 随后塞给了船指太监 一点小意思 这个动作很隐秘 但即便被看到 也是正常的 毕竟五值中了会员 然后五值笑道 官家书法今日一见 让我感触很深 可谓是天谷求美 意趣矮然 如屈铁断金 实在是妙不可言 在官家书法面前 在下不如 不如啊 五值做出一副 惊叹震撼的模样 然后是若珍宝 反复看了几遍 惊叹连连 这份考卷我要收起来 仔细研究这上乘书法 多谢官家赏赐 最后 五值做出了一番感谢 似乎对自己意犹未尽 小太监收了钱 又听到五值如此说 才点点头 也恭贺了一番 舞会员受官家看重 飞黄腾达朝夕之间 恭喜舞会员啊 寒暄一番 小太监便走了 临走之前 小太监因为收了舞职好处 所以还专门找笔 将舞职所言记下来了 小太监惊得很 收了好处 自然想要帮助舞职 更得官家喜爱 所以记下了这样一段 天谷求美 意趣矮然 如屈铁断金 实在是妙不可言 别小看这句话 这话什么意思 这就是赞美 让官家有一种被认可的感觉 想一想 你欣赏的才人 他也欣赏你 还有什么比这种认可 更让人心中荡漾的 在路上 小太监小心将秀中的银票 拿出来看了一眼 以至于小太监双眼 瞪得很大 好家伙 这舞职真大方啊 居然是一张五百两的银票 小太监也收过不少钱财 但都是小打小闹 五百两还是极为惊人的 不由让小太监洗上眉梢 按道这会员 不但精通诗词文章 人情世故也是颇懂 在朝堂上情商很重要 甚至比才能更重要 才能是敲门砖 情商是让你是否能在朝堂上 游刃有余的重要及时 恭喜五会员 哈哈 了不得呀 榜首 这次会市的榜首 居然在我们客栈 则则 官家清风 厉害 实在是厉害啊 自古以来 能得到官家封策的 还是很少的 今日有幸见到会员 太荣幸了 许多在场的百姓津津乐道 包括客栈的老板和小二 也是唏嘘不已 赶紧过来恭喜 客栈出了一名会员 这件事情 让他们客栈的名声大增 而且有幸见到五职 也让他们感觉到有些震撼 何况五职是官家清点 如此看重 何等的荣耀啊 客栈中的人都纷纷围绕过来 恭贺五职 同时想要认识五职 五职现在也是很激动 会试过了 接下来就是电视 电视若是能高中前三名 以后他就有了一定的权力 既然已经是第一名了 绑他就不去看了 房间中 赵三拿着考卷称赞不已 老爷文章就是好啊 虽然我看不懂 但这字迹也非一般 嘿嘿 赵三想到 自家老爷居然是会员 想到自己居然能跟着这种大人物 也是有些欢喜 老爷发达了 他这个跟班还能差了 大殿中 宋徽宗在后花园游玩 小太监从远处走来 官家 东西已经送到 嗯 宋徽宗笑道 那武侄怎么说 小太监行了一礼 看向右手中的纸条 武侄看了官家的清点之后 很是激动和感叹 他说 官家的字迹乃是天谷求美 一去矮然 如屈铁断金 实在是 妙不可言 哦 他真这么说 这句话 仿佛说到宋徽宗心坎上了 表情大悦 小太监笑道 武侄是这么说的 当时他看到官家的字迹 看了好半天 想来也是对官家的书法很是喜爱 还说天下书法 官家乃是一流 他有所不如啊 这句话 武侄可没说 是小太监加上去的 然而依然好用 这武侄有眼光啊 宋徽宗非常喜悦 心情大好 这个武侄 恐怕他还不知道 正就是当今官家吧 客栈 由于今日已经放榜 所以很多考生游喜有忧 有的落选了 不免感慨 只能再等几年继续考了 有的中了近视 喜极而泣 此刻榜单面前 一群百姓看到第一名五职 都是一润纷纷 而此刻第二名的李树 则是呆滞当场 他死死盯着第二的名字李树 有些猛逼 李树喃喃自语 不可能 我 我怎么能得第二名 他自己的才学还是知道的 和很多人 相比他只能算是一般 怎么会得了第二名呢 他是届世第三 整个大宋朝文才多如牛毛 他居然能在其中脱颖而出 他不敢相信 不敢相信啊 李树脑海一片轰鸣 但是那上面二名的确是李树的名字 考场上也不会有重名 这 有一句话叫做 朝中有人好做官 李树没有丝毫背景 就是靠科考上升之路 他自己都不知道 是他为人谦虚礼貌 上次在樊楼之中 对赵公子颇为热情和礼遇 不像那王涛当众给赵公子难堪 为人高傲 所以 被官家提到了第二名 这也算是一种造化 李树 爹 娘 孩儿 孩儿又中了 还是第二名 爹娘 孩儿这么多年寒窗苦读 终于有了出头之日啊 李树又是一阵哭爹喊娘 和之前重举人一般 甚至更为激动 痛哭流涕 读书人中功名 多么的难啊 背后付出了太多的辛苦 李树感觉喜从天降 皇恩浩荡 内心怎叫一个激动了德 他恨不得激动的撞墙 李树想的是 自己中个进士 只要在榜单上 就是祖上级大德了 却不曾想 名字还很高 第二名分量还是很足的 虽然不如会员那么显眼 却也比很多进士强 若是以后朝廷提拔 也是优选名单列 李树高兴的有些发晕 周围所有人的议论 仿佛是从另外一个空间传来 而此刻心情比较糟糕的 除了众多落选之人外 还有王涛 王涛看着榜单上 他差点找不到自己的名字 为何 因为他的名字 在三百多名进士的最后一名 若不是看到最后有他的名字 他能当场昏过去 他此刻呆若目击 喃喃自语仿佛不敢相信 我 居然是末尾 王涛挣住了 之前他还是很有自信的 即便不是第一 至少也是前十 前五 再怎么也要比李树高吧 在届时上 李树是三名 他是第二名 可是如今 李树是第二名 而他在末尾 甚至再差一点 进士都没了 这 王涛也是脑海轰鸣 又是高兴 又是叹息 高兴的是中了进士 怎么也不差 叹息的是他对自己似乎自持过高了 一个末尾和前十名差距不是一般的大 这次进士三百多名 他在末尾 让王涛受到很大的打击 看来 我不过是平庸之辈罢了 唉 王涛也只能调整心态 毕竟 他也是个进士 王涛 那五职不但诗词做得好 文章也得到官家赏识 是这次的会员 五职之才的确 在我之上 他在第一 我也是第一 可惜是个倒数 王涛感慨 也不想说什么 有人过来和他说话 恭贺他 他也只是勉强笑了笑 李树就管不了这么多了 只要能进士 以后前途无量 排名高当然好 但这只是锦上添花 李树其实不在意名词 能中就很好了 这么多年寒窗苦读 也算没有白费 爹娘可以过上好日子 他李树以后 也不再是普通百姓 李树在清河县家里很穷 被很多人欺负过 他家亲戚都嫌弃他家穷 如今他李树高中进士 还有什么比这更为扬眉吐气的 李树抹掉双眼的泪水 说来 李树是清河县的人 而武侄和王涛也是清河县的 也就是说 这次清河县有三人中 一个地方多人中进士 这种几率其实很小 但也并非没有 自古以来 一个地方连续出人才 而且平凡的情况也是有的 这次考试之人太多了 大宋朝是文人盛世 也是属实的 何况武侄是一个意外 较真的话 其实清河县只有李树和王涛两人 他武侄属于穿越的现代人 可以不算其内 一个地方中两名近士 倒也能接受 与此同时 樊楼中 一名女子在窗边 看着外面热闹的场景 又听闻许多人的议论 不免有些惊讶 尤其是樊楼中 文人聚会之地 李诗诗的消息非常灵通 当李诗诗知道 这次会员是武侄的时候 他也是半天没回过神来 李诗诗 武侄之财那日就有所显现 如今高中会员 平步清云 以后怕是大宋的风云人物了 旁边丫鬟 小姐 武侄当真 是一位大才公子 居然能高中会员 还是官家清风呢 李诗诗笑道 之前我看 此人才气少有人比 但中会员我也没想到 想来此人注定不凡啊 现在汴京 都在议论这次榜单事情 而放榜后 王涛自己一个人去喝闷酒去了 李树本来要找王涛 却找不到 也找不到武侄 因为武侄带着赵三 购置了一些礼物 去了曾部府 之前他还是清河县的考生 随后是举人 现在是宋徽宗清点的会员 身份不一样了 地位也不一样了 他来到这里的时候 门口的仆人看到武侄 表情严肃 而当武侄报上名字后 这仆人立刻热情似火 恭恭敬敬将武侄迎接进去 他知道 武侄乃是官家清点的武会员 能看到武会员 也是感觉荣幸之至 有才有地位的人 走到哪里都受欢迎 也因为曾部提前吩咐过 他知道武侄要来 一路将武侄引入府中 你来了 见到曾部后 曾部亲自给武侄倒了一杯茶 面带笑容 如今的武侄 已经不是当初的考生 即便是曾部也热情相待 武侄也很有礼貌 见到曾部都自称学生 曾部笑道 以你之才 这次即便没有 我也会高中 你换了自己 却依然被我选中第一 也是极为厉害了 因为你 我还被官家赞扬了一番 说我会眼识珠 你能得到官家的看重 说来也让我沾了些好处 武侄笑道 哪里 这都是恩师教会的好 不然武侄也不能得到会员 武侄这就是恭维化了 但曾部也的确帮了他 曾部倒是有些不好意思 我其实也没帮你什么 都是你自己的能力 你现在已经连过两元 如果接下来在殿市 得到官家清点 便是中了大三元 曾部感慨道 你走到这一关 电视非常重要 便经很多人都开始关注你 以后你在朝堂之上 要谨言慎行 如果电视官家问你一些问题 你一定要小心回答 请恩师教会 武侄恭敬道 曾部道 电视上 官家问你的 无非就是当下局势 如今大宋旁边有辽国 其中烟云十六州 也是大宋一直想要拿回的地方 还可能问你 关于内部贼寇的剿灭之法 到时候 你得顺着官家的想法来答 官家身为一国之主 自然是想要建功立业 强大宋朝 你只要按照这条思想 至少在朝堂上 不会有什么问题 这个时候 要进取而非保守 适当可以描绘 以后大宋辉煌的大饼 当然 具体怎么说 以你之才 想必不会有问题 靠你自己发挥 多谢恩师教会 学生知道该怎么做 武侄暗想 无非就是宣扬正能量 谈到燕云十六州 就要有强大的自信 不能消极 北宋时期 收复燕云十六州 是上道统治者 下道黎明百姓的一个夙愿 为了这个夙愿 北宋百余年的时间 做了多次努力 可惜的是 历经三百余年的宋朝 未能将其收回 燕云十六州版图很大 是在后唐时期 被一个昏君弄丢的 说来 武侄也看过这个历史 这件事也算是一种耻辱了 据记载 后唐李四元继位时 已经是花甲之年 他死后 为了皇位的争夺 他的杨子李从科 杀掉了亲子李从后 自立为帝 本来如果是亲子继位 李四元女婿石敬堂 是可以接受的 但杨子自立石敬堂不干了 他直接反了 他急不可耐起兵造反 却不是对手 几个月下来 后唐军队直到老巢禁阳 他的处境已然濒临灭亡 正当石敬堂仇的 手足无措想对策的时候 有人向他献祭 当时气单失大 说是可以付出一定的代价 借助气单的力量相助 这个计策本身就是一个 驱虎吞狼的计谋 一旦实行 必会惹火烧身 可石敬堂此时 哪管得了那么多 只觉得大有可为 立即写信 送往气单求救 信中极尽谄媚之色 为了能够打动气单皇帝 耶律德光 石敬堂首先 就是给自己认了个干爹 除此外 还有大礼相送 这份大礼 就是让宋朝 一直心心念念的 燕云十六周 对气单来说 这份大礼 真的是喜从天降 耶律德光立马率军 将后堂军队 打得损失严重 落荒而逃 后来耶律德光 到了靖阳之后 石敬堂不仅 亲自出城迎接 而且迎接时 还在不停叫爹 实际上 他的年龄 比耶律德光 还要大不少 耶律德光 看着自己多出来的 这个比自己还大的儿子 关怀地说道 官辱其貌十两 真忠原之主也 无欲力辱为天子 如此带有嘲讽 及侮辱意义的话说出来 石敬堂非但不怒 故作谦让一番之后 便接受了 于是 石敬堂如愿以偿地 坐到了皇帝的宝座后 立刻迫不及待地 将燕云十六周打包 送给了契丹 正是他这一送 燕云十六周经历过北宋 南宋等几百年的时间 都未曾收回 不过 对于宋徽宗想要发展宋朝 武之是不太赞同的 他要是想要壮大宋朝 就不会只知道 沉迷艺术 荒废国事了 但话 还是要说好听的 人都喜欢听好话 这次除了建增部之外 府中还有一些 朝中的新派大臣 他们也见到了武之 对武之恭贺一番 非常尊敬 武之深受皇恩 未来前途不可限量 这些朝中官员 也是要提前弄好关系 此人以后 可能就是他们中的议员了 这些人 武之对其都不熟悉 众人齐聚一堂 议论的却也非国事 而是一些 怎么排除一己的争斗 这让武之大失所望 武之心里感慨 哎 这些人嘴里宣扬的是心法 在这里讨论的 却是如何铲除一己 心法成了争斗 消灭敌臣的工具 真是曹丹啊 武之也就是打个马虎眼 表面笑脸 心里不以为然 这些人大致说的 都是他日武之上位后 还希望多多巩固 他们新派在朝廷中的地位 武之口里也是答应了 至于以后 再看形势吧 因为增部后面 被蔡金给弄下去了 连同这些人 大半都没有好下场 武之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能帮 则帮增部一把 如果无法逆转 武之也不可能乱来 由于电视 还需要一段时间 武之出了增部府后 回到了客栈 他最近在研究一种新产品 准备在汴京赚钱 武之是这样想的 虽然以后可以再朝为官 但钱也是越多越好 最好富可敌国那种 到时候也好办事 武之暗暗想到 以后做事免不了用钱 如果贪污朝廷的钱 多少是个把柄 武之还是不要指望 这点发财的好 那么就只能从商业中赚钱了 钱越多 办事越方便 而武之手中 有很多可以赚钱的东西 他最近在研究 而此刻 蔡金釜底中 这次考中进士的 除了其他地方的书生之外 其实还有一些达官贵人的子弟 其中 蔡金的一个儿子 蔡肖辩士 在这次考试中 得了进士 蔡金和他的儿子在交流 关于会员武之的事情 蔡金一共有八个儿子 有记载的只有六人 长子蔡幽 次子蔡条 三子蔡肖 四子蔡涛 五子蔡条 七子蔡修 五子是后来 娶了赵福晶的 在府中和蔡金交流的进士 则是三子 蔡肖 殷肖 蔡肖由于家世显赫 所以为人比较高傲 蔡金沉稳的面容下 隐藏的是老奸巨华的城府 他开口道 这次对于五只被官家清点会员 蔡肖 你怎么看 蔡肖比较年轻 长得也很像蔡金 听到这话 青年蔡肖笑了 蔡肖道 那五只能中会员 的确很厉害 蔡肖是蔡金的儿子 他都不能中会员 一个清和县的不知名人物 却排在他前头 也属实是强 不过 他觉得五只有运气的原因 蔡金似乎看出什么 说道 此人能得到会员 自有过人之处 这次科考 他利用字迹和文章 让官家欣赏 懂得投其所好 很懂人的心思 投其所好不难 难的是打动官家 那么多进士 为何就他一个人 打动了官家 此人你要小心 未来他可能是 我们的敌人 蔡肖 我倒是没见过五只 据说之前 解释他也是第一名 这次又是第一名 蔡金 所以你才要警惕此人 他和增步有所接触 增步又是我们的敌人 不过 那增步 我倒是不担心 蔡肖 增步乃是当朝又蒲舍 位高权重 不是更加有分量吗 文言 蔡金笑道 这朝堂中的事 你火候还不够 还需要多多磨练啊 那曾不他以为 官家支持心法 和他在一条线上 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官家之所以看重增步 无非就是他拥护了 官家上位 但增步为人 过于自大了 什么事情都要参合进来 擅作主张 官家虽然感激 他当初的拥护 但也不能作为 他不将官家 放在眼里的资本 官家早已经看他不悦 弄倒他不难 其实他弄错了一点 官家其实无所谓心法救法 他支持心法 是因为心法拥护了他上位 然现在此一时比一时 真正掌权的是官家 你觉得官家喜欢增步的蛮横 不将他放在眼里吗 所以增步倒下 迟早的事情 蔡金双眼闪烁光芒 而武执此人就不一样了 受到官家看重 也懂得官家的心思 是一个很会琢磨人心的人 只要他以后不犯错 未来位居丞相 也并非没这个可能 蔡肖目光一宁 丞相 相是何等职位 得到官家喜爱的人有不少 但能得到相位的 却含有 何况现在相位已有人坐实 没这么容易弄下来 蔡金道 总之 你不要去惹那个武执 如果能拉拢过来最好 蔡肖点点头 同样是科考 武执是第一名 他确实不如 科考他才不过一百多名而已 他倒是希望 有机会能见见武执 而对于蔡金他们的谈论 武执并不知道 他最近在谷刀新的东西 这天 武执在家里研究 他在商城中买了香水配方 然后在汴京购置了一些材料 便在客栈中埋头苦干 由于有配方 武执鼓刀起来并不难 为什么想到卖这个呢 是因为武执觉得这东西好 尤其是汴京达官贵人的妻子 小妾 丫鬟非常之多 无论在哪个时代 最好赚的钱 就是女人和小孩的钱 香水 就是卖给女人的产品 汴京如此繁荣 武执这段时间反正无聊 也比较看好这片市场 香水其实很早就有 却并不普及 古人也有其他类似于香水的东西 但武执系统配方的香水 肯定更有市场 到时候不但赚钱 还能赚情绪值 武执先从简单的香水开始 制作这东西 要将香料给弄碎 还要配酒精融合 香料倒是能弄些 比如玫瑰 迷迭香 或者是薰衣草之类的 只是酒精这地方 好像也没有 但酒精可以采取蒸油的方法 只是有些麻烦 武执在房间中 没日没夜的研究 还差了点东西 武执鼓到一半 又出门购买东西 赵三也跟着一起忙活 不明白老爷在做什么 一连几天 武执也没整出来 就连一些人要拜访他 武执也让赵三打发走了 直到第三天晚上的时候 武执房间 终于飘散出一股香味 刚开始还很淡 随着武执继续鼓到 一股浓厚的花露水香味 飘散了出来 武执松了一口气 擦了擦头上的汗水 研究这玩意 真累啊 武执看着右手掌心 小瓷瓶里绿色的水 感慨了一句 他靠近闻了闻 有些刺鼻 随后一股清香涌入脑海 让人心醉 太香了 武执有些激动 终于成功了 瓷瓶是他专门购买的 只是有些贵 赵三也闻到一股香味 惊讶道 好香啊 我从没闻过这种香味 老爷 你这几天做的就是这个吧 赵三一脸不可思议 他们家老爷 到底会多少东西啊 武执点头 不错 就是为了研究他 花露水 赵三 花露水 武执笑道 嗯 也可以叫他香露 赵三看着瓷瓶中 绿色的香水 又闻了闻 一脸陶醉的神色 鼻子深吸一口气 差点昏过去 只觉得整个房间香气弥漫 老爷 这东西一定好卖 赵三知道 老爷会鼓到很多东西 这香水 一定是拿来卖的 武执笑道 嗯 变经这么多有钱人 还有他们的夫人 丫鬟 如果香水推广开来 一定能大卖 武执现在就想搞钱 搞产业 赚情绪 因为商城中 他发现有些东西很贵 那动则都是上百属性点 商城中的东西 随着时间推移 会越来越多 很多贵重东西也会出现 所以 武执要将自己的产业弄起来 不过 想要量产 还得多琢磨琢磨 在此之前 还得试试香水的市场反应 就这么一小瓶制作出来 武执有了经验 接下来又做了好几瓶 香水用法很简单 涂抹在身上 不但提神 还可以驱蚊虫 里面加了一些驱蚊虫的药草成分 随后制作出来的 已经没那么刺鼻了 香味更容易接受 不管能不能成 武执也在汴京一处地段 租下了一间门店 并且挂上了招牌 大郎香水店 一切办得非常之快 由于香水成本比较高 武执卖得比较贵 所以刚开始买的人并不多 只是大家认出 是武会员开的店铺后 接到周围的人疯了 什么 武会员在汴京西街 开了一家香水铺 不会吧 堂堂武会员居然开店铺赚钱 真的假的 官家轻点的会员卖东西 我不信 走 去看看 武执在汴京开店铺 很多百姓想要亲眼看看武执 加上也不是狠信 便赶了过来 一时间 店铺门口都是人群 投过来惊讶的眼神 这就是武会员吗 果然是一表人才啊 武会员 你真是武会员吗 有人问道 在下 正是武执 武执拱拱手 也没否认 轰隆 听到这话 所有人震惊 会是第一名的武执 真的是他 众人炸锅了 武执要的就是这效果 自己的身份开店铺 首先这个知名度 就能一下打开 毕竟 谁见过会员当掌柜卖东西的 不存在的 所以 武执开店铺 加上又是新鲜玩意 叫什么香露水 一下子吸引了众人的注意 当所有人都知道是武之后 现场疯了 香水 这东西真香啊 武会员 这香水怎么卖的 一瓶四百文 四 四百文 这个价格 着实震惊了全场 但由于实在是香 又是武会员在卖 价格高 也依然抵挡不了客户的热情 变金的人可不差这点钱 武掌柜 我要一瓶 武会员 给我也来一瓶 武会员亲自卖香水 这是何等荣幸 我要十瓶 一个掌柜的大喝一声 说着 就递过来一大堆银子 武会员 幸会幸会啊 文明不如见面 武会员果然是一表人才 风流倜傥 人中翘楚 这掌柜一顿拍马屁 其实很多人不是来买东西 是来和武侄混个脸熟的 很快香水卖完了 香水怎么没了 我急了 好半天才进来 武会员 香水太少了 这么几瓶卖啥呀 大郎香水店门口 弥漫着一阵花露水的香味 越是买不到 众人越是好奇想要购买 纷纷叫了起来 场面有些控制不住 聚集的人越来越多 导致最后惊动了 汴京城的陈卫军 还以为有人闹事 城卫军的人走了过来 他们过来 想要弄清楚 这里为何剧众闹腾 他们是城卫军 其实叫做巡检寺下面的军巡部 是维持城内治安的 一个国的力量 当然不能只有军 还得有维护治安的执法队 特别是像北宋这样的百万级大城 每天不知道要发生 多少违法案件和火灾等等 这些事情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光靠进军来管理 显然不太合理 因此 宋朝也建有相应的管理职能部门 京城有马军司和布军司 马军司主将担任旧城巡检使 布军司担任新城巡检使 遍京城内层是皇城 皇城以外是旧城 就像现在的一环二环三环一般 巡检也分左右镶 左镶是神位 右镶是龙位 京城巡检私下 又设军巡部 每方向三百部便设一部 为基层的治安机构 每个军巡部 都有五六个常驻士兵 并有低级军官为对头 称作押部 每二个部还有一名节级 每十部又有一个更高级别的主管官 此刻 领头的节级使 带着十多个人过来打探情况 本来一群人非常严肃 对待城中闹事的人都是严惩不待 然而 当得知是武会员在这里卖香水之后 领头的年轻人瞬间驱散了队伍 武会员 领头年轻人拱手 还和武会员客气了一番 也实在是想不通 堂堂武会员 怎么会在这里开店卖香水 内心很诧异 这也是武职要这么做的原因 此刻他的身份和做的事情 给他提供了不少情绪值 对于这些人 武职也没有担心 顶多是来调查情况 见不是闹事便散了 他们对武职态度也非常恭敬 这些人走后 武职笑道 诸位 今日香水卖完了 请明月再来 现场依然热闹 这就完了 我还没买呢 太少了 不够啊 真香 买到香水的人闻了闻 一脸陶醉的表情 香水北宋其实是有的 只是并不普及 能代替香水的东西也有 但哪有武职系统配方 研究出来的香水独特 武职的香水 清香好闻 很持久 带有一股淡淡的花香 市面上很少有比这种香水好的 而武职的情绪值也在疯狂增长 加上前段时间武职中原 到现在香水场面 武职一起赚了120点属性 100多点是中原的 这次是香水的二十几点 武职知道 并不是能轰动全城 情绪值便能无限暴涨 很大一部分程度 是要见过武职的人 或者在武职周围的人 提供的情绪值就多 这一点 从阳谷县最近情绪值有所减少 就能推测出来 即便如此 武职情绪值增长得也快 等众人散去后 很多买香水的人 才将注意力转移在东西上面 售卖的时候 武职说过这些香水的作用 第一就是可以代替随身的香囊 使用方便 只要早晨抹上一点 就可以一天留香 还有就是驱蚊虫的功效 香水挺香的 堂堂一个武会员 香水它是怎么做出来的 很多人研究起来 也着实佩服 众会员也就算了 还会鼓到这玩意 真是个人才啊 太香了 买过的人要么自己用 或者送给自家夫人 虽然卖的不多 用过的人都很喜欢 尤其是很多女人 爱上了这种香味 家里的相公闻到香味 晚上对夫人更加热情了 对于女人来说 这绝对是好东西 第二天 武职再次开门 很多丫鬟过来购买东西 武职很快卖完 这天他召集了几个仆人 准备大量制作 各个工序 武职会分散传授 避免了被窃取的风险 还和他们签订契约 给了足够的工钱 武职耐心教导下 每个人做属于自己的工序 很快就能量产 店门后面有一个小院 以及楼上也有房间 他们就在其中分工制作 想要达到量产 还需要几天时间 接下来 就交给手底下的人即可 几天过去 一瓶瓶香水制作出来 已经在店铺出售了 香水可以一次制作很多 说到底就是水而已 然后分瓶装进去 由于卖得很贵 一瓶四百文 十瓶售出四两银子 它可以赚三两三 而每天何止卖一百瓶 至少都是三百瓶 每一个小瓶并不大 产量完全能供应上 这帮人累得够呛 因为有很多工钱 倒也是不亦乐乎 香水铺每天有接近 一百两银子进账 而属性点五值算了一下 大概每天能有八点左右 好的时候能到十三点 我要一瓶 给我来两瓶 店门口许多人在排队 过来买东西的 还有一些考生 都是来建五值的 有时候能碰到 有时候碰不到 因为五值扩大了规模 他又租了两个门店 请了七八个人开始制作 大量生产 从租门店 到找人传授技术 再开店营销 整体下来 需要花费一些时间 五值也不着急 每天坐等 收钱和赚情绪就行 他手里有几千两银子 做什么都方便 这段时间 香水正在汴京慢慢流传 在五值名声带动下 传播还是很广的 曾布服 曾布对五值的动向非常了解 在知道五值卖香水后 以为自己听错了 曾布 他在汴京卖香水 管家 五值卖的类似香囊之类的东西 不过是水质 很小的一瓶 很香 我买回来了一瓶 您看看 曾布拿在手中闻了闻 的确很香 有些惊讶 这是五值弄出来的 确实是五值 管家道 他没卖之前 我们汴京也没这种东西 曾布目光不可思议 他是舞会员 是读书人 怎么还会做这种东西 这不是商人才做的吗 曾布发现自己对五值 还是有些不了解 管家笑道 大人不是让人调查了五值吗 相信他所有的底细 很快就能呈上来 舞会员去开店卖东西 古往今来 此人怕是头一个了 曾布感觉 五值有点捉摸不透 思维异于常人 前不久 他又派人调查了五值 因为他决定重用五值 眼看五值就要平步青云 所有的事情 他都要了解清楚 就在这时 有人上门 这人行了义礼 便将一份信封递了过来 大人 这次详细调查了五值 这是信件 上面写了关于五值的一切 曾布点点头 拆开之后仔细查看 在他看来 五值就是清河县的读书人 调查不调查 出入应该不会太大 之所以如此 就是想了个心安而已 只是 曾布看到内容 越看越是震惊 上面的意思大致是 五值没读过书 由于家中排老大 所以又名五大郎 他个子很矮 人称三寸丁 相貌丑陋 之前卖吹饼 后来被张夫人 将贴身丫鬟潘金莲 许配给了五值 随后五值搬到杨谷县 开了十家分店 靠卖锅盔 黄金蛋炒饭 臭豆腐赚了大笔钱财 最后专心看书 考了举人 后制服了西门庆 曾布称目结舌 三寸丁 五大郎 相貌丑陋 曾布还未看完 便将手中书信扔了 以至于手下有些惶恐 瑟瑟发抖 曾布怒道 此人明明一表人才 相貌堂堂 身材高大 你调查的这是什么 你在哪找来的 这些糊弄本官 这 这名手下被曾布一顿呵斥 很是冤枉啊 啊 大人 这是手下辛苦收集的 在清禾县和阳谷县 都多方打听 甚至去了五村 在五值的家乡悄悄打探 这信息的确是五值的啊 此人脸色苍白 曾布其笑了 你这上面说的 哪里是五值 这根本不是一个人 手下苦笑道 大人 我刚开始调查的时候 也是这么想的 但阳谷县的人 都见证了五值的变化 他之前的确个子不高 这是清禾县有目共睹的 大人信下面还有 您先看完 五大郎还有一个弟弟 名为五松 此人高大魁梧 相貌堂堂 据传闻 五值从小得了一种病 比较矮小 最后病好了和五松一样 高大魁梧 所以出现了很多变化 一般人认不出 手下将信捡起来 再次呈上 还有这是 曾布压下怒火 继续查看 果然 上面还真写了 关于五大郎之前 和之后的变化 这么说来 这上面记录的 真是五值 可是 这 曾布虽然不是很相信 但也知道 手下的人不可能忽悠他 既然调查 是这般 多半不会有假 只是曾布对五值 此刻却也是完全搞不懂了 他用新科考中了会员 却在此刻经商 之前是三寸钉 如今是高大英俊的会员朗 曾布需要好好消化一下 后来 又有几分调查信 也随之来 曾布调查一个人 有几班人马 当这些信封传来的时候 结果都是一样 那就是 五值之前有病 现在病好了 所以外貌出现变化 加上曾布前后两次见到五值 也的确感觉到 此人变化很大 看来 是真的了 曾布感慨 此人 我看不懂 罢了 曾布也是无奈 自己提拔的人 居然充满了神秘色彩 而且思维不同常人 曾布感觉自己 有点驾驭不住 由于最近五值的香水受卖 给汴京城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五值又收获了23点属性 他的其他铺子 也快开业了 而五值准备去樊楼 因为今天有人发帖子 邀请了整个汴京城进士 想要聚集这些人 在樊楼中设宴招待 而设宴之人 是樊楼的老板 范燕 五值也接受到了邀请 他的几个铺子等待开张 都是手下去运作 他有时间便去了 去的还有王涛 李树 以及汴京城的进士 毕竟免费蹭吃蹭喝 还是可以的 去的不仅仅是进士 一些达官贵人要去 范燕也不拦着 这天下午 蔡京的儿子蔡霄 听闻消息也去了 由于这次又邀请了 李诗诗压咒出场 在皇宫踢球的宋徽宗 听到消息 立刻和铜冠也偷偷前往 很多人是蹭吃蹭喝 还有看李诗诗 此刻五值三人结伴行 王涛和李树 沿途中恭贺五值 同时也对五值 最近一顿操作 佩服不已 有点搞不清 五值到底是商人 还是会员了 如今王涛也调整好了心态 倒是有些笑脸 而李树呢 他自然是红光面满了 另一边 青年蔡霄 也赶往了樊楼 他的目的 是为了建五值 虽然考场上 他们都在一个地方 但人数众多 所以未曾相见 蔡霄是一个 非常高傲自大的人 老爹 是位高权重的蔡京 家里富贵 自己又深重近视 有老爹照顾 他以后也不会差 那天 蔡京对五值的评价很高 所以他今天来 就是见识一下 那五值到底有何过人之处 樊楼三层 里面奢华无比 一桌桌酒宴摆放 到处都是人头攒动 许多达官贵人 竟是文人互相交流 这时五值三人走了过来 门口范燕老板 则是一名看起来四五十岁 大富翩翩 戴着一个蓝帽子的富商模样 看面相 的确是大富翁 肥得流油 笑容热情 对来的人纷纷拱手欢迎 他身穿暗绿色纹路滑服 从头到脚 连同右手大拇指上的一块绿玉斑纸 都非常贵重 也是汴京出了名的大富商 认识很多上层人物 对于一般近视 范燕也算是热情 而此刻五值等人走了过来 王涛 李硕 在下五值 三个人和范燕交流 纷纷报上名字 而听说五值之名后 范燕脸色一变 立刻拱手 早就听闻舞会员一表人才 今日一见 荣幸之志 快快请进 对待其他人 范燕只是邀请他们进去 而对待五值 则是范燕亲自带领 将他引到了里面主要的座位上 而五值刚刚进来 范燕便是道 诸位 安静 范燕一句话 全场安静下来 因为该来的人都差不多到了 青年蔡霄 身穿锦衣华服 富贵逼人 坐在远处座位上 旁边还有几个变金的柜子 一处座位中 铜冠和宋徽宗也坐着 蔡霄并不认识宋徽宗 而铜冠因为去过蔡金府 他是认识的 但他绝对想不到 在铜冠身边的一名中年人 是宋徽宗 所以 之前也只是稍作招呼 客气一番就罢了 而认识宋徽宗的 在场还真没有 因为来这里的 大多都是近士 富商 或者是一些小官 那些朝廷大员并不在场 即便在场 也不敢在这种场合 出破宋徽宗 除非不想要头上的乌纱帽了 众人都看了过去 因为宴会是范燕举办 这时 范燕拱手笑道 诸位 今日设宴 是为了恭贺 新一轮科举重榜的近士 在座各位 未来都是大宋朝的栋梁之才 同时也希望结识各位 大家互相交流 给樊楼提示作词 喜庆喜庆 范燕就是为了召集这些人 若是以后 这里出现了状元 网眼 探花 以状元提词 樊楼名声更会高涨 到时候 吸引天下之人过来 生意自然是蒸蒸日上更好了 再一个 这批近士 未来都是朝中大臣 他此举是为了拉拢 结交各位 混个脸书 若是以后 他们已经身居要职 恐怕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所以 范燕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他的樊楼生意很好 若是没有持续的靠山 恐怕也不能把握得住 说了几句场面话后 范燕又将目光看向旁边的五职 这次 我们樊楼也有幸邀请 到了会市的榜首会员 五职 想必大家都认识 刷 一瞬间 全场所有人目光都投了过来 五职他们谁没听过 但亲眼见过的人 真没多少 因为考生众多 不可能每个人都照面 如今听到范燕介绍 众人第一次看到 大名鼎鼎都五职 五职是五会员 其他人排名比他次一等 不然众目睽睽之下 也难免感觉不适应 有身份在 加上五职体魄强横 精神充沛 导致他底气也是十足 稍微调整一番 便镇定自若 这就是五职 当今的会员 五职长得 果然一表人才啊 今天才见到五职本人 看面相 的确有会员之相啊 众人意润纷纷 五职听得好笑 会员还能通过长相看出来 那当朝的近视 一表人才的太多了 这些听听就好了 不过 五职收到了不少情绪值 范燕介绍了五职 五职也拱拱手客套一番 众人都围过来恭贺 表示自己很荣幸之类 五职 皇安浩荡 我能中会员 那是当今官家抬举 侥幸而已 话显得很谦虚 宋徽宗在角落听到这话 也是点点头 蔡霄第一次看到五职 正在仔细打量 说实话 从外貌来看 的确是配得上会员之才 但是否真的能做近视之手 等会得看他的诗词文章 一番客套之后 范燕便让早已准备的表演上场了 台上几名女子在跳舞 周围一群人互相交流 五职也看到了远处的赵公子 宋徽宗也看过来 五职笑着走去 拱拱手 见过赵兄 五兄 宋徽宗拱手 旁边的同贯也是如此 宋徽宗 听闻这次有人考上了会员 名为五职 没想到是五兄 五兄果然大才啊 居然得到当今官家清点 宋徽宗表情很有意思 同贯听着也觉有趣 五职就是眼前的宋徽宗清点 宋徽宗由于是偷偷出来 加上五职又不认识 所以才有这样的交流 五职笑道 承蒙官家厚爱 不然我五职怎能中会员 宋徽宗 五兄不必谦虚 你之才当在众人之上 喝酒 宋徽宗敬酒五职 五职也拿起一杯酒喝了起来 味道很醇厚 是好酒 对了 我见五兄上次提词 看字迹 你的书法似乎也颇有研究 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宋徽宗道 可以 两个人便在一起交流书法 从以前书法大家 再谈论到现在 交流得很是愉快 同贯全程陪同 偶尔说上一两句 倒是颇为震惊 五职不知道 眼前的人是宋徽宗 却和宋徽宗如此投缘 他从未见过宋徽宗和人交流如此之深 有时候五职的一些话 还能引起宋徽宗的共鸣 一副醍醐灌顶的感觉 聊到激动处 一饮而尽 宋徽宗对五职 颇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而五职看宋徽宗也是以表堂堂 期间 王涛和李树也过来交流了一番 现在王涛为人低调许多 上次在聚会上出丑 这次也不多言 而就在众人交流甚欢的时候 忽然人群传来一阵惊呼 好诗 蔡霄不愧是蔡大人的公子 好字 好诗啊 佩服 声音传来 众人朝那边看去 由于声音很大 宋徽宗眉头一皱 这些人打扰了宋徽宗和五职交谈 原来蔡霄在现场作画 并写上了一首诗词 引起不少人惊叹 蔡霄此举 一是为了展现自己的才华 二是想要考纳五职 首先自己作画提词一首 然后好将矛头指向第一名五职 他倒是要看看 五职是否有会员之才 如果能让他佩服 自己就得听从爹的吩咐 要好好巴结此人了 如果没有 那这个会员就是笑话 五职和宋徽宗 也看到了蔡霄的画作 首先不说话 那上面的诗词 五职和宋徽宗看了之后 都是一愣 五职作为现代人 加上脑海是诗词宝库 什么诗词没见过 这诗词他一看就知道 和当初王涛一样 是借用别人的 当然 现场能看出来的人很少 宋徽宗算是一个 因为他见过这首诗词 乃是蔡金曾经献上的一首 除此之外 就只有蔡金儿子知道 外人不得而已 正是因为如此 宋徽宗也认得 听说此人是蔡金儿子 宋徽宗眉头一皱 这人用老爹的诗词 在这里显摆 岂不是闹笑话 五职也没想到 之前王涛的事情 在今日重现了 只是今日 乃是蔡金的儿子蔡霄 在场有人认识 早就已经明了身份 五职自然也是知道的 五职打量一番 一幅山水画旁边题词 三春乐奏三春曲 万岁生连万岁山 玉石君臣同乐意 天威直尺不为言 这是蔡金给官家拍马屁的一首诗词 五职认了出来 却也没说什么 他没必要拆穿别人 宋徽宗就有些不悦了 拿你老子的诗词 在这里显摆 宋徽宗自然不悦 按照现代话来讲 宋徽宗是搞艺术的 喜欢的是真材实学的人 之前王涛 就是因为犯了这种事情 所以被宋徽宗 直接将排名划掉了 现在又来这一招 本来大家乐呵一下就完事了 但是那蔡霄此刻 居然在和众人交谈中 忽然看向远处的五职道 大家太爱了 我只是这次近视一百多名 文采一巴而已 说来 在场的舞会员 乃是榜首第一 能被官家看中 诗词一定更胜一筹 不如让他做一首诗 让大家欣赏如何 蔡霄笑道 舞会员是官家清点 排在重镜室之上 他的诗词文章 一定超过所有人 此言一出 众人虽然知道 蔡霄这话有些不理 也还是给五职拉了一把仇恨 是啊 舞职乃是第一名 他们这些近视 都在旗下 那就看看 此人到底有何本事 能得第一了 蔡霄这一招 让舞职有些无语 他过来就是喝杯酒 若说诗词骂 也不是不可以显摆两手 反正他知道的多 问题是 你这样逼迫着来 就属于挑衅了 舞职感觉 此人有点没脑子了 他跟这个蔡霄 好像没仇吧 果然 蔡霄这个奸臣的儿子 还是有些像他老爹的 看着不是啥好人啊 众人目光投来 等待舞职回话 舞职也没给面子 如果我没看错 你这首诗词是抄的吧 这话一出 全场一片哗然 气氛有些不对了 说人家是抄 是最丢人的事 蔡霄心里一慌 随后镇定下来 他老爹的诗词除了官家 外面的人根本不知道 蔡霄道 饭可以乱吃 话不能乱说 我是蔡金之子 你说我抄人诗 舞职 你将话说清楚 在场之人 可有听闻此诗的 蔡霄补充了一句 看向众人 众人纷纷摇头 首先他们知道 此人是蔡霄 老爹是蔡金 也不敢说 其次也的确没见过 舞职看着人和他杠上了 笑道 你所作诗词 大家自然没见过 因为你抄的 是你老爹蔡金的诗诗词 将你老爹的诗词拿出来 还有脸了 听到这话 蔡霄顿时脸色难堪 他怎么知道是他老爹的 此人一定是懵的 蔡霄结巴道 什么我老爹的 舞职你需要血口喷人 舞职 即便我是血口喷人 你能如何 对待蔡霄这种人 舞职倒是不怕什么 即便他上面有个老爹 不说他如今是当今会员 皇恩浩荡 在一个他自身武力 一般人还真奈何不了他 因为他还有几百属性 他若是愿意 随时加在力量上 蔡霄被舞职的强硬态度 有些无法适应 他是权贵子弟 敢这么跟他说话的 还真没几个 舞职也看出 此人是个心胸狭小之辈 自然不会给他面子 蔡霄脸色难堪 他还真不能将舞职如何 难道上去打他不成 舞职乃是官家清点会员 他还真没这个胆子 即便是他老爹蔡金在场 也未必有这个胆子 打舞会员 就是打官家的脸 他敢吗 蔡霄脸色通红 在想怎么接话 这时 旁边一名权贵弟子 站出来帮枪 蔡霄 你先不要着急 既然舞会员说你是超 此事暂且不提 那就让舞会员做诗 让我等看看 到底有几分文采 算是将刚才的事情 给放一旁了 此刻宋徽宗笑了 舞兄 你是官家清点 才华自然不是一般人可比 既然他们想看 你便做诗一首 让他们心服口服 宋徽宗对舞职 那是有绝对自信的 此人妙语连珠 随口而出 便是诗词文章 对待这种场合 就如同一名战场上的大将 对付一个小兵 自然是手到擒来 我给你提笔 舞兄念诗即可 说话间 宋徽宗让人拿来毛笔 配了纸 文言 舞职点点头 既然如此 有劳赵兄了 正好为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叫做诗词文章 而不是只会窃取别人诗词出来显摆的庸才 舞职这话 说的脸不红心不跳 而那蔡霄 却是气得脸色通红 这舞职说话太气人了 其实 舞职也是搬弄别人的诗 但明面上的气势 还是要有的 那蔡霄挑衅在先 若是舞职不做点什么 以后怕是让人小看 而宋徽宗觉得舞职是知己 什么都能交流 什么都懂 看到那蔡霄憋屈的模样 他也乐得做一个看客 看看最后如何 舞兄 请 宋徽宗提笔 舞职点点头 神色正重 所有人都看了过来 就看舞职念叨 李渡诗篇万口传 这句话说的就是李白和杜甫 听到这话 全场震动 这种诗词名人 可不是随便能提的 而舞职索性来的更狠的 李渡诗篇万口传 至今已绝不新闲 江山带有才人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 当舞职将这篇诗词念出的时候 宋徽宗手抖了一下 这话意思太明显了 说的就是 李白和杜甫的诗词 虽然相传了很久很久 但至今已经不新闲了 好家伙 范燕也是神色震动 全场众人都被惊住了 江山带有人才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 这这这 太狂了 这简直太狂了 舞职这意思是 他们的已经不新鲜 而他就是江山带有人才出 带领风骚的人 这首诗词 是清朝赵义所作 那也是诗词一大家 很多人觉得 这两人的诗词 再过千年都不会过时 但是他不这么认为 他便做出了这样一首诗 就有很多人提出疑惑 你赵义是什么角色 居然敢乱喷 当然 这诗词真正的意思是 诗词应该随着文化朝代的变迁 而应该得到变化 创新 而不是老想着 根据上面的来座诗词 要有与时代一起进步的尽头 只是被舞职这样念出来 有些狂妄 而舞职就是要这样的效果 此刻他情绪值疯狂增长 负面情绪加三 比是情绪加四 负面情绪加三 一瞬间 全场几百人信息飙升 舞职也是狂喜 这短短时间 他就获得了两千情绪值 也就是两点属性 而且还在持续高涨 厉害啊 舞职内心有些兴奋 感觉这样真刺激 尤其是那蔡霄的情绪 五点平凡的加 被舞职的狂妄所震撼 同时 他也找到了宣泄的理由 蔡霄指着舞职 舞职 你 你也太狂了 这两位 大家的诗词 你凭什么在这里胡言乱语 不错 你有什么资格 旁边的贵公子也叫了起来 舞职道 唐朝诗词文化鼎盛 而在我大宋朝得以继续辉煌 我乃大宋文人 如何说不得 蔡霄脸色一宁 随后反驳道 你的意思是 你可以超过这两位大家 你就是那诗词中的人才 带领风骚几百年吗 全场众人内心很赞同蔡霄的说法 从而导致情绪值再次飙升 负面情绪加四 比是情绪加三 比是情绪加四 舞职内心喜悦 却是继续坚定道 你做不到 并不意味着我不能做到 我是当今官家清典的省事会员 大宋朝可考的榜首 怎么 我担不起这几百年吗 难道 我堂堂大宋朝 担不起这江山带有人才出吗 若按照你的意思 我大宋朝的文人 不如那唐朝 担不起这个领风骚数百年吗 亦或者说 你认为 我们大宋朝的文人都不行 天下没有一个 可以和唐朝相比的才子吗 舞职的声音很缓 但字字朱击 如同利剑反击过去 这 这这这 蔡霄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这话如何接 他根本不能接啊 他想要找出话语来反击 奈何想了半天 哑口无言 这能反驳吗 你若反驳 岂不是说大宋朝不如唐朝文人 岂不是说在场的这些人都不行 即便是真不行 这话也不敢说啊 说了就不是得罪舞职了 而是得罪了整个大宋朝的文人默克 誓打夫 甚至引起群愤 蔡霄只好强忍着憋屈道 你口口声声说的大宋 但依我看 你说的其实是你自己吧 听到这话 舞职又笑了 是我又如何 难道我没有这个资格吗 我的会员乃是当今官家清点 按照你的意思 难道大宋官家清点错了 莫非是官家看走眼了 轰隆 此话一出 全场立刻传来阵阵惊呼 这 这谁能反驳 舞职寥寥几句 就将蔡霄反驳的 说不出任何直言片语 蔡霄傻眼了 他怎么也想不到 舞职居然利用这些说辞来反驳他 如此口如利剑 巧言善辩 以至于蔡霄脖子 就如同被什么东西卡住了 胸口又仿佛被堵住 非常难受 他想吐血 而此番争论 也导致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 被舞职一番锋利的说辞震撼 这种话 一般人敢说 一般人能说得出来 没有点才能 想要反驳的蔡霄 哑口无言 是不可能的 蔡霄再怎么样 也是一个近视出身 对于语言上的是 他比一般人 还是要强点 然而在舞职面前 却被对得无话可说 是啊 难道我大宋朝 就担不起这数百年吗 难道我大宋朝 没有文人才子了吗 难道大宋的官家 清典的会员是错的 这谁能反驳 简直无可挑剔 无法反驳呀 全场气氛 已经发生了微妙的转移 刚开始觉得舞职狂妄 而此刻这番话一说 全部都无话了 就是宋徽宗此刻听闻 也是冷了半天 同贯也是如此 他惊讶地看着舞职 这舞职口才之好 口诛笔伐 让蔡霄根本没有反计的余地 看似简单 实际上何其的犀利呀 而宋徽宗 刚开始也觉得舞职狂妄 但被舞职画风一转 却也是点点头 感觉有道理 他是大宋朝的官家 他大宋朝人才辈出 当然是他希望看到的 震撼情绪加五 惊叹情绪加四 佩服情绪加六 短短时间 全场轰动 舞职又获得了四点属性 舞职想到 这蔡霄一来 就让我赚了十二点属性 可以啊 舞职现在虽然加点比较少 但他都要留着以后大用的 越多越好 这玩意就跟银行卡上的钱一样 你可以不用 但一定要有 而且 后续他 还是要继续加点 强大自身 此刻 全场震惊后 舞职又笑道 你怎么不说话了 蔡霄 我感觉你才学有限 以后还是要多多读书 不要到处抄别人的诗 这样才配得上 我大宋朝的近视之位 舞职脸皮是很厚的 因为若说这个 他比蔡霄还狠 他弄的都是未来的诗词 而他蔡霄弄的 只是他老爹的诗词 但这谁知道 就是弄得他没脾气 他能咋爹 这就是双重标准了 宋徽宗感觉很有趣 他轻扁舞职没错 是个人才啊 蔡霄现在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 王涛此刻看着别人玩这种套路吃扁 他笑了 但他没说话 因为那蔡霄他得罪不起 宋徽宗也是笑了 他虽然疑惑舞职是如何知道 蔡霄是抄他父亲的诗词 此刻他也没问 而是笑道 武兄说得不错 我看刚才舞职之言 就足以担得起会员之财 上面还是很有眼光的 我大宋才人很多 未必不能担得起这文化风骚啊 本来蔡霄一肚子火 听到这话 立刻瞪了过来 住口 你是何人 这里没你说话的资格 在场的都是近视 其他的他也认识 这宋徽宗他是不认识的 什么玩意就出来抢嘴 他的确是对不过 言辞犀利的武职 但这人 他还弄不过吗 宋徽宗是何人 那是大宋朝的主宰 蔡霄的言语 让宋徽宗面色剧烈的变化 若是换作朝堂 此刻宋徽宗一定会爆喝一声放肆 然后将人抓起来处死 铜冠一张脸色煞白 这蔡霄胆子也太大了 顾安家都敢骂 他连忙给蔡霄实眼色 蔡霄此刻情绪激动 哪里看得到铜冠 铜冠见状 要出来说话 旁边武职声音传来 蔡霄 你这话有点没规没矩了 樊楼乃是当今文人默刻的聚集之所 天下文人都可以在此吟诗作对 互相交流 谁规定这里说话 还要论资排辈的 若是这么说 我是当朝会员 你名字在我之下 你在我面前 是否也没有资格说话 这 众人也是点头赞同 武职又道 昔日周朝天子有言 防明之口 甚于防川 川庸而溃 伤人必多 名义如之 事故为川者绝之石道 为明者 宣之始言 天子都提倡 让人畅所欲言 不能阻碍人说话的权利 你却不让别人开口言语 莫非你是天子 亦或者说 你比天子还厉害 这句话的意思是 堵住人们的口 比堵塞河流的后患更为严重 河流被堵塞而绝口 伤害的人一定多 百姓如同河流 因此 治水的人要疏通河道 让水畅流 致命的人应开导他们 让他们畅所欲言 你 蔡霄脸色狂变 双眼遍布血丝 武职这口齿太凌厉了 这拉着话术的本事太强 面对武职的话 他根本没有反驳的机会 一旦反驳 就是大逆不道 妈的 蔡霄咬牙切齿 快崩溃了 他着实说不过武职 想他平日口才也是非常利的 如今面对武职却哑口无言 说不出第二句 他气泻上涌 咬咬牙 此刻已经非常难看 他便不再说话了 他不得不得承认 这个武职 的确是言辞厉害 他当真说不过 蔡霄感觉自己再说下去 今天非得气死在这里 武职完全占据了上风 他既然不说话了 众人内心也都知道 武职之才非一般人能比 所有人看武职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此刻 武职才真正是绽放光芒的大才会员 此人动则引经据点 虽然有些言论牵强附会 但你就是找不到反驳的话 这才是最强的 一个会员 除了要诗词文章优秀外 还一个就是口了 将死的说成活的 将活的说成死的 这样日后 到了朝堂之上 若是争论大国之事 从言论上就占据了先锋 朝堂上很多事情 几句话锋一转 能置人于死地 也能将人起死回生 说话的确是一门艺术 今日武职不这么说 就要被蔡霄占据上风 若他不是会员 倒也没什么 他一个会员说不过一名近视 那这会员之才 让人笑话罢了 佩服情绪加五 惊叹情绪加四 胆恰情绪加六 武职情绪继续猛涨 这时宋徽宗笑道 武兄 在下佩服啊 几句话便将蔡霄击败 让他说不出话来 那蔡霄怎么说 也是一个近视 可见武兄的口才 少有人能比啊 同贯也是点点头 武职笑道 赵兄客气了 口舌之力 算不得什么本事 若不是当今官家 轻点我为会员 我也无法借机扯虎皮 运气而已 此刻武职脑海中 密密麻麻的情绪翻涌 武职早就关闭了提示 不然脑海要炸锅 武职在任何场地 都知道该说什么 即便是此刻的一番言辞 他也会推到官家身上 这样怎么样 也不会有麻烦 如果说话不小心 被小人抓住把柄 弄到官家那里去 对他肯定是不好的 文言 宋徽宗大悦 而此刻 不远处的范燕 也是激动不已 今日之事 定然会在汴京广为流传 甚至是其他州地 樊楼名声更甚 这也是范燕愿意看到的 他早已经将刚才武职的诗词 记下来了 全场也是爆发一阵议论 到现在 武职的属性 已经多了24点 不得不说 收集得很快啊 这是个机会 这件事过去 众人在一起喝酒交谈 言语之中 免不了议论刚才的事情 台上有人歌舞 酒足饭饱过后 忽然范燕上台说了几句话 随后便将李诗诗请了上来 李诗诗带着两个丫鬟上来 一身雪白的衣服 面容依然带着面纱 看不清楚下巴和鼻子 但一双清澈的双眼 和弯月细眉 能看出此人极美 李诗诗一出场 全场震动 多少人是来看李诗诗的 太多了 在场至少有九成 是来看李诗诗的 而且 听说李诗诗至今未出格 还保留了清白之身 不知道多少人眼馋 想要得到李诗诗 李诗诗身材修长 比较高挑 特别是白色的长裙 乌黑的长头发 一个眼神就能让人心持神望 李诗诗看向人群中 不由看向武职 武职在这里 他在后面早就得知 刚才所发生的事情 他也知道 李诗诗对于武职 很佩服他的才华 不说此人考中了会员 刚才一番言论 就足以证明 此人不是凡夫俗子 接下来 李诗诗在台上演奏了一番鼓琴 全场鼓掌欢呼 这次的曲子和上次不一样 有一种语异曲调 现场非常热闹 而完事之后 范燕站出来笑道 诸位 今日邀请各位来 除了交流认识 吃酒之外 樊楼还有一件大事 要宣布 众人脸色变化 大事 什么大事 范掌柜 你快说吧 什么大事 是啊 就别卖关子了 众人起哄 范燕这才笑道 今日 是李诗诗姑娘出格之日 若是谁被李诗诗看中 今晚便可以与李姑娘独留一晚 交流诗词歌赋 并且 可以看到李诗诗真容 轰隆 这个是一说 全场炸了 什么叫做独留一晚 交流诗词歌赋 这就是一次 和李诗诗单独相处的机会 虽然李诗诗卖一步卖身 也仅仅是和看中之人独留一晚 不一定会发生什么 但这个机会 也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 还能看到李诗诗的真容 况且 真在一起 谁知道会发生什么 万一李诗诗看中你 人家就陪你呢 全场炸锅了 范燕看现场火爆 也是唏嘘 其实这不是他的主意 而是李诗诗提出的 就在刚不久 他也疑惑 李诗诗一直不出阁 为何今日却是答应了 范燕继续笑道 但能不能被李诗诗看中 就看各位的本事了 现场议论纷纷 谁能被李诗诗看中 这谁知道 接下来 李诗诗又唱了一首鼓曲 声音委婉动听 传递全场 所有人听到那柔情的声音 表情一脸陶醉 李诗诗的相貌 姿态 还有那弹琴 以及清唱的歌声 都是极美的 让无数男人为之沉醉 自古谁人不爱美 何况李诗诗 享有盛名 财气 长相 身材 都是上家 那不是一般人啊 可谓是财貌名全在 他表演完之后 众人无不鼓掌叫好 但如何 才能得到李诗诗喜爱 接下来 范燕就要安排了 宋徽宗也是心中一动 历史上 宋徽宗可是勾搭上了李诗诗 只是现在李诗诗 还没有和宋徽宗 有具体的联系 更没有男女情义 宋徽宗目前 还只是欣赏美人 他是在和李诗诗 有关系之后 才沉醉在李诗诗群下 可能李诗诗资本雄厚 让人无法自拔吧 有些方面 也是魅力十足 如今的宋徽宗 也是众多爱慕者之一 但要说非他不可 倒也未必 但这次是机会 他也要争取 五直看向台上的李诗诗 从气质上来看 此人有一种 从画中仙女走出的错觉 这个是实话 气质这方面 真有这个位 李诗诗上风极为风足 那长裙根本无法掩盖 脸庞几缕青丝散落 纤细白皙的手指腹在琴弦上 姿态优雅不凡 至今未有房中之势 更是让他多了几分出臣之意 五直没多想 李诗诗是要和宋徽宗挂钩的 他倒是不想惹这麻烦 他家女人多的是 翻演道 诸位 李诗诗已经献上了几首曲子 接下来 就要看诸位表演了 若是谁献上才艺 能让李诗诗看中 今夜就有机会和李诗诗共语 明面上 还只是有机会和李诗诗接触 到底是否能来点实际的 那得看李诗诗自己的意思 毕竟 李诗诗不愿也没法 李诗诗是酒楼的名牌 那是招前的摇钱术 他若是不愿 即便是酒楼的范老板 也是没法的 如果是一般女人 那倒是没什么 李诗诗每年给樊楼赚的钱太多了 在这里 他就是祖宗一样的存在 他可以挑选客人 而并非客人选他 这就是区别 不过想要献上才艺 不是人人都能 在场这么多人 若是每个人都献上才艺 那何年何月才能整完 所以 也是有要求的 那就是 必须拿出两百两银子出来 才有这个资格 献上才艺 知道这个许多人摇摇头 在场很多都是文人 有钱的人有 大部分 还真不能一口气 拿出这么多钱 即便有能拿出来的 万一李诗诗 看不上也是打水漂 总之 还是手里不宽裕 也有那种拼了命 也想试试的 将自身家当拿出 几个文人上场 或是诗词或是鼓曲 亦或是其他的曲乐都 拿出表演 引起现场一阵叫好 一连过了好几个人 李诗诗也未曾满意 接下来宋徽宗扔了两百两 他开始献出自己的才艺 做什么呢 其实也是弹古琴 宋徽宗很多东西都会 他的一番表演 也引起了现场众人的叫好 还是不错的 除此之外 宋徽宗还轻唱了几句 演奏完毕后 他便将目光看向李诗诗 不一会儿 李诗诗的丫鬟走出 赵公子情绩很好 但歌唱出现了少许顿挫 和曲子并不是非常搭配 以后赵公子还要稍加努力 这套说辞 就是没看上 宋徽宗满脸黑线 在皇宫的时候 他弹琴四周的人都会夸赞 以至于他以为自己真的不错 当然 他的琴的确不错 唱得就有点画舌添足了 若是直接弹琴 免去轻唱 就不会出现不符合的情况 也算是失去了机会 宋徽宗无奈 拱手退去 宋徽宗看向武侄 武兄要不要试试 武侄道 赵兄说笑了 我此次过来便竟是专心苛口 并无其他的想法 就算了 哦 宋徽宗看武侄一脸认真之色 想来武兄也是做事专心之人 对女人方面并不是非常动心 宋徽宗摇摇头 既然武侄不愿 他没继续催 不过 宋徽宗倒是忽然想到一个问题 对了 刚才差点忘了 武兄之前和那蔡霄争论 你是如何看出 他的诗词 是他父亲所做 毕竟蔡霄父亲乃是蔡金 朝中宰相 若非亲近之人 怎会知道蔡金的诗 听到这话 武侄一愣 对啊 蔡金所做诗词 他是怎么知道的 这件事情 只有官家和蔡金 还有他亲近之人知道 而他武侄一个清河县的人 怎么会和当朝左仆业有关系 还知道是他做的诗词 武侄想了想 总不能告诉他 自己是穿越过来的人 诗词历史方面看太多了 估计别人还以为他脑子有问题 当然 武侄也可以说自己懵的 但这好像说不过去 随后便道 啊 赵兄 这件事情 是我们清河县的花老告诉我的 武侄一番说辞 将事情推到了花太监身上 花太监当初伺候过宋徽宗一段时间 跟随身边的人 知道蔡金县上的诗词也不足为奇 武侄想来 不会有谁为了这事 去专门找花太监 去打探 那蔡霄都认为 武侄是懵的 宋徽宗文言 倒是想起来 花太监和武侄是一个地方的人 便是恍然 随后不再多问 而是看向现场 此刻该献才艺的 已经献了 如果无人满意 那就只能算了 就在这时 人群中的蔡霄走了出来 他好不容易抓住机会 自然要表现一番 这位赵公子 你这曲子和唱功明显不符 唱的调子也明显出了问题 还是让我来吧 蔡霄从人群中走出 一脸自信 若是论诗词辩论 他不是武侄对手 但武侄出身偏远 肯定不会什么歌曲才艺 也未必拿得出两百两银子 这机会岂不是落在他身上 蔡霄是蔡金之子 钱自然不用说 多得花不完 而曲乐方面 蔡金给他找了很多老师 他专门学过 懂得很多东西 对他而言不难 蔡霄并没有就这么放过宋徽宗 而是比一道 赵公子还是回去多学学才艺吧 就不要在这里丢人了 宋徽宗瞪向蔡霄 蔡霄旁边铜罐手指颤抖 这个小崽子 他是真不怕死啊 蔡霄众人都见过 知道此人 他一出场便拿出钱财 我蔡霄来给李姑娘献上一曲 宋徽宗惹着怒火 没有发飙 武侄笑道 赵兄不要动怒 此人是得不到李姑娘看重的 宋徽宗 此人数次挑衅于我 着实让人恼火 接下来 蔡霄坐上开始弹琴 并且开口歌唱 这一弹琴歌唱 不得不说 让在场的人还是有些惊讶 蔡霄在这方面 似乎还真有点能耐 超过了不少人 曲子很动听 歌声也不错 其中歌词之意也颇有意境 就是武侄也没想到 此人居然还会弹琴唱歌 对于弹琴唱歌 武侄其实也会一点点 但绝对难登大雅之堂 他在地球的时候 也仅仅是学过一些课程 略懂一些 绝对不如这个蔡霄 其中的歌词也颇为意思 我欲成风归去 又恐穷楼欲语 此诗乃是宋神宗时期苏氏所作 当时有很多人谱曲 在汴京倒也是颇为流传 蔡霄唱起来 还真有几分味道 而且现在的歌曲 并没有地球那么严谨 能达到如此 已经超越很多人 所以他演奏完毕 现场众人也是掌声喝彩 觉得不错 大有夺得花魁的势头 这让宋徽宗看不下去了 他中意的理事师 怎么可能让他得去 他立刻便给铜冠使了一个眼色 铜冠领命 立刻悄然退出 去调动了附近的禁军 若是真要如此 宋徽宗就是暴露了身份 也要阻止这狗血的事情 李诗诗即便不是他得到 那也不能让这个狗贼得到 此人几次挑衅 不说他是官家 即便不是也是窝火得很 要是李诗诗被蔡霄弄到手 他这个官家还做个屁 而此刻 李诗诗笑道 蔡公子曲子和唱功都不错 此话一出 全场多少有点猜测 莫非李诗诗看中了蔡霄吗 这蔡霄 第一乃是蔡金之子 第二本身也是近视 第三 虽说之前和五直争论中失利 但也的确是一表人才的模样 只是为人有些狭隘 除此之外 他的家世 背景 钱财 外貌 在现场之中 说起来 还真没几个人能比 即便是五直 论背景 也是比不过蔡霄的 论权势 此人背后有蔡金 不出意外 未来一路高升 怕不是一个会员所能比较的 蔡霄此刻嘴角上扬 微微有些得意 目光朝着这边五直和宋徽宗扫视过来 宋徽宗有些着急了 若是李诗诗说看中了此人 他便立刻让人进来包围全场 将蔡霄带走 他不想暴露去压制他人 毕竟以他的身份 在这里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要是传了出去 那还不丢死人 他还是要脸的 但结果真的如此 宋徽宗也不得不这样做了 众人等待李诗诗的答案 李诗诗却是无意间扫视了一眼五直 本来是准备客套一番 再婉拒了蔡霄 见五直一点也不着急 似乎没有半点意思 他道 蔡公子暂且留名 不知道还有谁要献出才艺的 尽可上来 李诗诗显然想要用蔡霄 刺激一下五直 若说五直 此人相貌堂堂 文才第一 又是会员 若说天下女人不动心 那是不可能的 男人喜欢美貌智慧 甚至是风骚的女人 女人更喜欢有才能 有地位 人品 相貌兼有的才子 那蔡霄虽然家世背景好 却也不是他心中首选 从刚才挑衅五直 恼羞成怒态度来看 此人不是他喜欢的类型 倒是五直镇定自若 三言两语化解了窘境 态度又显得得体 谈笑风生 让他印象深刻 谁要出来挑战这位公子的 有人起哄 但是 想到此人是蔡霄 在场即便有人想要上 却也不敢得罪 此人以后非黄腾达是注定的 谁若是得罪了他 以后还想好过 在一个自己 这半调子才艺 哪里比得过蔡霄花费重金 请老师教导蔡霄来的身后 毕竟是官家弟子 很多人还是不如的 现场很多人无人赶上 还叫唤着要给结果 眼看无人 这下宋徽宗着急了 这要真便宜了蔡霄这畜生 他只能曝出自己的身份了 曝光身份 实在不是什么明智之举 这要是传出去 堂堂大宋官家去逛青楼 太有誓言面了 但谁得到都不能是他 眼看四下无人 再出来竞争 宋徽宗也是无奈 满座之人 竟无一人赶出来挑战蔡霄 宋徽宗心里很失望 不到万不得已 他实在是不想 报出自己的身份了 李诗诗一看 武侄毫无动静 也有些失落 既然武侄无义 他也不好说什么 他知道武侄是有钱的 而这出钱献财义的规矩 是樊楼所定 并非是他 武侄在汴京开了香水铺 卖得火热 而且此人之前中了举人 才有后来的进士之路 他相信武侄这点钱 是能拿出来的 他不愿意站出来争抢自己 李诗诗即便是再厚的脸皮 也无法明说 罢了 李诗诗内心有些感慨 旁边丫鬟叹息一声 知道李诗诗的意思 却也没办法 他总不能到武侄面前说 他家小姐对你有意思 希望有个机会聚聚吧 这成什么了 范燕见状便站出来道 既然无人在竞争 那么李诗诗姑娘 你是否看中在场哪位公子 李诗诗想了想 准备推辞了 既然没有意中人参合 这有什么意义 就在这时 宋徽宗又站出来 等等 宋徽宗带着希望的目光 看向旁边的武侄 武侣 你得帮帮我 帮你 对 你去献财艺 赢了那彩销 绝对不能让他得到 武侄 可是我也不会什么曲目 难道又是诗词 再说 李诗诗未必看得中他 这时 范艳道 这位公子 你刚才已经献出才艺 莫非你 还有什么要拿出来 让大家欣赏的吗 宋徽宗 是武侄 并非是我 宋徽宗这一招 让武侄有些猛 他可无意竞争 但他和宋徽宗 两人相谈甚欢 如果宋徽宗真要他帮忙 他自然没问题 只是他弹琴 也着实没什么技术 宋徽宗道 这才艺 也不单单是献出古琴歌唱吧 武侄诗词文章那是一流 让他献出一首诗词 也可比拼古琴乐章 定能比个高下 宋徽宗担心 李诗诗还真让这小子占了便宜 绝对不能让他得逞 范艳准备说什么 李诗诗却先开口道 既然是才艺比拼 诗词文章自然也算在内 李诗诗知道 武侄的诗词文化那是极高 他只要随便做出一首 都能震惊全场 到时候他只要说中意 这事就定了 他担心的是 武侄不肯出手 哼 蔡肖却是不干了 我刚才所谈古琴 所唱之曲 如果和诗词相比 这如何能比较 不是一类才艺 如果舞会员要比 那自然也要 拿出古琴歌唱了 对 不是一类如何比较 还是得一样才行吧 蔡肖旁边的人也跟着道 蔡肖此刻自信满满 他是蔡金儿子 也是近视 刚才他的才艺也不差 不说这武侄 根本不会什么古琴曲目 即便是会 也断然不会超过他 在这方面 他还是很有自信的 武侄默不作声 众人看来 他想来是不会了 然而 武侄绝对不能被人看扁了 加上宋徽宗 请求一点期待的样子 武侄想来也是感慨 就露一手吧 反正情绪值 才是他看中的 本来他也不想 既然蔡肖这么有自信 那便让他知道 什么叫做曲目歌唱 武侄不是不会吗 但这是问题 他当场就在系统中 找到了古琴杂曲谱 领悟 花费了三十点属性购买 瞬间领悟 武侄脑海一阵晕眩 各种曲谱 古琴技术融入脑海 随后懂得了很多东西 双眼仿佛出现了一股明雾 宋徽宗就要暴露身份的时候 武侄站了出来 武侄笑道 既然你要割了来比 也不是不可以 这下宋徽宗猛了 武侄 你不是不会曲目吗 比这个你会吃亏 武侄 我只是略懂 谈不上会 但要和蔡霄比上一比 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这番话说出 现场立刻传来阵阵起哄声 武侄员居然也会曲目 这样不好吗 正好我们大家也可以欣赏一番 看看到底是蔡霄的好 还是武侄员的更甚一筹 许多人有热闹看 自然乐意 文言 李诗诗也是内心一喜 蔡霄不以为然 既然你会 那就表演一番 让大家看看吧 别到时候出丑了 让人笑话 武侄并不理会蔡霄的言语 而是坐在了古琴面前 并不是李诗诗的位置 而是在旁边有樊楼的人 专门准备各种乐器的座位 武侄坐上去 全场立刻安静下来 众人目光汇聚在武侄身上 武侄拱拱手 深吸口气 随后双手扶在琴弦上 笑道 诸位 好久没有碰琴了 容我先演练片刻 再正式演奏如何 范烟立刻道 无妨 众人也觉得可以接受 如果武侄很久没碰 自然要熟悉一番 才好演奏出好的 接下来 武侄开始熟悉起来 在琴弦上弹动 虽然他有曲目领悟 但还是需要熟悉 这一番下来 众人传来阵阵意论 武会员看这架势 好像不太会啊 有点 刚才还错音了 不可能吧 他如果不会 怎敢上台 都说了是熟悉 等一下再看 不着急 蔡霄脸色变换连连 随后笑了起来 按照这武侄 好像也不太会啊 这不是逗大家玩吗 他懂音律 刚才武侄试了 急下他就知道 无法跟自己相比 再一个 武侄本身诗词文章极为厉害 口才也很强 这点他承认 但人哪有十玄十美的 你既会诗词 又能说会道 还会弹琴歌唱 世上不可能有这样的人 蔡霄一点也不慌 这是富贵家庭 才玩得起的东西 他就不相信 武侄一个没有家世背景的人 能玩得懂 武侄试验一番 将脑海中的感觉熟悉 调整状态后 笑道 好了 现在为大家献上一曲 若是不好听 还请诸位见谅 众人再次安静 就看武侄双手落下 他已经想好了 弹什么曲子 他是现代人 知道很多曲目 若是要弹琴 自然是要这些人能接受的 他要是弹个我是DJ 你会爱我吗 曲风肯定是众人不能接受的 所以 他要弹的曲目 是涂红的 金钟报国 这首曲风比较阳刚血气 带有一股上进爱国之意 这首歌也很好听 既然要弹 那就肯定从头到尾 都是金钟报国的曲调 他不指望能弹出金氏之曲 但超过那菜肖 还是没问题 古代虽然很多东西很好 真要和现代的音乐体系比 肯定是比不过的 因为现代歌曲每一个音节 转换都很讲究 非常专业 古代虽然歌唱也好 但若是论言锦体系 是不如现代专业歌曲的 一个音错了 都是不合格的 这首歌词意思是 报国的思想 五指开始弹 金钟报国的前奏 现代有名 受众广泛 让很多人喜欢的 金钟报国 就这么被穿越过来的五指 在北宋汴京樊楼弹了出来 词曲独特 古代不曾听闻 一经演奏 便让所有人内心一颤 这绝对是王牌歌曲 随着古琴音调缓缓的上升 激进慷慨的曲调 传递在场所有人的耳朵 五指便开始随着音乐开唱了 狼烟起 江山远望 龙旗卷 马长思 渐气如霜 心似黄河水茫茫 二十年纵横间 谁能相抗 词曲和歌声传出 震撼了全场 歌声蕴含雌性 曲调阳刚 嘹亮有力 带着男人保家国 浴血奋战的勇猛镜头 听到这首歌曲 宋徽宗惊了 王涛 李树也面色一变 双眼愕然 五兄居然 居然还会唱歌 而且 这古琴弹得也甚好 范燕也是 双眼亥然 而那李诗诗 更是一脸难以置信的眼神 死死地 看向那歌唱的舞职 李诗诗 喃喃自语 渐气如霜 心似黄河水茫茫 二十年纵横间 谁能相抗 这 这歌 这词 菜肖更是整个人如遭雷击 不可能 她是玩乐曲的 此古琴的节奏音律 还有歌词 曲调 那其中一转一折之间 蕴含了一股让人震撼的乐感 最主要其中的歌声非常的激动 曲韵更是让人气血上扬 拍手叫绝 众人内心震惊 却无人说话 生怕打扰了 这激进的曲调 舞职情绪值瞬间暴涨 飙升 当场都是六点七点的加 舞职双手抚琴 神色真诚 整个人的神态 动作 歌唱的声音 哪里像是刚刚弹奏 不是很熟悉的样子 这分明 就是一代大歌唱家的模样 曲约大师降临 更像是一名爱国之士 为了国家的那份情怀歌唱 其实舞职之曲 还是有些漏洞的 有些音节弄错了 但这并不影响演奏的效果 古代要求也没这么高 足以震撼所有人 就像是斗地主 舞职直接就是两个王扔出去 炸了全场 菜肖的歌曲 在舞职面前 就如同小巫见大巫 根本不在一个层次 所有人沉浸歌声中 缓缓的 就在这时 舞职开始唱高调部分了 恨欲狂 长刀所向 多少手足中魂买骨他乡 和西白死豹家国 忍叹息 更无语 血泪满矿 马蹄归去 人遥望 人遥望 草青黄 陈飞扬 我愿手土腹开疆 堂堂滑下 要让四方 来喝 第一段高调过后 所有人瞠目结舌 他们脑海轰鸣 只感觉浑身 每一个血管都爆炸了 感觉听闻到如此绝世之曲 这一趟来得太值 特别是李诗诗 被这一首曲子的音乐和歌词 震撼的呆滞 多么有才华的人 才能写出如此勇猛的词啊 我愿手土腹开疆 堂堂滑下 要让四方来喝 李诗诗被舞职的财气折服 印象深入灵魂 如果大宋都是这般热血情怀的人 何愁大宋不强 尤其是歌词和歌声的那种渲染情绪 那种勇猛之感 那种韵律 仿佛唤醒了所有人内心深处的爱国之情 恨不得现在上战场杀敌 舞职的声音原本没有这么好听 加点财气和悟性 加上学了曲目后 被声音把控的比较好 而最重要的是 舞职的体魄增强 胸膛肺腑之中 震荡出来的雌性声音 也是比较充足的 即便是很低的调子 通过这雌性的声音传递而出 震荡发聩 尤其是高音部分 更是让人抑制亢奋 仿佛置身于战场之中 保家卫国 冲锋陷阵 而无所畏惧 不知不觉 李诗诗泪流满面 天下谁人没有心中的那份爱国之情 尤其是李诗诗的处境 加上从小的经历和家世背景 他也希望自己的家国能强腹顶上 而此刻舞职所作之曲 所唱之歌和词句 触动了所有人的心灵 不少竟是泪流满面 他们读书是为了什么 当然是为了地位和财富 但如果能保家卫国 他们也愿意付出自己的一份力 此曲 无论是歌词 还有曲调缺一不可 缺了任何一种 都没有这个味道 众人沉浸歌声中 即便舞职已经演奏完毕 现场却是寂静无声 那余音缭绕现场 所有人甚至没回过神 宋徽宗原地一动不动 双眼竟是一股骇然之意 宋徽宗甚至内心一下安静了 感慨自己这个官家 也要为家国付出自己的努力 宋徽宗不由佩服舞职 自叹不如 无论是他歌唱 还是那蔡霄在此刻舞职的歌曲面前 都尚不得台面 不但唱歌厉害 曲子也是非同凡响 宋徽宗想好了 这首曲子 他让舞职写出来 自己要学会 他喜欢这种旋律 听着是一种享受 在场不少人双眼湿润 除了是享受之外 也被曲目歌词所动容 世间竟有此词曲 今日不往来一趟 在下佩服 忽然一鸣竟是感动的落泪 拱拱手 那看向舞职的双眼 简直崇拜至极 今日舞会员之曲 让我想到了家国情怀 舞兄歌曲造诣深厚 无人能及 一鸣竟是抹了抹眼泪 嗯 此话我赞同 从未听过如此亢奋的曲乐 若非今日聚会 我等怎能闻到这般音乐 看来舞兄是个低调的人 若不是 这位赵公子出面 怕是我们还听不到 那就太可惜了 全场众人 即便是那蔡霄此刻 也是无话可说 他虽然不愿意舞职比他更强 但舞职的曲目 他刚才也欣赏地进入了状态 他不说话了 他打死也不曾想到 舞职不但诗词文章出彩 歌曲也能压过他 他还能说什么 他既是有些佩服 也是有些嫉妒 一个人怎么会如此的完美 哎 该死的曲目 他都听罪了 这是耻辱啊 能结识到舞兄 是我的荣幸 宋徽宗回过神来后 摇摇头 旁边同观 也是深吸口气 宋徽宗都如此评价 看来舞职刚才之曲 还真是非同一般 说来 他也是听罪了 一个人的才能超越众人 让你无法企及 岂能不让人佩服 以前那些诗词大家 为何会让人敬仰 就是因为他们的才能 让你无法比拟 有的只能是崇拜 众人就是如此 这一曲 让他们心灵受到很大的触动 是一种享受 舞职的这份慷慨为国的歌声传递 更是让人心生敬佩 不爱国的人 如何能写出这份家曲 李诗诗也越发觉得 舞职乃当今大才 更是一位热血的爱国志士 无论相貌 人品 才艺 地位 都是李诗诗心中 不可替换的才子 舞兄是科考会员 却又精通歌唱曲目 能在文章上出彩 已经极为难得 需要耗费毕生的精力 舞兄居然还有时间 研究这些东西 可见其悟性和才气 范燕不由地发出感慨 是啊 众人也是如此想 尤其是李树 他日夜读书 这么多年寒窗 能考一个进士 都是无上荣耀了 也满足了 精力也有限 研究书文 已经感觉精力跟不上 哪还有时间 去研究其他的东西 而舞职不但考了榜首 还能有时间 研究其他才艺 这才是可怕的 也就是说 舞兄考上榜首 也许他在诗词书籍上的 花费功夫 并不是全力以赴 正因为如此 才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现在 蔡肖直接被舞职的 曲目锤得扎都不上 舞职这才站起来 弓弓首 已经演奏完毕了 脑海中的情绪疯狂增长 这一首曲目 他获得了十五点属性 赚了不少 忽然 宋徽宗问道 舞兄 词曲此词 你从何处得来 还有 这首曲子为何名 宋徽宗听了这首曲子 只感觉浑身气血翻涌 不能平静 文言 众人也是回过神来 看向演奏完毕站起来的舞职 舞职笑道 曲目歌词 都是我自己填写创造 出自我手 词曲名为 京中报国 说来 这还是第一次当众演奏 京中报国 此话一出 众人惊叹 宋徽宗激动的双眼 遍布血丝 好 好一个京中报国 太好了 舞兄这首曲子 简直可以作为 大宋朝的国曲 宋徽宗内心无法平静 他已经决定了 回去要让人学会曲子 组织一对曲班 作为大宋祭祀重要场合 所作之曲 文言 舞职笑道 我这曲子 也就是拿出来 让大家欣赏罢了 要说作为国曲 那得看当今官家 国曲何等隆重 赵兄言重了 舞职只是在谦虚 其实这首曲子的确热血 有雄厚的爱国之意 是可以作为国曲的 如果流传军中 激起士兵的士气 更是有意想不到的作用 宋徽宗文言 也没说什么 但心里已经有了主意 而此刻的蔡霄 有些傻眼 弹得好也就罢了 唱得好也罢了 这舞职 还会自己谱曲作词 谱曲填词是很难的事情 他自认没这个功力 瞬间 蔡霄被打击得如遭雷击 要说舞职 是从别人那得来 他们也从未听过 而且这般美妙的曲子和歌词 想到刚才舞职的演奏 极为深厚 说是他弄出来的 也并非不可能 现场再次炸锅 李诗诗双眼更是佩服 蔡霄此刻说不出话来 看现场众人的热情 他此刻若是在说什么 怕是要引起公愤 接下来 就好办了 众人等待李诗诗给出答案 蔡霄这家伙 到现在已经不抱希望了 他不得不承认 舞职之曲 当为第一 他虽然跋扈 却不是傻子 随后 没有意外 李诗诗的丫鬟 念出了今日陪李诗诗的名字 舞职 轰隆 名字一旦说出 众人纷纷看向舞职 简直羡慕到了极点 众人也无法反驳 人家就是厉害 此刻就是蔡霄旁边的几位 经常帮腔的贵公子 也不再说什么 甚至还有些佩服舞职 此刻心情无法平静 刚才他们也被激发了那种情怀 太热血了 心情有些波动的 便是宋徽宗了 他和蔡霄都输给了舞职 但舞职中选 比蔡霄那小子要强太多 他之前想过 谁得到都不能是蔡霄 旁边铜冠正在等待宋徽宗的命令 若是此刻宋徽宗给出一个信号 他立刻让人进来 搅乱了会场 这一场 自然就不算了 此刻舞职中选 宋徽宗也是有些无奈 因为是他将舞职推出去的 如果不是他宋徽宗 舞兄根本不会出来演奏 自然也就不会中选 他都不出来 人家李世诗如何选 是他造就了舞职中选 说来舞职也是为了帮助他才出来 若是他宋徽宗此刻爆出身份 扰乱了现场 阻碍这件事情 那他宋徽宗成什么了 忘恩负义 人家本来不想出来 你让人为你出头 破坏菜肖的好事 结果舞职中选了 你又站出来扰乱 说到底 你就是谁也不让碰里诗诗 这就有点虎脚蛮缠 不地道了 他宋徽宗虽然好美色 却也做不出这等忘恩负义之事 何况舞职是帮自己 才显现了自己的才能 宋徽宗目光纠结片刻 他虽然爱慕李诗诗 毕竟也没见过他的真正模样 要说非他不可 还真不至于 他后宫多的是美人 出来就是图个新鲜 如今事已至此 宋徽宗摇摇头 并没有让同贯做接下来的事情 但心里有点小疙瘩 只是那舞职此刻过来 拱手小声道 赵兄 我本意是为了帮你 却从未想过 要和李诗诗单独聚会 我家中有妻 出来是为了苛口 可这 此刻已经有丫鬟走来 拿出一个小红木盒子 这盒子的意思是 今日李诗诗出格 客人要拿出一定的诚意硬核 无论多少 如果客人不愿意 此事作罢 武职有些迟疑 宋徽宗问道 武兄这事 武职笑道 赵兄 说来你可能不信 我现在虽然是会员 但这李诗诗乃是汴京名女 看重他的达官贵人众多 我若是成了这一 怕是会惹麻烦 武职虽不怕惹麻烦 但他没忘自己 是来干什么的 看到武职这般 宋徽宗倒是有些不好意思了 他刚才还在嘀咕 李诗诗就这么让出去 是不是有点态 宋徽宗知道这也不无道理 李诗诗轻易动不得 他不就准备看谁动李诗诗而发飙吗 想到这里 宋徽宗对自己的想法很是歉意 李诗诗受众人关注 武职不愿出来演奏 就是不想惹麻烦 为了他 武职却不惜惹上麻烦 宋徽宗感觉对不起武职 对他的这份意气 想了想 宋徽宗正重道 武兄尽管硬下 有我在我看谁敢动你 人家讲究兄弟情谊 为了帮你而站出来 此刻他宋徽宗不能做那负义之辈 宋徽宗对待身边的人还是很好的 他大手一挥 拿出八两黄金 放在了盒子中 这钱我替武兄给了 宋徽宗此刻心里那一点点疙瘩 也荡然无存 宋徽宗意气道 武兄今日中选 无论是文才 屈才 还有为人都足以得到美人的青睐 我看你与那李诗诗也是天造地设的才子家人 就不要犹豫了 宋徽宗心中感慨 君子有成人之美德 武兄待我如此 我又怎能缴了他的好事 也是他推波助澜造成 虽然他也爱慕 但他终究有后宫美人无数 他召集 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性情中人 如果是别人抢夺的李诗诗 宋徽宗肯定急地跳起来 然而如今看武职为难之色 他倒是出手主动帮武职了 什么叫做性情中人 这就是武职帮助他不是一次两次了 他召集 也是有情义的人 他拱拱手 武兄今日好福气啊 恭喜恭喜 说来也是不可思议 宋徽宗本来是谁都不让动力实施的 但为了武职他 反而主动促成 还为武职出钱 被赶鸭子上架了 宋徽宗可以不这么做 既然是他自己做的 他就没有半点怨念 反而感觉还了一个人情 武职震惊宋徽宗的口气 也震惊宋徽宗一下拿出八两黄金 钱已经收了 这下武职不想答应 也说不过去了 告辞 武职正一脸猛逼 宋徽宗带着一脸愕然的铜冠走了 铜冠也是有些傻眼 宋徽宗居然 这有点不可思议啊 不由感觉官家的心思 还是很难琢磨的 不过铜冠也能分析出其中原因 这武职为人让宋徽宗敬佩 事已至此 也就不再强求了 对了 宋徽宗回头 你那首曲子武兄以后可否写下来 我有大用 武职拱手 赵兄要 现在即可拿去 宋徽宗摇摇头 以后我们有的是机会 下次你再给我不迟 宋徽宗嘴角上扬 一股让人觉得神秘的笑容 然后大笑走了 赵兄也是性情中人 为人也很慷慨 能结识赵兄也是我的荣幸啊 武职感慨 武职想来 以后如果自己能试图大展 可以多多照服赵公子一把 对待朋友 武职还是很有心的 现在结果已定 众人也是颇为感慨 最后 李诗诗被武职得到了 献煞众人啊 王涛拱手 恭喜武兄啊 李树笑道 武兄今日良辰没景 就不要耽搁了 明日还要电视 早些休息才是啊 两人结伴去 众人大多散去 却都会给武职拱拱手 恭维一番 在场听过武职歌曲的人 着实佩服武职之才 走吧 菜肖见状也无可奈何 只能憋着一肚子活走了 李诗诗没了 今日属于武职 所有人走了之后 武职被人拉到了楼上 李诗诗则已经回到他的房间 当丫鬟将武职送到房间后 便退出 房间只剩下武职和李诗诗两个人 李诗诗站在窗户边 刚才武职的诗词 歌唱 作曲 无意不让李诗诗觉得意外 武职懂得东西太多了 他即便是专门歌唱的 却也感觉自己 不如武职刚才的才艺演绎 自古才子爱家人 而他李诗诗也喜欢才子 他这些年 也一直在等待自己的重义之人 却不曾想到 等到了武职 这些年 有很多达官贵人 公子哥都想要见他的真容 也想要和他单独相处 但李诗诗都未曾同意 从听闻了武职的诗词之后 便是让李诗诗心动了 武职会的东西多 也没有和众人争抢他 还是迫不得已上台 最后被他选中 武职进来后 李诗诗忽然回头 那一身血白之衣 脑后长发及腰 回眸一笑的那种眼神 即便是此刻的武职 也是为之心颤 李诗诗 公子来了 武职点点头 见过李姑娘 这时 李诗诗轻声道 为何公子刚才不想献出才艺呢 难道公子 看不上我 武职笑道 我本是受邀而来 却不曾想 李姑娘今日出阁 李姑娘乃是天下名女 喜欢的人很多 只是我武职从未想过 能有幸和姑娘单独在一处 说来也是一场意外 武职看向李诗诗那一颦一笑之间 要说他不心动 那是不可能的 他是男人 受到古代许多民风熏陶 此刻李诗诗属于他 可以供饮一杯 畅谈古今 倒也不是一件坏事 李诗诗笑道 公子喝杯酒吧 李诗诗走到桌旁 倒下了一杯酒 亲自给武职递了过来 面对如此青年才俊 李诗诗也是表现的 有些女人姿态 并且邀请武职入座 武职坐下 实属有些尴尬 便喝了一杯 刚喝完 李诗诗走来 纤细白皙的手指 拿着酒瓶朝着武职酒杯中倒酒 身上还有一股特殊的香味 让武职一愣 这香味怎么这么熟悉 这不是他店铺生产的香露水吗 还是一种茉莉香味的 闻之避意心肺 尤其是出自李诗诗身上 让武职头脑瞬间香气充满 整个人精神一震 公子 可是闻出了什么 李诗诗笑道 我身上的香水味 是我贴身丫鬟 在你那购买的 原来如此 武职点点头 这香味的确出自我店铺中 李姑娘喜欢吗 喜欢 李诗诗坐下 这种香水味非常独特 比一般的香囊香物 确实要好了许多 这香水我从未见过 武公子从何处得来 李诗诗以为 武职是从其他地方运来售卖的东西 武职 我自己制作的 哦 李诗诗目光意外 想不到武公子不但会诗词歌唱 还会制作香露水 李姑娘夸奖了 一些小玩意罢了 这酒不错 喝了两杯之后 武职感慨起来 李诗诗 这是我存的好酒 还是第一次拿出来招待客人 说话间 李诗诗一双清澈的毛子 略向武职这边 微微一笑 我很欣赏武公子的才华 今日月圆之夜 公子若是不嫌弃 就把我当成你的知己 多喝几杯吧 李诗诗酒量是非常好的 说话间一饮而尽 武职也没矫情 一口闷 接下来 为了气氛不尴尬 李诗诗便是和武职交流诗词歌赋 还有古今中外的很多事情 两人在单独的房间 非常安静 交流得也很愉快 李诗诗问的东西 武职能答上来 还能多说一些看法 而武职说的一些东西 李诗诗也能对答如流 两个人就如同今夜的才子家人 开怀畅饮 让武职佩服的是 李诗诗的酒量也是惊人 最后两人聊着聊着 讲到了爱情故事上 谈的古今 有多少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 武职还将太坦尼克号的爱情故事 包装成古代故事讲出 李诗诗很感动 两人说话间 李诗诗还想要武职给他写上一首诗 武职便提笔写了一些诗词 那字迹和诗词 让李诗诗非常欣赏 他觉得武职简直太完美了 如果不是自己是汴京名女 又有幸让武职参合了今日的事情 如果他是一个普通女子 怕是这辈子都不可能和 如此有才华的青年才俊 在一起共赢吧 说来 李诗诗也觉得是自己的幸运 平日那些贵公子找他 李诗诗并没什么感觉 那些人都是一些顽固子弟 没有眼前武职 这般的精神面貌 作为烦楼的名女 李诗诗内心期盼的是 希望有一天 有人能将他赎身 然后嫁给那个男人 相夫轿子 过上普通人幸福的生活 但他等了这么久 恐怕有一天 自己年老色衰 也很难等到他的一中人 却没想 今日能和武职在一处 接下来 两人除了诗词歌赋交流外 还玩起了行酒令的游戏 谁输了就要喝酒 李诗诗输了之后 便会唱歌一声 武职输了 或是唱歌或是饮酒 或是写诗词一首 两人喝酒作乐 房间多了很多诗词 李诗诗发现 武职诗词似乎信手拈来 而那歌唱也是随便 一开口就让人动容 武职的酒量似乎也很好 他李诗诗 因为经常会出现各种场合 饮酒是免不了的事情 所以他的酒量很好 但武职却似乎也是谦卑不醉 一次 李诗诗输了 武职让他吹消 李诗诗便拿起长销 动听的曲目传来 武职盯着李诗诗 李诗诗则是目光 韩晴的对视武职 饶视武职心智坚定 也被这柔情美艳的 双眼看得浑身躁动 他心想 这李诗诗乃是千古名女 如今吹消韩晴目光 这谁特么受得了 他一个现代人 更是坐立不安 尤其是 李诗诗在武职上来的时候 虽然还是一身白色的衣服 但早已经换了一身 那上半身 出现了一抹白色的晶莹肌肤 若是再低那么一点点 就要显现出很东西 看得武职都不好意思 然而 李诗诗在吹的同时 纤细的右手 忽然将耳边的纱巾给揭开了 一张白皙端正的面容 显现在了武职眼前 那一抹红润的嘴唇 放在箱上吹动 小巧的鼻子 脸颊稍稍显得有些爆满 皮肤没有丝毫瑕疵 仿佛可以挤出水来 即便武职也是惊艳了 多少人想要看李诗诗的真面 见过的却很少 如今武职看到之后 也不得不感叹 李诗诗的绝代风华 曲子是一首 动人心弦的优美绿调 李诗诗演奏完毕后 武职笑道 李姑娘真是吹得一首好笑啊 堪称一流 是吗 李诗诗笑道 公子喜欢 以后我天天给你吹怎么样 啊 武职感觉自己 有些把持不住了 这特娘的 很显然 武职所言和李诗诗所言 不在一个层面上 正因为如此 武职目光略向那润艳的小嘴 右手有些颤抖起来 这时 李诗诗微笑道 我常年面纱这面 今日在公子面前显露容貌 足以见我对公子的一片诚心 公子见我真容 有何想法 听到这话 武职微微动容 能见李姑娘 真容是在下的荣幸 我有一首诗送给姑娘 久过三巡 李诗诗脸色有些发红 便柔声道 公子请 武职点点头 随后提笔 方姿励志更妖娆 秋水精神锐雪标 凤木半弯藏琥珀 朱唇一火点樱桃 落来玉笋欠纤细 行步金莲步步骄 白玉生香花结雨 千斤凉叶石难消 前面的意思是说 李诗诗天生励志 乃秋水为神 冰激雪夫 凤木四半弯明月 瞳孔内散灵光 朱唇小口四樱桃 后面则是面对如此角色佳人 实感叹千斤易得 一叶难消 现在武职和李诗诗在一个房间 要待一个晚上 可不是难消吗 看到武职的字迹和诗词 李诗诗惊叹 好诗 这真是为我而写的吗 当然 武职点头 其实这诗出自某媒 都是形容美人 哪来形容李诗诗也不为过 李诗诗听闻之后 更是动容 五嘴轻声道 公子真的一夜难消吗 武职 能和李姑娘读会 不知道是多少文人默克的愿望 自然是真 武公子莫要这么说 是小女子的荣幸才对 李诗诗又喝了一杯 两人共饮了不知道多少杯 不知是酒醉人 还是人醉人 两人都有些意志模糊 眼看时辰 也不早 李诗诗今天喝得多了 脸色爬满了醉意 公子 小女子有些头晕 我想休息一会儿 可否扶小女子 嗯 公子 听到这话 武职走上前去 将似乎要倒下的李诗诗扶住 只感觉李诗诗软弱无骨 身轻如燕 就这样被武职扶到了枕边 李诗诗躺下 些许醉意浮现脸庞 那白皙的耳垂 都似乎染上了醉意 武职刚要抽身 公子 却见一只香唇银面来 脖子被掀系白皙的手指勾住 武职急促了 两个人都有些醉意 也许李诗诗也不知道 自己在做什么 而武职也是稀里糊涂 脑袋发热 只是有些事情若是不醉 怕也是不能顺理成章方便下去 若是别人 李诗诗也不会有这个机会 忠意你的人 你机会多的是 若是不给你机会 你也是很难到这一步 两个人就这样共枕眠 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 屋内已经乱糟糟一片 之前武职所作诗词 桌椅 酒杯 都已经散落在地面 到处都是 武职看着李诗诗 也是很难平静 他拿下了李诗诗 若是在官家熟悉 李诗诗之后这样做 怕是有些危险 如今嘛 倒也并非不可 现在官家和他并不是很熟 而李诗诗也没有后悔 反而很是喜悦 武职体验到了 李诗诗不愧是李诗诗 回想起来 此刻也是无法平静 他道 诗诗 总有一天 我会数你出来 将你娶到我家 让你离开这樊楼 听到这话 一抹难以置信之色 从李诗诗双眸中闪过 他喜悦道 武公子 你 你说的是真的 李诗诗在樊楼已久 也认识一些姐妹 他们都说 男人的话不要相信 都是骗人的 李诗诗此刻 不管是真是假 至少他也没有后悔过 嗯 武职严肃点点头 我说过要数你 自然会让你离开这里 李诗诗小声道 我等公子来数我 只是公子 我是樊楼的招牌 数我不是一个小数目 好在这些年 我也积攒了一些钱财 李诗诗还准备说什么 武职将手放在他口旁 不用 只要过些十日 我便会有钱 安心等我即可 看到武职自信的眼神 李诗诗点点头 就是熟他 恐怕需要很多钱 李诗诗不由还是想着自己的一点私房钱 虽然不够 但自己在凑凑 他也不知道 武职的话是否可信 也没有其他的选择 他就是重义武职这样的青年才俊 武职其实也明白 李诗诗乃是樊楼的摇钱术 每年不知道给樊楼赚多少钱 恐怕是天文数字 如果想要将李诗诗赎身 即便是一般的土财主 倾家荡产 怕也是万难 但对于武职来说 这很难吗 不难 只是需要一点时间而已 而李诗诗有这个时间 他也不缺这点时间 看来自己以后要赚大钱 一些小钱 几千两怕是完全不够 想要熟李诗诗 这个摇钱术 至少也要五六千两黄金起步 这不是开玩笑 六千两黄金是多少 那就是六万两白银啊 真要赎身 怕只会更多 但这都不是事 武职将目光再次转移在李诗诗身上 不得不说 李诗诗的确是大宋绝对的大美人 是第一序列中的女子 无论是才能还是相貌 大楼门口 李诗诗 我等公子回来 此刻武职要走了 根据时间 今天便要电视 耽搁不得 李诗诗站在门口风华绝代 目光似乎不舍 怕武职一去不复返 实际上 古代这种事情也不是没有 很多书生骗取了这些女子的钱财 受到帮助功成名就之后 却是忘记了这些女子 武职若是此刻离去 以后再也不回 这样的长景古今有之 但武职不是那父亲郎 李诗诗清白之身 可不比常人 放心吧 我会回来的 也希望你能高中 李诗诗柔声道 武职点点头 嗯 以后我会将你赎身 等我 说完 武职转身离去 看着武职远去的背影 李诗诗久久回不过神来 眼看武职越走越远 这生命中第一个男人 李诗诗清澈的双眼 却是一下模糊了起来 自古女子没有依靠 身世都较为凄惨 多少年颠沛流离 他李诗诗也希望得到一位如意郎君 想到刚才武公子自信的模样 让李诗诗也有些感慨 似乎在他身上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在很多时候 武职都能非常自信 表现出别人没有的才艺 李诗诗看不透武职 他身上有一股神秘的气质 这是李诗诗对武职的感觉 不仅如此 即便是那事 这位公子居然也能游刃有余 让人无法自拔 李诗诗虽然没有经历过 但听一些姐妹讲过 一般人很快 有的甚至还没开始就不行了 而想到昨天武公子的表现 李诗诗面颊红了 不过 李诗诗对武职花钱赎自己的事情 也多少有点忧虑 即便他高中壮远 除非做那贪官污吏 否则动则几千两黄金 如何才能赎身 他希望武职赎自己 却也不希望武职做什么不好的事情 万一捅出篓子 岂不是害了武职 李诗诗有些担心 而这时 一位老包子走了过来 诗诗 我们这样的人 不要指望有真情 那武职日后若是飞黄腾达 未必会兑现承诺的 你若是当真 怕是会伤了心啊 老包子还是很懂一些事情的 老包子 等他以后有地位了 很多事情就变了 也许今日他的承诺是真心的 但未来谁知道 他会不会变心 而且赎金不是小树木 即便他中了状元 想要筹集这么多钱 也不容易 就算筹集到了 到时候他身边美女如云 会想起你们 也未必舍得花这么多钱 李诗诗文言 也知道说的有道理 他还是道 我愿意等等 即便他日武职变心 我也不回 老包子摇摇头 他若是成为状元 万一被当今官家许配了公主 你觉得他 还会将你娶回家 背上这不好的名声吗 老包子见李诗诗没有醒悟 又说了一句 这句话顿时让李诗诗一颤 是啊 如果真是如此 他若是娶上了公主 还会在意他吗 他也不能笃定 但他还是愿意的 即便没有结果 自从和武职打虫之后 李诗诗就忘怀不了那日的事情了 通往女人内心的通道 有些事情做了之后 是深入灵魂的 此刻 武职正准备去皇宫 对于李诗诗在樊楼 武职倒是不担心 因为李诗诗是摇钱树 他在那里很安全 他现在要去电视 天色其实还很早 武职在想 这次能否得到状元 即便得不到 他也要利用机会掌握权力 只有掌握了权力 才能主宰很多事情 是做千古第一项 还是在天下大乱中称帝 所有的一切 还得建立在自己有权身上 还有那水浒好汉 以后他也要利用一下 这些人打仗很厉害 不能被那些奸臣白白害死 最好能为他所用 此刻皇宫 一座大殿中 宋徽宗昨天回去后 立刻找了两个妃子平衡了一下 今日要电视 宋徽宗醒来想到 今日那武职就要面见自己 还有那蔡霄 王涛 不知道他们看到自己是 何等表情啊 宋徽宗倒是有些期待起来 早上妃子还拉着他不肯走 宋徽宗没法 外面有人已经在催了 今日是大事 样子还是要做的 此刻 武职和王涛 李树等人在门口聚集 由宫里的人将他们迎进去 武职还是第一次进皇宫 皇宫很大 很辉煌 让武职感叹 不愧是汴京的权力中心 他们走入深处 沿途观摩 北宋的皇宫 是仿照洛阳宫殿子卫城的模式 在五代旧宫的基础上建造的 宫城周回五里 皇宫的正殿叫做大庆殿 是举行大典的地方 大庆殿之南是半国室之地 二者之间有门楼相隔 大庆殿之北的紫城殿 是官家世朝的前殿 每月朔旺的朝会 交庙典礼完成时的寿贺 及接见外地使臣 都在紫城殿举行 大庆殿西侧的垂拱殿 则是皇帝平日听证的地方 紫城 垂拱之间的文德殿 是皇帝上朝前和退朝后 稍作停留休息的地方 宫中的宴殿 为吉英殿 生平楼等 这次武侄等人要去的是大庆殿 武侄和其他考生不同 他并没有那么紧张 进入大殿中 里面到处排列桌椅 有几个考官在这里 桌椅上也被宫女摆放了许多笔墨纸燕 茶水等等 四周还站着一些面色严肃的太监 武侄被人安排在了第一列座位 因为他是会市第一名 此刻那蔡霄也在这里 他目光扫视武侄 双眼恨不得喷火 他惦记得李诗诗 昨晚恐怕已经给武侄得逞了吧 想到李诗诗被武侄拿了第一次 他心里就憋屈 可惜无可奈何 希望这次能给官家一个好印象 自己以后也好飞黄腾达 最好这武侄不被官家看中 得了会员又如何 官家这一关若是不行 照样不行 他背后有菜金 怎么这也不差吧 王涛和李树在后方座位 有些紧张 现在官家还没到 王涛已经紧张的冒汗了 作为偏远区域的百姓书生 即将见到大宋最大的官家 自然是非常让人忐忑的事情 生怕自己表现不好 这还不算什么 若是说错什么话 那就糟糕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一定要谨言慎行 在场近视都是小心翼翼 忐忑不安 实际上这些人 在没有过电视之前 还只是共视 算不得近视 只是由于电视录取率是百分之百 这只是走一个过场 然后进行一假排名 其余的不管有没有排名 都会得到近视地位 也可以说 他们已经是近视 很多人来之前 互相表露过内心的激动 但到了这里 谁也不敢大声喧哗 伍之静静地等待 不知道历史上的大婚君宋徽宗 到底是什么模样 就在这时 官家驾到 忽然一道太监声音响彻 然后一身金色长袍 威严的男子从身处走了出来 旁边跟随着太监同贯 随后所有人赶紧站起来行礼 宗朝有一个好处 就是不用行跪拜礼 所以众人稍加行礼就可以了 许多人不敢看官家 而行礼完毕后 不少人还是惹不住好奇 偷偷瞧了一眼 不瞧不要紧 这一瞧之下 看到此人瞬间 所有人傻了 只见宋徽宗一脸笑意 儒雅的面孔 副手而立看着众人 似笑非笑的表情 武侄也是面色一正 大害 这 这不是赵公子吗 那个初前成全他和李诗诗的赵公子 是 是宋徽宗 武侄简直不敢相信 王涛 李树也看到宋徽宗 也是当场表情愕然 有些傻眼了 王涛差点吓得跪在地上 不可能 王涛脑海轰鸣 怎么可能是他 王涛脸色煞白 当初他可是言语上挑衅过那位赵公子 那个赵公子 居然是当今官家 完了 王涛感觉自己的魂都已经飞了 这 而蔡霄此刻也是手指颤抖 他目光略向那面孔之后 整个人差点摊在地上 怎么会是他 这 蔡霄昨天 就已经多次挑衅了那位赵公子 赵公子竟是官家 蔡霄虽然是蔡金的儿子 但想要见到当今官家 也是没这个资格的 只有蔡金的长子 才有这个资格 随父亲面见官家 这还只是有机会 大致上也是不可能的 而他蔡霄从未见过 若不是此刻电视 他也没有机会看到官家 本来他是准备 今日要好好表现一番 得到官家看重 只是这一幕 他坐立难安 想到自己当初对宋徽宗的嘴脸 蔡霄就算是个傻子 也知道 今天他完了 武侄也是心中念头翻飞 宋徽宗居然将李诗师让给了他 这件事情 出乎武侄意料之外 此刻宋徽宗正站在上方看着他 武侄感觉自己 快破防了 赵公子是宋徽宗 那岂不是说 宋徽宗给他出钱陪李诗师吗 这算什么情况 但武侄很快镇定下来 知道事情不能逆转 宋徽宗目光扫视 在那蔡霄看过来的时候 他脸上带着一抹意味深长的面容 蔡霄此刻想死的心都有了 低下头来 不敢看宋徽宗 他额头觅出了大量冷汗 腿也在哆嗦 莫说他爹是蔡金 自己之前那般行为 若是宋徽宗震怒之下 看他老爹也不爽 一起给弄下台 他不玩犊子了 在场其余近视 更是亥然 樊楼之会 他们自然都见过赵公子 也对赵公子颇为不在乎 他们是近视 赵公子不过一介草民 谁也不认识 顶多就是一个富商而已 他们还看不上 之前蔡霄和赵公子几眼的时候 其中还有几个多帮腔 现在也是后怕不已 恨不得现在跑出去 再也不要回来 但谁敢这样做 接下来的环节 就需要官家 来问这些近视问题了 过程中 除非官家允许 其他人不准发言 更不准抢答 如果惹怒了官家 一句话便将你赐配边疆 官家整人随便找个理由就够了 根本无需审理那么麻烦 五直面色平静 内心也是波涛汹涌 原来之前自己认识的赵公子 一直都是宋徽宗 这么说来 他旁边的太监 恐怕也不是小人物了 又想到官家和李诗诗的事情 好在官家和李诗诗并无其他事情 若是真的已经有了牵连 自己那般怕是不妙 他也明白了 为何宋徽宗说 他们很快就会再见 原来是在这里等着他们 众人心思各异 都是诚惶诚恐 这时候宋徽宗终于开口说话了 诸位都是我大宋的人才 今天是电视 邮政出题 你们来回答 宋徽宗说完之后 扫视众人一圈 又道 今日正要出的题 便是在于一个情字 关于情的文词 这句话说出 全场落真可闻 同时感觉有些愕然 堂堂官家出题 居然是这方面的东西 五直以为 今日之题是 其他的经文 或者是策论 或者是关于当今局势问题 可宋徽宗不按套路出牌啊 不过这还是比较符合 大婚军宋徽宗的 出题也是超出人的意料之外 让一帮准备答策论题目的人 措手不及 各位 可以开始答题了 旁边同贯道 众多考生才提笔 只是看着一张白纸 却是迟迟不知道怎么下笔 很多考生都有些慌乱 这可如何是好 他们读书都是一些 四书五经之类的东西 如今写着情爱的东西 如何提笔呢 在场除了这些人之外 还有许多朝臣 不过他们默不作声 心里也是惊讶 今日官家出题 居然是这个 而那曾部也是内心一颤 宋徽宗完全出乎人的意料 这题目 五直能写好吗 之前自己和五直沟通 看来是白费了 官家的心思 众人难以揣摩呀 曾部也不好 在此刻说什么 众人已经开始答题 官家惊口欲言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既然是关于这方面的题目 那么考生就不能偏题 其他学习的策论经文 都在此刻没什么作用 本来电视都会问一些 关于天下大事的问题 来判断考生对局势的见解 如今这题目难住了很多人 很多人电视之前 还专门翻看背诵许多古籍 就是为了应付今日的电视 不过五直转念一想 自己之前在樊楼作词 作曲 也有关于描绘美人诗情画意的诗词 他怎么感觉 宋徽宗是专门为了他而准备的题目 这不是他所擅长的吗 如果真是这样 那宋徽宗对自己也未免太好了吧 想到这里 五直也没什么好怕的了 这题目对他而言 其实还真不难 他脑海中的情诗 不知道有多少 立刻 五直就提笔开始写了 加上昨日和李诗诗一顿风云 五直下笔如有神柱 越来越顺 许多大臣看到五直开始动笔 妙笔生花地快速写着 也是惊叹 这会远比别人是要反应快一点 很多人都在纠结写什么 五直却已经写了一大半了 而此刻蔡霄忐忑不安 不知道该写什么 他满脑子都是昨天他对宋徽宗冒犯的场景 自己无论写什么 写得好不好 其实都不会让官家喜欢 若是写得不好 那就更糟糕了 以官家的权利 虽然不会罢免了他的近视之位 但以后很难重用他 他偶然扫视宋徽宗的眼神 那官家看过来的目光 带着一种嘲笑和猫捉老鼠的味道 可以说 现在的宋徽宗意气风发 虽然暴露了身份 但这里是大殿 现在他是官家 他有一种非常痛快的感觉 之前那蔡霄很嚣张 现在却低头瑟瑟发抖 想到这里 宋徽宗也是有一种扬眉吐气的畅快 他昨天不能暴露身份 着实将宋徽宗憋屈了好半天 今日怎么能轻易放过此人 蔡霄本来就不敢多看宋徽宗 谁知道那宋徽宗还专门缓缓地走了过来 位置正是他前面 还在他面前停留 吓得蔡霄不敢抬头 将头恨不得埋到地下 他勉强写了几行字 宋徽宗并未放过他 看了一下他写的几行字 随后当着满朝文武的面 摇摇头 字迹平常 内容乏味 很一般 难道 这便是我大宋朝共事写出来的文章 宋徽宗摇摇头 似乎在感慨 这样的人 是如何进入电视的 此话一出 全场哗然 尤其是朝城中的蔡金 更是一脸不理解 这可是他的儿子 官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这么说他儿子 是什么意思 官家是不知道 还是假装不知道 这是他蔡金的儿子 即便如此 也没有必要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 众人也很疑惑 之前宋徽宗的表现 不是要重用蔡大人吗 怎么此刻这般 难道是宋徽宗改变主意了 许多朝臣内心各种念头 宋徽宗的任何行为 下面的人都会当作是信号 若是宋徽宗宠信谁 谁身边就会围绕一堆大臣 若是宋徽宗讨厌谁 那么这个官员周围很难有人敢靠近 蔡霄听到这话 无地自容 他再也忍不住了 浑身抖动的厉害 已经不能再提笔 忽然扑通一声 猛然跪在宋徽宗面前 蔡霄害怕道 官家 是蔡霄不裁 罪该万死 还请官家责罚 蔡霄此举更是让众人无法理解了 虽然官家批评了你 也不至于这么严重吧 好歹也是蔡金的儿子 不可能吓成这样 宋徽宗却是笑道 朕不过是点评了你的文章 用不着如此惶恐 宋徽宗还真不敢相信 蔡霄还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 自己去了青楼 挑衅了当今官家 这样一说 就是将官家去青楼的事情说了出来 他还没这个胆子 宋徽宗摇头 起来吧 好好答题 宋徽宗走了 只是 蔡霄已经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他写起来 自己歪歪扭扭 无法平复自己的心情 宋徽宗将他鄙视了一顿 什么叫做 他这样的人如何能进入电视 说的蔡霄面色难堪 无地自容 宋徽宗倒是心情爽快了 副手而立 按道这个蔡霄不知死活 几次挑衅于他 这回让他知道自己的厉害 他宋徽宗虽然是官家 但也是人 是人就有情绪 如今将此人打击一番 心里也自然痛快 至于此人是否是蔡金的儿子 这重要吗 他看蔡金不爽 照样弄下去 何况还是他一个儿子 那蔡金脸色变化 感觉有些不太好 怀疑自己的儿子 是不是得罪宋徽宗了 不然宋徽宗怎么如此 针对他的儿子 而此刻王涛坐立不安 生怕官家也过来 将他批评一顿 被官家批评的人 以后怕是 没有任何前途 谁敢举荐他 帮他 何况 官家就是最大的 谁也惹不起 只是王涛忐忑了半天 宋徽宗只是看了他一眼 却也没过来说什么 想来那蔡霄有些过分 才让宋徽宗无法释怀 至于他王涛 倒已经不在他眼中 之前已经将此人排名化掉 也算是一次教训 此刻王涛忽然想到 我的排名偏偏在最后一名 这个有些巧合 莫非是官家安排的吗 毕竟想要得第一名很难 想要落选很容易 但想要得到最后一名 也是很难的 王涛不由暗想 会不会是这样 他想对了 但这又如何 他只能老老实实地低头写字 宋徽宗没过来找他麻烦 他就谢天谢地了 很快 考试结束 由于这是电视 所以没那么多繁琐的过程 直接让官家看考卷即可 宋徽宗哪有时间挨个 看所有人的考卷 呈上来的 大多就是瞄眼 便做做样子扔在一旁 他道 将武执的卷子拿来 旁边考官 立刻将武执的递过来 武执心情有些紧张 宋徽宗点名要看他的卷子 可见还是很看重他的 毕竟他和曾经的赵公子 交情还不错 不过这题目也属实 是有些出乎意料 一个情字到底是男女之间的爱情 还是人与人之间的亲情 亦或者是友情 还是其他的呢 这个就不一定了 之前武执准备写上 关于情爱的诗词 只是想来 虽然符合官家的题目 却并不符合此刻的场地 如果你整个 一种相思 两处闲愁 此情无计可消除 才下眉头 却上心头 这就有点过于爱情了 这是北宋李清照的诗 不过目前应该还没有作出 也是一首经典的诗词 关于情爱方面 也很不错 只是众多朝臣在 这样的文章 怕是有些不符合此地 到时候宋徽宗看中 朝臣不满意 自己也名不复实 所以 武执想到的诗词 各方面都要周全 武执换了一首诗词 既是关于情方面 又可以符合在场所有人的三观 此刻 宋徽宗看着武执的卷子 本来他就喜欢看武执所作的文章 此刻 一看考卷内容 宋徽宗脸色开始变得认真 暗道武兄果然没有让他失望啊 文章诗词是这样的 问世间情味何物 直叫人生死相许 天南地北双飞克 老赤几回寒暑 欢乐趣 离别苦 就众 更有痴儿女 君阴有雨 渺万里曾云 千山目雪 知影向谁去 横坟路 寂末当年萧谷 荒烟依旧平处 招魂楚蝎和阶级 山鬼暗提风雨 天野渡 魏信羽 婴儿燕子聚黄土 千秋万古 魏流带骚人 狂歌痛饮 来访燕秋处 这首诗词 出自经代著名文学家 袁浩问的《摸鱼儿》 燕秋词 关于诗词 其实里面还有一个故事 一年 袁浩问去宾州参加科举考试 因为出身名门 所以他自小一直受到良好的教育 很早便显露出文学才华 八岁时 因作诗而获得神童的美誉 虽然文采出众 但是观韵奸色 多次参加科举 也未中选 这次 他再一次参加科考 在复试途中遇到一个猎人 这个猎人将一对在天空翱翔的大雁设下一只 另一只在空中盘旋哀鸣 确信伴侣已死 便也头朝地撞死 大雁的情意深深打动了他 敢问世间秦是何物 竟能让人复之死生 冬去春来 秦无限 相守越是欢乐 相离就越是凄苦 曾云言万里 暮雪赴千山 行丹引之 今后该往何处去 天南地北双飞客 老赤几回寒暑 是啊 多少年双七双飞 历经天南地北 多少年相依为命 共度几回寒暑 秦深深意窃解 从来也没有什么力量 可以把它们分开 但是另一半已去 独活又有什么意义 于是跟随而去 大雁赴死 陪伴另一半的那种壮举 着实是人间的一种大情 而这样的文章 宋徽宗看了之后 连声叫好 问世间情味何物 直叫人生死相许 直叫人生死相许 宋徽宗看到文章 也是很感慨 如此精妙描写情的文章 他宋徽宗 也是有些感动 是啊 生死之间 就是情啊 愿意为之付出生命 这是何等的情 这样的壮举 千秋万古 也会被后人所歌颂 无论是诗词 还是其中的故意 还有讲究情的主题 都完全体现了情之一字 宋徽宗越看越是精妙 他知道 五直很有才能 但看到这篇文章之后 还是被惊艳了 不有感觉 这五直脑子是怎么长的 如此好文章随手拈来 似乎不费吹飞之力 从认识五直到现在 随便拿出一手 都是一般人做不出来的 这简直就是文曲心下凡 宋徽宗对于诗词文章追求心狠切 他是一个富有诗歌浪漫主义的人 如今看到文章后 不免感动 五直的文章 满足了他的那份追求心理 而他之所以这样题目 也是为了给五直一个发挥的机会 没想他做出如此好文章 宋徽宗不断赞叹 四周的朝城看出来了 宋徽宗似乎特别喜欢五直 看文章惊叹的程度 就让人很难不侧目 众人互相对视一眼 知道这次状元 怕是五直没跑了 至于其他人的文章 宋徽宗将五直的考卷看了之后 其余的早不看了 是的 他不看了 官家就是这么任性 宋徽宗盯着曾部等人 诸位爱卿 这状元 一阵看就是五直了 其余人 你们自己排名吧 朝城虽然早知道是这个结果 听到后也是震撼 官家是不是过于武端了 其他的考卷还没看完呢 但他们也仅仅是动念 却也没说什么 目光不由看向五直 他们虽然是大臣 以后怕也是要多和五直亲近亲近了 这位可是以后的红尘 而此刻的曾部 笑了 五直如此得官家看重 这以后怕是要直上云霄了 曾部脸色平静 内心波涛汹涌 他藏在袖子中的右手 因为激动 而导致袖袍不断的轻微抖动 其余的卷子 众人也都在看 只是这些考官觉得 这些人的文章 虽然也很好 你找不到什么毛病 但并未让众人觉得震撼 他们这些人 看过的好文章太多 麻木了 而当他们最后看到五直考卷的时候 也终于知道 为何官家那么激动了 之前他们还以为官家偏心 也许是 想要提拔五直才那样 结果一看文章 一个个考官 大臣都脸色变换连连 这 这文章 情之一字 体现得居然如此深刻 完全符合官家之体 且写得让人动容 让人悲悯 好文章啊 许多考官和大臣看了后 都是感慨良久 这文章写得实在是佳作 以此文章获得状元 官家果然没看错 众人看向五直的眼神又变了 之前以为五直是被官家偏爱 过于武断 如今一看 人家是真才识学啊 他们看过所有的文章 虽然有几个也不错 但没有一个如五直这样 让人动容 着实是好啊 佩服 许多大臣唏嘘不已 曾布拿着考卷 也是爱不释手 他差点就要笑出来了 感觉这样会太放肆 强行忍住了 曾布想到 一般他的学生 以后是在朝堂上 受到他的照顾 学生因为老师而尊贵 他曾布不一样 他是因为这个学生 而会受到朝堂中人的拥护 这学生还没上来 就已经展现了 如此强势的一面 怎么能让他曾布不高兴 再以后 人家看到他 都会说他是五直的老师 很有面子 曾布此刻高兴的嘴角上扬 能碰到五直这样的学生 他是做梦都没想到 谁能想到 当初一个清河县的书生 居然能走到今天状元的地步 这一切想来跟做梦一样 有时候曾布在想 这五直到底是什么人 既会失词 又会做生意 还会把握人心 更重要是的 他运气也好 碰到宋徽宗 还能把握住 和宋徽宗之间的关系 导致今日的一切 这怎么看 有点像是势不可挡的兆头 此人短短的经历 就像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星辰 无法阻挡 不知道五直未来进入朝堂 会做出如何的一番事业 曾布倒是无比期待起来 五直越是辉煌 他这个做老师的 越是沾光 宋徽宗已经清点了五直为状元 连其他人的考卷都不看了 这是以定下 电视都是由官家一手把控 所以没有其他的变化 其他人只要遵从宋徽宗的想法就可以了 由于宋徽宗实在喜欢五直的文章 不由道 这篇文章用情至深 震慎为感动 忽然想到了一件事情 以后严谨各地抓捕大雁 将大雁列为禁补物 现在就拟职 遵职 旁边太监立刻去办了 五直也没想到 自己一篇文章 居然让宋徽宗做出了这样的决断 这是好事啊 全场众人震动 也觉得宋徽宗此举非常盛名 而此刻 有一人却很是忧虑 那便是蔡京 他儿子不但被宋徽宗当面批评了一顿 那考卷宋徽宗也没再看一眼 根本不在乎 宋徽宗却颇为看重五直 亲自点名要看他的文章 还一口称赞 将其点为状元 蔡京差点倒在地上 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信号 莫非官家不再重用他了吗 这让蔡京内心惶恐 他今天的一切地位都来自于圣恩 没有官家的喜欢 他也是坐不稳的 别看他好像很风光 官家不喜欢 一切都没用 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基业 全是 官家能轻易瓦解 他想不明白 那个不争气的儿子到底做了什么 蔡京绝对想不到 他儿子居然三番四次地挑衅官家 即便是他蔡京 也不敢那么跟官家说话 他儿子胆子却是大得很 此刻 宋徽宗放下考卷后 问诸位大臣有何意见 清点五直为状元 谁有意见的 可以站出来 官家 五直所写文章 完全符合情之一字 而且是生死大情 无论是文章 还是其中所描绘的故事 都震撼人心 的确是在场最好的文章 是啊 官家清点五直为状元 微臣没有意见 微臣也赞同五直为状元 微臣也是 朝城中许多人站了出来 表示自己没意见 首先 这文章你找不到问题 写得非常好 他们也很喜欢 其次 官家喜欢 更没有毛病可找 这时候反对 不是让官家不高兴吗 若是一些乱七八糟的文章 被清点状元 他们看了之后觉得不妥 或者感觉官家明显偏爱 也许有一些刚正的大臣 会站出来说上两家 只是看了文章的大臣 都无话可说 这一番赞同 还真是出自他们本意 看到现场朝臣的说辞 五直也松了一口气 别小看这些大臣 虽然自己得到官家宠幸 但如果名不负实 终究是不完美的 多少有点麻烦 现在吗 众人心服口服 官家也清点了 都是最好的结果 大臣口中纷纷说着 官家英明胜财 宋徽宗也是点点头 既然都没问题 那就这么定了 剩下的名额 你们定下之后 放榜吧 其余的什么榜眼 探花让大臣去牌 宋徽宗也懒得操心 很快 结果出来了 后面什么榜眼 探花 都是不认识的人 王涛和李树都不在其内 李树也没气馁 他还是很高兴 从此以后 他就真的是进士了 登记造册 成为朝廷中备选官员名单 本来按照惯例 放榜还需要后续的一些处理 不是立刻就放 还有一点时间 而这些考生 也差不多可以回去了 但是宋徽宗不按常理出牌 他看着在场这么多人 忽然笑道 各位 今日电视已经结束 但你们第一次进宫 来一趟也不容易 都陪阵到严福宫走走吧 宋徽宗这样说 众人能说什么 自然是点头表示同意 只是在场人有些多 一大堆几百人 跟着宋徽宗去严福宫 着实是场面壮观 朝中一些大臣 也是捉摸不透官家的心思 也都散去了 他们沿途都在讨论五直的文章 五直目前还不知道宋徽宗在想什么 当他们沿途进入严福宫之后 宋徽宗便去换了一身衣服 旁边同贯笑道 各位稍等片刻 官家去换衣服了 在场竟是有些猛逼 换衣服 官家要干什么 虽然不理解 众人还是在原地待着 顺便看一下四周的风景 眼前的严福宫非常秀丽 风景优美 很多人也是感慨不已 不愧是皇宫之所 着实是大 这里是相对独立的一处宫区 严福宫是地 后游乐之所 最初规模并不大 宋徽宗即位后 不满于公院的狭小 随后大肆扩建营造 严福宫扩建以后 优雅舒适 宋徽宗大部分时间 都是在这座公院中度过 严福宫殿 台 庭 阁众多 名称非常雅致 富于诗意 当然是富于艺术修养的宋徽宗所取的 宫的东门为陈徽 西门称立泽 大殿有严福 锐珠 他们此刻就在这里 众人原地等待 等宋徽宗出来的时候 他已经换了一套 比较树身的金色衣服 似乎好方便做什么 众人不理解 武执看到宋徽宗之后 却是猜测到了什么 他是现代人 知道宋徽宗是一名艺术皇帝 会很多东西 其中他也喜欢踢球 这一身装扮 加上不远处 太监拿过来一个圆形的东西 那不是醋具是什么 我擦 武执暗道 宋徽宗是真要踢球啊 果然 那宋徽宗站出来 扫视众人一圈 拿着那圆球 笑道 今日天气良好 朕很久没有踢球了 今日便和各位醋具如何 对了 你们有多少人玩过这东西 宋徽宗掂量手中的圆球 全场众人恍然 官家这是要来醋具啊 不少人脸色尴尬 很多人家里环境不怎么样 根本不会玩这东西 也不是一般人能玩的 但在场有不少近视 还是玩过 有人站出来惊喜道 官家 我会 我也会 又一名近视站出来 会的人都站出来 神色跃跃欲试 很是激动 他们知道 这是一次表现的机会 他们肯定要抓住 虽然他们 已经成了近视 但能不能入官家的法眼 这很重要 若是官家记得你 以后提拔人才的时候 就想到你了 若是记不得你 你就算是近视 上升潜力 哪有官家看中来的大 这些会的人 脸色非常的激动喜悦 感觉好运从天来 而一些不会的很沮丧 早知道他们就在家学着东西了 谁知宋徽宗居然还弄这个 这完全不在他们会的范围之类 他们读书 没听说仕途还要会踢球的 唉 而王涛和李树一脸猛逼 醋鞠他们从未玩过 他们看向武职 想必武职应该也没玩过吧 这都是一些大家族弟子 或者富裕的 才有贤情雅致玩这些东西 很多人还是第一次 见到醋鞠长什么样 王涛问道 武兄 你会醋鞠吗 武职点点头 会一点 王涛和李树有些惊讶 武职在这一世自然是没踢过 但他笑了 因为在地球上大学的时候 武职可是校队中的人 虽然不是非常出色 也是精英中的一员猛将 玩这东西 他在行 根本无需系统 他以前就喜欢足球 篮球这些东西 之前是篮球 后来看足球 只是华夏足球 有些让人汗颜 正所谓 试问华夏足球几多仇 恰似一群太监上青楼 不忍直视啊 华夏人单打独斗 那都是厉害的 各种项目都拔尖 但若是团结起来踢球 就比不上人家了 武职喜欢足球 爱看足球赛 也是一名足球爱好者 在校队的时候 他学会了踢球 手球 传球 旋球 这些都不在话下 加上此刻明显感受到宋徽宗的意图 他在脑海中回忆了一下 将以前踢球的东西巩固一遍 有些东西 会了就是会了 丢不了 现在想来他马上就有了兴趣 最重要和宋徽宗踢球 踢得好是加分项 其实每到过节的时候 宋徽宗都会举办球赛 很多朝堂中的贵臣 或者是子弟都会参加进来 此刻看到众人中有不少人会踢球 宋徽宗也很高兴 随后看向武职 武兄 你会猝拘吗 宋徽宗此刻不像是一个官家 而像是之前和武职称兄道弟的赵兄 官家若是将你当成兄弟 喊你武兄 这个时候 你顾忌他的身份 称他官家 怕是不妥 官家若是喊你状元 或是官称 你就得称呼为官家 既然现在宋徽宗说的是武兄 武职可不能害怕了 有时候过于拘束 只会适得其反 让宋徽宗觉得 你和其他人一样 他直言道 赵兄 促拘我倒是会一点 听到武职之言 众人也是惊呼 此人好大的胆子 居然喊官家赵兄 同贯也是目光一闪 却也没说什么 只是觉得武职不愧是状元 对宋徽宗的心态 拿捏得很好 是高手 宋徽宗根本不曾在意 反而很高兴 好 我们就分为两组 踢一场蹴鞠 正好将高球也找过来 高球是踢球的好手 朕当初也是被他的球技震惊了 让他来陪朕踢一场 旁边立刻有人领命 去通知高球 而宋徽宗则领着众人 去了一处广阔的球场 高球 武职想到高球 便知道这是大宋有名的 簇鞠高手 根据书中所言 高球此人踢的好球 也会吹弹歌舞 相扑杂耍 一学诗书词赋 倒是个挺全面的人物 刚开始 他只是陪着别的公子哥 斗鸡玩马 风花雪月的到处逛逛 后来便由柳大郎一纸书信 将他送到了董将士家里 董将士见他是个破落户 怕留在家中会带坏孩子 便又一纸书信 将他送给了小苏学士 出于同样的考虑 小苏学士也来了一封信 把他送到了小王都太尉府里 他像皮球一样 被人传来传去 日子也不好过 但一天 小王都太尉 拆他去给端王送东西 端王恰巧正在踢球 这魂球一见那圆圆的东西 献祭之心痒痒 便上前踢了一脚 这一脚 把球踢到了端王脚下 其实也就是把自己 踢进了统治集团 据说这高球当时球技了得 颠球一百多下 让热爱醋具的宋徽宗看傻眼了 宋徽宗这样的人 对于才艺雄厚的人 有一点追星情节 所以和高球玩得很好 之后的道路便十分平坦了 折宗驾崩 端王即位 视为徽宗 没过半年 高球便当上了殿帅府太尉 可是肚里的学问 和那身上的本事 却不是几个马屁就能拍出来的 像高球这样的货色 平时给三军将士领个奖 签个名 还能像个模样 真到了是驴士马拉了来溜溜的时候 那骨子里的魂球本质 就毕露无遗了 后来他祖军多次进脚梁山 竟没一次成功 空飞了许多兵马前梁 最后一次 他挂帅清征 帅时节度一同讨伐 却跟耍猴一样 只三振便被宋江杀得屁滚尿流 自己也被张顺捉上山去 要不是宋江招安心切 放他回去 只怕高太尉的脑袋 真得让好汉们当球踢了 像这号人 干好事未必能行 干坏事绝对一把手 他上任一使 既不整顿军纪 也没检阅兵马 第一件事 就是把跟他有过节的人 修理了一顿 没过几年 又因为干儿子高崖内青春躁动 看上了林冲的老婆 就机关算尽 硬是把这个一贯忍气吞声的 老实人给逼反了 后来还把杨志弄得流落街头 无处容身 梁山水坡 之所以能聚起这么一批虎狼之徒 高太尉时有不可磨灭之功 现在高求不在宫中 太监去了宫外传令 众人看官家如此认真 也是有些紧张起来 由于再等人 众人也都开始交流起来 看跟谁一对 不会醋局的人就甭想了 刚才官家已经点好了人 至于谁和谁在一起 他们在一起商议 蔡霄此刻却是有些兴奋起来 他一路到这里都是畏畏缩缩 官家要来 他又不敢不来 此刻说到醋局 蔡霄有些跃跃欲试 因为他是蔡金的儿子 他玩过这东西 虽然醋局普通人也可以玩 只是一般人 哪有这个闲情雅致 他蔡霄平日没少接触这东西 而且还比较会玩 如果能得到官家喜爱 说不定之前的事情一笔勾销 还能让官家刮目相看 翻盘再此一举了 蔡霄此刻激动了 他一定要在这次显摆一手 至于那伍芝 他着实是有些怕了此人 但说到醋局 他还是不太相信 即便此人会 顶多就是会而已 他蔡霄可是醋局好手 伍芝则一言不发 他还是比较有信心 因为他以前踢过 加上此刻才气悟性加成 他发挥一定不差 伍芝想好了 如果这球踢得好 官家在信头上 我便顺势提出请求 让宋徽宗帮我赎回李诗诗 现在他没钱 伍芝知道 宋徽宗是一个很有义气的人 要从他身上挖够好处 否则他就白认识宋徽宗了 宋徽宗此人 伍芝算是了解了 你若是当他是官家 的确是无法亲近 但若是有才华被他看中 当他是赵公子 你金官仔 说不定还能载出更多的交情 反正宋徽宗不差钱 这根本不算是 伍芝不载他载谁 伍芝嘴角浮现一抹笑意 不过这时他也不能肯定 得揣摩揣摩 先将球踢好再说 载官家 还是得找好机会 他之所以这样做 也是经过一番考虑的 因为他眼看就要 进入朝堂 如果不解决掉李诗诗问题 后面宋徽宗 若是再去樊楼奠记上李诗诗 那势必会造成对伍芝的影响 所以 伍芝要利用兄弟情义 将李诗诗弄到其他地方去 两个人若是没有接触 那自然也就不成问题了 伍芝为了女人 真是操碎了心啊 现场已经有人开始研究簇居了 簇居其实和地球的足球 还是有很大差别 这里的簇居是猪尿泡做成的 将这东西吹起来 再封好便可以当球踢 估计猪也不曾想到 自己的身体会被人这样玩 就在众人等待中 远处有人急匆匆赶了过来 此人身材比较瘦 面相倒是看上去 颇具一些威严 但免不了一些圆滑之气 高求带着官帽急匆匆而来 他一路跑来 火急火燎 右手扶着自己快掉下来的官帽 左手拿着衣服脚飞块来 不知道的 还以为这是一个小厮 不会以为他是大臣高求 高求跑来之后便行礼 呼吸都缓不过来 官家 微臣来迟了 还请官家责罚 舍息 判除了